12岁那年 我在龙王庙的神像后撒了泡尿 结果当晚就高烧不退 跑遍了多家医院也没有好转 虽然几天后苏醒了过来 但还是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其实我的心里什么都清楚 可身体就好像被某些东西操纵一样 只会傻笑的没完 一直到我19岁那年 隔壁村的出马仙刘虾子看出了我身上的部分 说我身上有膛口 而且比东北武大仙厉害百倍 如果能请下来我就能恢复正常 文言我爹立刻跪地磕头 请刘虾子出马请仙 刘虾子点头说这事只能试试 因为我身上这膛口很凶 而且刘虾子只是文仙 得跟人家商量着来 北方的出马仙总共分为五种 胡黄白柳灰 说白了就是有了爆横的狐狸 黄鼠狼 刺猬 蛇和老鼠 其中出马仙也分为三种 文仙懂得比较多 玉士基本上都是谈 主红白仙比较擅长 武仙数量比较少 很难修炼 一般人也扛不起 但请下来能耐比较大 最后一种叫做异贤 能帮人看病 这类也不多 但一些三教九流的骗子 都说自己是这种 总而言之 这出马仙的本领 取决于自家仙的能耐 这刘虾子就属于 比较厉害的一种了 看得很准 到了晚上我爹 按照刘虾子的吩咐 杀了三只大公鸡 又准备了香炉 在上面插了四只香 将一个大红包 压在了香炉底下 刘虾子则是摸索着我的手腕 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个红绳 上面挂着一枚铜钳 随后刘虾子将绳子的一头 系在了我的手腕 另一头则是捏在了他的梁纸上 准备好一切之后 刘虾子拿起了烟袋 咕嘟咕嘟地抽了起来 这一抽就是二十分钟 这二十分钟倒不是请先的过程 其实大仙早就来了 我们看得到 他们是三只黄鼠狼 此时正在交谈着什么 同时享用着桌子上的烧鸡 刘虾子一边抽着烟袋 一边说道 我家太奶说 你这命格体格子不一般 就你身上这膛口 换做别人早就玩毒 也就你小子能活到现在 刘虾子这话也不知道 是夸赞还是挖狂 只听他继续说道 傻了未必是坏事 至少证明能扛得住 看看能不能请下来 这位爷爷不是省油的灯 刘虾子的语气慢慢变得尖锐起来 也就代表着 他们家的先占据了看事的主导 我爸好奇地问 黄太奶 我家孩子身上这是哪家的 应该是刘家的 但也不是刘家的 我爸再次问到姓柳还是姓长 柳家是蛇仙 长家是蟒仙 是柳家的两大类 主事有所差别 突然刘虾子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这可是之前没有见过的情况 只见刘虾子猛然睁开双眼 一把抽出了香炉底下的红包地点了我爸 这牙箱钱你拿回去 这活我接不了 我爸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 但并没有接回红包 黄太奶 这牙箱钱您拿着 事要办不了也是我儿子的造化 不管怎样我养他一辈子 听到这话 刘虾子也叹了口气 这牙箱钱 你要是拿回去 我就借泼下驴了 你要是不拿 这事硬着头皮 我也得试一试 你家孩子身上这堂口 不姓刘也不姓长 他姓龙 柳为蛇 长为蟒 那么龙则是骄 白天的时候 我看了一眼以为是长先生 既然不是 那我们就跟这位龙先生聊上一聊 看看能不能请下来 刘虾子从背包里 拿出了一个巴掌大的小骨 不停地摇晃敲打起来 只听刘虾子口中的尖锐声 念念有词 而我则是浑身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眼前的三只黄鼠狼凝视着我 他们看着的不是我 而是那位龙先生 还拴着过命前 你们三个小娃娃是要保住这小子 我爸看着我大惊失色 因为这句话正是从我口中说出来的 从我变傻的那天开始 这是我头一次说出完整的话 但是这个声音不是我的 是一个沧桑浑厚有力的声音 这个声音高高在上质问着 对面的三只黄鼠狼 我爸紧张地问 黄太奶这是什么情况 刘虾子则是训斥道 这里没你说话的法 等我问你 你再如实回答 龙先生有什么要求 您尽管说 刘虾子哀求地开口道 您能找到这孩子 代表着你们身上有缘分 七八年了 这孩子也折腾得不轻 您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冷声开口道 没有任何余地 当初也没人找我商量过 你们三个小娃娃 修炼至今不容易 别老夫滚蛋 要不然打得你们魂飞魄散 刘虾子浑身一颤 脸色惨白如指 我们都答应 这玩意好生供奉您 要不然您这道行 岂不是言毁于一旦 我伸手抓住桌上面的大公鸡 牙齿死死地咬在了 上面没有松口 几分钟后 刘虾子的目光 落在了我爸的身上质问道 你八年前帮别人 打造了一口蓝色棺材 我爸一愣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是有这回事 一个负伤要求的 刘虾子怒然指着我爸咆哮道 什么火你都敢接 那棺材当初 就是用来关押龙先生的 人家能饶得了你们瑜伽 我爸连忙哀求道 黄太奶 您转达一下 我也不知道那棺材 是用来干嘛的 就按照人家的要求打造的 不知者无罪啊 刘虾子阵阵嘀咕说了些什么 而我的脸色越来越差 只见我抬手一个巴掌 打在了刘虾子的脸上 我不想这么做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的行为 这一巴掌落下 原本在我面前的三只黄鼠狼 竟然被这一巴掌 打得消散了一只 我说过没得商量 你们几个小娃娃 还敢威胁老夫 你敢杀我们黄家人 刘虾子怒然起身 指着我声嘶力竭地咆哮起来 而我则表现出一副 无所谓的模样 细续啃食着桌子上的烧鸡 我就是要折腾死他们瑜伽 当初那口棺材 害得我险些丧命 我要报仇 任何人插手都是这个下场 刘虾子指着我爸吩咐道 你去挨家挨户寻找 不管谁家供奉着 我们黄家的堂口 都让他们家带着堂口过来 敢杀我们家人 谁都好不了 黄鼠狼是出了名的记仇 这一刻刘虾子身上的太奶 也动了真格 我将烧鸡扔在了一旁 开口问道 怎么 你们黄家还想合龙 也我硬碰硬不成 刘虾子没有开口 反倒是我感受到了 一股心有余悸的颤抖 我清楚这种心惊胆跳的 不是我而是这龙眼 紧接着我爸 按照吩咐挨家挨户的 寻找着黄家的堂口 北方这头信奉宝家仙 这些宝家仙 就是一个个小的供奉堂口 虽然不是出马仙 但也是五家仙的供奉底 绝对称得上是一呼百应 尤其是胡黄两家 更是五仙中的大家 数量占据着绝大部分 姓龙的 我不如你不假 但我们黄家也未必好欺负 杀我族人这事没完 我就不信了 难道我们整个黄家 还不如你一条落魄的蛟龙吗 刘虾子指着我怒吼道 这个村的不够 我就找十里八乡的黄家人 还是不够我就禀告三太爷 这事我跟你没完 你们这群黄皮子真是麻烦 很快我爸那头就有了动静 几十户的村民 手里抱着自家的堂口 站在我家门口 刘虾子一声令响 都给我进来 我看见几十个黄皮子凑了上来 将我团团围住 我问你 接着这个堂口能不能下 刘虾子指着我的鼻子质吻 而我则是有恃无恐 不下 就是折腾这小子 什么时候死了 什么时候算 就你们这些黄皮子 我还没放在眼里 刘虾子身上的太奶 也是个暴脾气 挥了挥手那些黄鼠狼 再次向我靠近一步 不下是吧 不是对手是吧 今天你要是不下 那好说 我们就一口咬一块肉 也跟你拼了 你今天给我们都杀了 我就不信你还能灭了我们皇家不成 我们皇家没别的就是人多 出了名的记仇 杀我们族人谁也不好使 这一刻我感觉到龙爷有点郁闷 行行行 你们皇家这么多年一点没变 真是服了你们了 不就打散了个小黄皮子的修为吗 你们至于这样吗 刘虾子一点不废话力声道 下还是不下 我的身体虽然被支配 但还是能感觉出来 这个龙爷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不过他还是要装出强势的样子 下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有要求 说吧龙爷 你有什么要求我们尽量满足 堂口供奉 每日不得少香火 供果 酒水 鱼肉 每日不行 逢年过节初一是无少不了你 天天弄吃大户也受不了 我目光冰冷的说道 一天都不能少 要不然就不用谈了 刘虾子将龙爷的要求转达给了我爸 我爸赶忙答应了下来 我指着我爸说道 第二 第三 这小子请我帮忙得看我心情 刘虾子再度拒绝道 这不行 我们这些修炼的武仙 吃人供奉帮人消灾 如果看你心情那岂不是坏了规矩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干脆不用谈了 刘虾子思索了片刻也看出了龙爷的意思 说道 这样吧 请您出马前后让主家添两顿供奉如何 这还差不多 龙爷松了口 几个条件也彻底谈论 刘虾子吩咐我爸去打造的木箱子 取一些黄纸给龙爷设堂口 还没等我爸动身 我便挥手制止 我对着我爸说道 仓房里有一块楠木 我箱中许久了 你打造的牌位当作我的堂口 很快我爸把做好的牌位交给了刘虾子 刘虾子拿起小刀在上面刻字 写完了请堂 爸 我迷迷糊糊的呼唤了一声 扑突一声倒在了炕上沉睡了过去 我爸着急的问 黄太奶 我儿子这是怎么了 刘虾子摆了白手道 没啥大事 龙爷走了 他冷不丁的不适应 睡醒你儿子就正常了 刘虾子咳嗽了几声 也恢复了正常 他擦了一把冷汗 心有余悸的说道 这龙爷真是可怕 见天色已晚 我爸连忙让刘虾子在我家休息 后来听我爸说 那天他出门的时候 看到了门口一排排的小脚印 正是来到我家的几十只黄鼠牢 半夜里我脑海内浮现出龙爷的声音 龙爷冷哼一声道 你小子捡了一条狗命 要不是你这身子骨能撑得起我娇龙的修为 老子非弄死你全家不可 当初你老子害了我的修为 从今儿的开始你必须给我补回来 多找一些替人消灾之事 凡是习惯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怎么运用取决于你 可别让我失望 就在这时我被砸门声惊醒 门口一边敲打一边呼喊 虞大哥 刘叔 大事不好了 王家出事了 我爸和刘虾子匆忙出了门 然后急匆匆的问道 出什么事了 那人连忙回答 虞大哥 王家虎子淹死在了水库里 虎子爹跑去捞人 差点也被淹死 好不容易就上来 结果现在发了神经 拿的菜刀追人 已经弄伤了好几个 你快去看看吧 一听这话 我爸赶忙就要出门 一旁的刘虾子立刻拦住了我爸说道 先别急着去 这是有蹊跷 刘虾子深深的叹了口气 解释道 我家太奶说 这虎子爹害死了童宗兄弟王驼子 人家来找他们家报仇了 王驼子是虎子爹的堂哥 长相丑陋患有驼背 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媳妇 在我的印象中 王驼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对我们这些孩子非常好 哪怕是我这个傻子 除此之外 王驼子也非常勤快 在水库附近和虎子爹弄了几个养鱼池 经营得非常好 赚了不少钱 三年前 王驼子突然销声匿迹不知所踪 有人说他淹死了 有人说不知道去了哪里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从此再无应许 后来虎子爹自己经营过一段时间养鱼池 过了半年左右 突然关闭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刘虾子思索片刻对我爸道 如果要去就叫上你儿子一起 他身上有仙儿 早晚得迈出这一步的 这时我已经穿好了衣服 站在了房门口对我爸说道 爸 我跟您去 听着我流利的声音 我爸眼眶通火 转头问刘虾子 刘叔我儿子能行吗 刘虾子冷哼一声 就你儿子身上的玩意儿 要不是俺家太奶觉得你人不错 都不带插手的 赶紧的吧 要再拖延一会儿 王家可能要出事 我爸急忙拉着我一路小跑来到了老王家 看到我爸来了 不少人都围了上来让他主持大局 请了堂口之后更是能力大涨 那团黑雾便是王驼子的怨气 已经弥漫在整个老王家 如果没人插手此事 估计老王家一个人都跑不了 我没有叫龙爷来帮忙的想法 因为恢复神志之后 我有一种我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感觉 我走进院子 当迈出两步双腿 好像被攥住了一样动弹不得 爸 摆供品吧 没供品龙爷不让我过去 周围人看到我恢复正常都觉得难以置信 于大哥 你家娃子 我爸得意的说道 出马啊 厉害着呢 众人帮着我爸筹备着供品 而我却一刻也不敢耽搁 我对着屋内喊了一嗓子 驼子叔 还记得我吗 我是于浩 小时候你还带我墨鱼来着 后来我变少了 你还驱赶过欺负我的孩子们 屋内传来了碰碰碰的声响 就好像是身体碰撞在墙壁一般 好像在抗拒着什么 您别害怕 我不叫大仙出来 只是想跟您谈一谈 屋内传出了虎子爹的声音 我记得你 你是老鱼家的娃娃 你要保证 不让你身上的那条长冲下来 我连连点头 我保证 但前提是你得出来 要不然我只能找他帮忙 当当一声响 率先扔出来的是一把菜刀 上面沾染着腥红的鲜血 紧接着 虎子爹也一蹶一拐地走了出来 只见眼前这个粗犷的汉子 此时已经没有了人样 浑身上下至少十多处伤口 皮开肉绽 看着就觉得心惊肉跳 周围人气嘴巴舌指指点点 我爸指着周围人警告道 以后谁要敢管我儿子还叫鱼傻子 祖坟我都给你绝了 周围人连忙道贺也替我爸高兴 我对着一拳一拐的驼子书奉劝道 驼子书 我知道你怨气深 王叔害了你 但他儿子已经死了 这笔账就消了 都是童宗 你还真打算要让王家段子绝孙不成 瑜伽娃子 你不要多管闲事 我要不是怕你身上那条长冲 今天谁拦着我 我要谁好看 骨子跌驼着背 浑身湿漉漉的 不停地滴着水 脚底也显得沉甸甸甸的 明眼人都看出来 这人就是王驼子 我念他是童宗 他却将我扔在水库溺死 我就是要他断子绝孙 我活着的时候无亏任何人 结果呢 他霸占了我的鱼塘 害了我的命 我凭什么不报仇 虎子跌颤抖地指着我 哽咽地说道 鱼小子 我生前没愧对过你们 今儿个有你在 我也把话撂在这 今天这笔账 我只跟王家算 不会伤害你们任何人 我果断拒绝 摇头道 虎子死了我管不了 王叔还活着 我就不能看着被你害死 虽说冤有头债有主 但咱们也清楚 阴阳两格 骨子跌这事 我们可以替你经关 但不能让你害了命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骨子跌有些愤怒地指着我 鱼家小子 你铁了心要阻止我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双目中犯着坚定 错误如果用错误解决 将是万丈深约 我无法给你第二条路 开条件吧 起码我愿意跟您交谈 可以看得出来 驼子书很惧怕我身上的龙影 看到驼子书半晌不说话 我开口说道 这样吧 我把你沉在水库底下的尸身 打捞出来 好好安葬 将王叔害了你的事情经关处理 你饶了王家老少如何 不行 驼子书果断拒绝 指着自己 我要亲手宰了他 其余的可以答应你 我有些恼怒 有种出事不利的感觉 气氛陷入到了尴尬的局面 我小声喃喃道 龙爷 这供廷也弄好了 你要不先松开我 你敲打排位三次 叫声龙爷请 我就能出来了 不用抽烟喝酒吃饭之类的吗 龙爷冷嘲热讽道 你说的那些道行太低 需要一些媒介才能沟通少 老子道行这么高 用不着那些 文言我敲打了三次排位 叫了声龙爷请 一个身影火速地奔向了供廷的桌子 就好像是个饿死鬼似的 没错 他就是我在梦里看到的身影 和太奶的化身区别还是很大的 估计和道行的身前有关系 能看到龙爷被放出来的只有我和王驼子 此时王驼子以为龙爷是要收拾他 紧张地说道 你这娃子 不念就情 龙爷一脸不屑 他只对那些供廷感兴趣 王驼子看了一眼我的态度 又看了一眼吞噬供廷香火的龙爷 不甘心地低下了头 我答应你 记住你的承诺 要不是怕了你身上这条长冲 今天王家人一个也活不了 听到长冲二字龙爷猛然抬头 目光落在了王驼子身上 一找死 听到龙爷冰冷掺杂怒意的声音 我心里暗道不好 想要阻拦已经来不及了 此刻 龙爷原本人形的身体变成了一团黑雾 发出惊天吼声 下一秒 巨口吞噬在王驼子的黑影上 随之消失不见 虎子爹的身体在没有了王驼子的支撑后 倒在了地上 伤口不停地流淌的鲜血 味道一般倒是有点意思 龙爷重新幻化成人形 回到供廷桌上狼吞虎咽 就好像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王驼子生前就是出了名的碎嘴子 没想到这死后 也舌在了这张嘴上 我爸对我问道 儿子 后续咋办 我看了一眼虎子爹 很坚定地说道 金官处理 给王驼子一个交代 就在这时王家婆娘急冲冲地从屋内冲了出来 他拿着一个厚厚的红包 热情地塞到了我的手里 我早就说大侄子不一般 我们家这事多亏你了 周围的人也围了上来 对我问道 大侄子 虎子能下葬吗 我果断摇头 下不了 虎子是被王驼子害死的 活在水底下 得找回来才能下葬 不招魂埋了的话 整个村都得遭殃 回到家中 刘虾子说我现在也是有堂口的出马仙了 他也该回去了 临走前对我叮嘱道 水库的问题不行 明天去给虎子招魂的时候你要小心点 咱们这些看事了 能善终就不错了 里面可凶险着呢 送走刘虾子之后 事情全部压在了我的身上 第二天中午来到水库大坝边上 看着风平浪静的水面 我不由得皱起眉头 水库中心的位置有一团别人无法看见的阴气 大热天阳光最充盈的时候 水面上就如同被乌云笼罩一般 呼啸席卷 我知道这水库绝对有问题 这么重的阴气绝不是一个王驼子能引起来 随后我举起了四根香 口中也念念有词 路宽宽 水条条 头香记八方 吃香火 拿供缝 劳烦让个路 我点燃了第一根香火 身后几个村民也摆放了准备好的供地 应有灵 应有德 二香记亡魂 身为瘾 一为物 还望清泥雾 念完第二句 我将虎子的生前衣物摆放在了水库岸边 魂已安 破已营 三香为引路 鞋跟脚 回乡路 王者要跟住 念完第三句 我将虎子的鞋子朝着村口摆放 随后我点燃了最后一根香 对着水库喊道 王虎上岸跟我回家 水面依旧风平浪静 不禁波澜 我皱起眉头看着水中怨起的变虎 事情进展的明显不是很顺利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不放胡子的鬼魂离开一样 我这双眼睛能看到很多东西 所以让我成为出马先生之后 比常人更容易接受 甚至懂得会得也比别人要多 但这水底 我看不透 仿佛被遮蔽了双眼 更别说胡子的亡魂了 就在这时 一股微风席卷 我手中的四根香 全然熄灭 香火这个东西 可不是清风能够熄灭的 这风必然不太正常 吃了香火 拿了供奉 不放人 是不是过分了 我的语气有些怒意 招魂的方式肯定没问题 问题在于 这里面有些东西 不给我一丝丝的颜面 瞧不起我可以 拒绝也可以 但好处拿了 不办事 这就说不过去了 于小子 虎子的活儿找到没有 村中长辈也十分好奇 对我问了起来 我轻微摇头 没有解释过多 但这已经足以让大家知道 我失败了 还是道横不够啊 大多数的人 心里是这么想的 毕竟我年纪小 入行一天而已 这要是换做留虾子 估计早就完事了吧 殊不知 连我都不知道的是 就是因为这水库不一般 留虾子才不愿意插手 再加上王家做的属实过分 也就给留虾子 找到了借泼下驴 果断拒绝的理由 胡子 跟我回家 我家大嗓音 不满之衣更为浓厚 对着水中再次喊了一句 这一嗓子不要紧 只见一道浪涛 瞬间砸向岸边 这鼓浪 起码有两米高 给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 来了个透心凉 村民们都吓坏了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脸色苍白 瑟瑟发抖 要知道 水库的大坝有三米高 就算雨季的时候 这谁也打不上来 刚才那道浪 绝对有问题 很明显 水里的东西不仅仅不放人 瞧不起我 更是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好家伙 真当我于浩是吃素的 龙爷给个下马威也就够了 招个活儿的功夫 还能熊我一下 大侄子 这咋整 别急 我还不信了 我重新点燃了四根香 牢固地插在地面 面色冷峻 最后说一遍 放人 三分钟后 我和村民们 在岸边凝着湿透了的衣服 就这会儿功夫 巨浪至少拍打了三四次 大侄子 这 我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说道 先回去吧 晚上我再来看看 这下子好了 整个村都知道我成为了大仙 同时也知道我这水平 可能不太行 其实我也清楚 这水里面的东西 不好处理 招魂失败之后 就应该叫本家仙 也就是龙爷出面谈判 可龙爷是五仙 谈判这东西 恐怕不太顺利 再加上这老东西的脾气太臭 要是给胡子魂给弄没了 我这口饭以后也就不用吃了 除了无计可施的情况下 否则我是不会轻易叫来龙爷的 至少目前 我还有办法 我这堂口虽然只有龙爷 没有其余的帮兵 但这七年来 谁还没有个朋友了 回家之后 我将龙爷的牌位供奉了起来 而我爸也按照约法三章的内容 每日供奉 必不可少 一整个白天 我都足不出货 期间王家的亲切来过几次 王家婆娘买了新棺材 将胡子的尸身放在了里面 来找我 则是为了葬礼怎么操办 态度也还不错 如果此事没有影响到整个村庄 这王家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插手 林庄附近 也就留瞎子最有名气 人家不帮忙 无果之后 王家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 虽然我是个半吊子 我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今晚看看 事情能处理到怎样一个地步 谁里的东西不给面子 自然要找中间人商量商量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整个林庄已经黑成一片 我刚走到门口 我爸便紧张兮兮地冲了出来 小浩 这大晚上的 你干啥去 去后山转转 听到这话 我爸一愣 立马上前 后山是坟圈子 这深更半夜的 你咋想的 爸 放心吧 我微笑着说道 自家儿子 还不放心吗 对啊 我爸反应了过来 如今的我已经是出马先生了 去趟后山 能有啥危险 不过子女在父母眼里 永远是孩子 我爸给了我一部廉价的手机 叮嘱道 遇到情况给我打电话 后山不小 别迷路了 我接过手机 随之离开家中 这孩子 有点沉默寡言啊 这一点我不否认 可不爱说话这事 也不能怪我 毕竟从傻子的状态刚刚恢复 需要些许调整的时间 紧接着 我来到了林庄的后山 这里是村里的坟地 阴森森的 村里不少筷子人口的怪事 都源自于这里 刷刷的树叶声有些刺耳 泛着绿光的鬼火 时不时地闪烁 咯咯咯 诡异的笑声此起彼伏 我身旁有一棵大槐树 已经出现了几次 貌似 我好像在原地转圈 就在这时 一双白皙的可怕的双脚 垂落在了我的面前 漆黑的树林 处处透露着诡异 恐怖的静谜当中 时不时传来悠长空灵的歌声 笑声 或是哀嚎声 除了特定的时间 原由 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会听到这些声音 看到某些东西 至于听到的 看到的 俗称冲了身 着了道 有的发疯 有的或许会 永远被留在这里 几年前的某天 这双白皙冰冷的脚掌 踩在我的肩膀上 我下意识地抬头 看到了白色的裙摆 同时传来了有些忧怨的声音 喂 你看什么呢 那天 我认识了这个娇羞的小女鬼 对于这双脚 我早就细以为常了 或许只是一种 特别打招呼的方式而已 我弯下身子 从杂草里捡起来一双 沾满灰尘的白色布鞋 仔细地用袖子擦拭干净 随后 我替那双脚穿上了布鞋 同时问道 为什么让我在这里转圈 小女鬼抓着老槐树上 悬挂的上吊绳 身体慢慢地飘了下来 落在了我的面前 她的面旁肿胀发紫 脖子上有一个明显的勒痕 舌头搭在一旁 突出的眼球 别样的圣人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有些郁闷地问道 为什么 你总是要用死后的样子出现呢 可能是习惯吧 她的声音很好听 恢复了正常的面貌之后 很好看 调皮的眼嘴微笑 这是一种本能 很有威慑力不是吗 其实我们这些小鬼 就好像猫咪一样 害怕的时候 会弯着身子炸毛 试图吓唬敌人 我有点理解了这个说法 虽然大部分鬼怪都很难缠 但有一部分 也的确相对温顺一些 她叫苏乔 按照年纪来说的话 应该是我太奶奶辈的 当时的年代比较穷 一个年轻的女人 用半袋米就能换回来 发生在苏乔身上的事情 也是如此 她不愿意 就留在了后山 有些善良 是刻印在骨子里的 苏乔死后 未曾怪过任何人 一直留在这荒山野岭 成为了孤魂 同样 有些罪恶 亦是如此 乔姐 为什么迷住我的眼睛 因为保护你啊 苏乔打量我一番 对我说道 你今天不太一样 那条长冲 不在你身上 正常了 嗯 我点了点头 将事情的大概粗略地 说了一遍 苏乔是我的朋友 可以多说一点 哦 原来是这样 恭喜 恭喜 苏乔俏皮地道喜之后 神情凝重的些许 小声地对我提醒道 你对后山很熟悉 这里什么样的鬼魂 都有 以前你来这里的时候 大家不靠近你 是因为你身上的长冲 今天他不在 你要小心一些 龙爷的牌位 让我放在了家里的供台上 没有带来 同时 听到苏乔这话 我也更为确信 龙爷对我有需求 不会轻易地害死我 这老家伙 阴险得很 哦 对了 怎么突然来后山了 有什么事情吗 差点给正事忘了 我连忙说道 我想找陈爷爷帮个忙 陈爷爷生前是个流亡乞丐 吃百家饭 穿百家衣 死在了林庄 被好心的村民埋葬后山 有了个归属之地 活着的时候阳气重 死了的时候 就比一般的鬼怪厉害 在这后山里 陈爷爷是好人物 行 我带你去找他 说着 乔姐抓住了我的手掌 朝着坟地 集中地带走去 手掌很冰冷 但也很柔软 一路上 我看到了不少亡魂 林庄的后山不适合耕种 是一片树林 从有人居住之后 过世的人就被埋在这里 达成了一种默契 说白了 这里就是坟圈子 阴气很重 形形色色的亡魂随处可见 他们今天看我的眼神 怎么怪怪的 我打量着四周 从很多双眼睛里 看到了一抹贪婪之色 我们能看到人身上的气 有些人阳气重 我们不敢轻易接近 至于你 命格特殊 阳气虽然不少 但我们却不害怕 就这么说吧 你在我们眼里 是一块肥肉 要不是和你关系好 我都想咬你一口 乔姐继续解释道 我虽然说不清楚 你到底啥命格 但你身上的味道很好闻 很能引诱我们 这也是 我要你小心的地方 以前你身上有长冲 我们不敢靠近 我劝你以后 最好给它待在身边 多少能起到震慑的作用 乔姐对着周围的鬼魂 做出了一个伸巴掌的动作 看啥看 找小陈的 都滚蛋 要说乔姐在这后山 虽然辈分不小 但实力吧 也就那么回事 周围的鬼魂并没有离开 但也没有继续靠近 不一会儿 我和乔姐来到了一处孤坟旁边 这座坟就是一个土包 周围遍布着杂草 更没有墓碑 我拿出了背包里的两瓶小烧 几块糕点 以及一盒香烟 陈爷爷 是我 于昊 小傻子来了 坐吧 一个老者的身影 缓缓出现在了我面前 我也不客气 一屁股坐在了孤坟旁 看样子 这是恢复正常了 挺好 也不是那么好 说吧 大仙 找我来有啥事 不愧是陈爷爷 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变化 我也不含糊 直接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陈爷爷 水库里面我看不清 也不给我面子 听到这话 陈爷爷脸色一变 就你这毛都没长齐的小娃娃 也敢管水库的事 凭啥给你面子 没给你拽下去 已经给你面子了 我皱起眉头 忧心忡忡地说道 陈爷爷 水库对村里不利 我知道 陈爷爷拿起一块糕点说道 水库和后山不一样 后山这儿都是村里人 很少有下去的 水库不同 在那里的 哪个不是横死 怨气大得很 你家那堂口 都未必解决得了 一时间 我有些犯了难 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 解决起来棘手 但是要不解决吧 按照这架势 以后绝对更麻烦 死了三年的王驼子 都这么能折腾 下一次那还了得 不过 也不是说没办法 想要解决 你首先要了解根源 老一辈人懂得比较多 这一点毋庸置疑 通过陈耶耶的讲解 我也知晓了一些 林庄的旧事 林庄整体构造 如同阶梯状 我所在的是林庄的高处 后山 中间是居住的村庄 而下方便是水库 早几十年的时候 山脚也有居民居住 就在某年的某个夜晚 连绵雨季 导致山洪爆发 山脚的几十户人家 一夜之间 全部被洪水冲没 掩埋 无疑幸免 因为当年设施落后 根本无法挖掘 再加上地势问题 大水一直泄不出去 后来经过改造 山脚下建立了水库 听说建水库的时候 就怪事不断 建好的大坝 不断地垮塌 修建的水渠 流出红色的液体 住在工地的工人们 总是说能看到诡异的人影 听到哀嚎的声音 更有甚者 据说还有人邀请 他去村里吃饭 等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落入了水中 有些老人也说过 当初为了修建水库 不少人都在在了这里 后来 据说是请了高人 设谈祭奠七日 才平息水中亡魂 这水库大坝 才得以建设起来 如今水库建设 至今也有三四十个年头了 必定是有了一遍 才会出现最近这些怪事 我有些郁闷 很明显 这水库的状况 已经超过了我这个半吊子 力所能及的范围 可我清楚 这事要是放任下去 整个村子 恐怕都要麻烦不断 要知道 这后山的传闻比较多 但大多数都是杜撰出来 吓唬小孩子用的 这么多年来 也没闹得这么凶过 可王驼子死在水库三年时间 就给王家祸害得够呛 谁知道里面的东西 还会做什么妖 后山是坟地 埋葬的都是村里人 阴气虽重 影响却不大 水库怨气滔天 都是横死之人 肯定是有差别的 小陈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你这丫头 一口一个小陈 小心我揍你 苏乔吐了吐舌头 我可比你还要大几岁 陈爷爷冷声道 我死的年龄 可以当你爷爷了 我有些无语 这老鬼和小鬼伴嘴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 有两个办法 你自己看着弄 有办法吗 我惊喜地看着陈爷爷 有办法就比没办法好 这事儿 虽然是王家扯出来的 关乎的可是整个林庄 我不能一概定论 有办法 就是麻烦一些 陈爷爷将我带来的香烟拆开 取出烟叶子 塞到了自己的烟袋锅子里面 孤独起来 第一种办法 想招给下面的亡魂片上来 找你家堂口灭了他们 都是一群横死的恶鬼 损失不了什么应得 就看你家那堂口 有没有这个实力了 陈爷爷的话我明白 虽然这些人当初都是横死的 但时间久了 难免会产生变化 从作恶多端开始 已经成了恶鬼 只听陈爷爷继续说道 不过在我看来 你家那堂口 有其形 无其时 这话我不便多说 免得遭来记恨 你自己误 我没有多问 心中也有了一定的猜想 第二种方法呢 陈爷爷敲了敲烟袋锅子 继续说道 当初水库能修建成功 下面肯定有能镇压他们的东西 不过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已 你要做的就是给他们骗出来 然后下水修复 成了也就成了 要是失败了的话 你能活着回来就烧高香吧 我有些头皮发麻 这两种方法 怎么听都不太靠谱 靠龙爷 我忽然觉得他还没有靠谱 至于第二种 也是凶多吉少啊 能不能换种办法 比如您跟他们谈一谈 陈爷爷冷笑一声 立即摇头 我不想魂飞魄散 呃 看样子的确挺凶的 我迟一片刻继续提议道 要不试着超度一下 也行 陈爷爷有些阴阳怪气 你想办法给底下上百个具海骨扛出来 就可以超度了 算了 算了 我的想法的确有点天真 事情越发的棘手 其实也没想象中那么难 陈爷爷拿着烟袋锅子 敲了敲我的额头 对我说道 我说的你没有全听明白 重点在于骗 鬼很喜欢看戏 你找个给鬼唱戏的戏班子 给他们全都弄上来 等你下水的时候 就相对于安全了不少 这个时候 你再找到问题所在 不就能轻易解决了 对啊 我一直忽略了陈爷爷提议的重点 他两个方法都说过 要给鬼骗上来 如果能全部稳住 水下不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吗 傻小子 脑袋还是愚钝 陈爷爷指了指苏桥 水库你暂时是下不去了 一会儿你带着苏桥去看看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到时候等你解决的时候 也能顺利一些 我 苏桥不可思议地问道 我这么多年 连后山都走不出去 还去水库 你走不出去 是因为你死在了歪薄树上 他能带你出去 我点了点头 陈爷爷说得不错 成为出马先生 这点事要办不到 也就可以退休了 真的吗 太好了 苏桥兴奋之余 面色猛然间阴冷下来 连连摇头 我不去 你都害怕水库里的东西 我要是去了 你不是害我吗 又不是让你跟他们对着干 看一眼而已 你还怕再死一回咋的 陈爷爷有些不耐烦地转过了身子 对着我摆了摆手 去把小傻子 你命格特殊 生下来就是吃这口饭的 记住 凡是定有缘由 留个心眼 要不然你走不远 伴随着陈爷爷的身影消失 我也打定了主意 至少这事有解决的方向 手伸过来 苏桥将信将疑地伸出了手掌 递给了我 我蹲在地上 抓起一把坟土 拍在了我肩膀上 人身上都有三盏灯 左右肩膀各一盏 我这么做 是为了熄灭其中一盏 然后让苏桥的手掌 搭在我肩膀上面 这样便可以偷偷地将它带出去 这招叫做骗山神 让阴气和我融为一体 在这里提醒大家 可不要跟我学 熄灭一盏灯 可不是什么好事 何在晚上别人叫你 不要轻易回头一样 一口气吹灭了肩膀的那盏灯 可就容易着了 不干净东西的袋 我和苏桥都心有余悸 他死后第一次离开后山 我也头一次骗山神 有没有 山神我不知道 也没见过 但我相信 阴阳都有规矩 要不然 苏桥也不会走不出后山 与此同时 陈爷爷的坟头边上 趴着几条吐着杏子 嘶嘶嘶的舌 离开后山的一瞬间 我们俩都松了口气 这事成了 苏桥沉默不语 我知道 他感叹万分 林庄也和几十年前 有了巨大的变化 当初 后悔吗 我不知为何 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苏桥迟疑片刻 微微摇头 没什么后悔的 至少当初不想 作违背自己内心的决定 像我这种孤魂小鬼 没有网上的可能 啥时候 散了 也就彻底散了 苏桥偷偷地看了我一眼 意味深长地说道 我识字 读过一些书 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 遇到一些我期待的人 一路上 我俩一言不发 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来到水库的岸边 水面依旧不经波澜 同样 头顶的怨气 也越发地浓厚 我拿出一根红绳 上面挂着一枚铃铛 绳子的另一端 拴着一枚铜钱 递给了苏桥 等会下去的时候 仔细看看 遇到危险拉住绳子 我带你上来 说着 我用小刀划破手掌上的横纹 将些许的鲜血 染在了铜钱上面 这样做 可以起到一些保护作用 原来你是断掌啊 怪不得我总觉得 你巴掌要是 打在我身上会很疼 苏桥对我玩耳一笑 随之消失于水中 绳子不停地卷入水中 慢慢地被拉得笔直 铃铛纹丝未动 好在绳子够长 应该不成问题 过了五分钟左右 绳子已经不再延伸 想必苏桥也有所发现 又过了片刻 铃铛剧烈地摇晃 我二话不说 立刻拉回绳子 水面传来细微的波纹 苏桥的小脑袋 浮出了水面 下面有三口石棺 其中一个被一块 绑着尸体的巨石砸出了裂痕 怨气就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 问题应该出在那上面 好 我知道了 上来吧 我继续拉扯着绳子 但这一刻 红石被绷得笔直 任我如何用力 都是纹丝不动 铃铛发出刺耳的摇晃声 我立刻喊道 快上来 我 我上不去 苏桥的身影不停地下沉 我看到了几个手掌般的黑影 拽着他白皙的脚踝 糟了 我不敢大意 立刻使出了所有力气 拉紧了红绳 嘣的一声 红绳断裂 苏桥也被彻底拖入水中 桥姐 我心乱如麻 跳动飞快 为什么会这样 我第一次看事 诸多不顺不说 还害了桥姐 怎么办 我不停地转圈 可周围没有一样东西 能解决眼下的情况 这一刻的我有些无助 又好像是闯了祸的孩子 不知所措 我想要跳入水中 但我清楚 如果我这么做了 绝对爬不上来 就在这时 我口袋里破旧的手机响了起来 打来电话的 正是我爸 儿子 老王家出事了 胡子炸湿了 炸 炸湿 没人守灵吗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我爸听出了我语气中的慌乱 连忙问道 你那里怎么了 没 没事 我挂断电话 看了一眼水面 又看了看村里的方向 小姐 我一定会回来 等我 说完 我只能朝着村内奔跑 路上栽了几个跟头 跌跌撞撞地 来到了老王家的林棚前 大侄子 这是咋了 于老大 你儿子回来了 我被人搀扶起来 脸色很差 我爸赶忙上前 儿子 慢点 没啥事 我双腿颤抖 一言不发 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了院内 胡子的尸体被五大绑 此时的他呲牙咧嘴 空洞洞的双眼 凝聚着狠利 怎么没人守灵 我的语气很差 周围人吓得不轻 这可是我头一次发这么大的脾气 众人面面相去 不敢出声 此时的我也冷静了不少 因为这事 王家的人员已经弄臭了 胡子爹还在审讯 没人帮忙 所以导致了这种事情发生 守灵是一种习俗 其中很多作用便是防止诈尸 诈尸并不是代表着 尸体会活过来 是防止猫狗 这类有灵性的动物靠近 一旦猫狗靠近 给尸体灌口气 后果不堪设想 俗话说得好 人活一口气 人死了 这口气就吐了出来 换成别的气 就不对路 都是一个道理 本来就事事不顺 现在好了 又弄了这么个烂摊子 小浩 先办事吧 胡子是被啥冲着了 看着周围的处处抓痕 以及胡子的模样 我直截了当地说道 野猫 说完之后 我看着吓得瑟瑟发抖的女人 吩咐道 王沈 去屋里拿个盆 倒上水 再给我一把剪刀 哦 哦 我这就去 如果没有诈尸这事 王家婆娘依旧不会相信我 但此时此刻的情形 已经让她吓破了胆 我从背包里 拿出一双红筷子 走到胡子的身前 只见她 对我呲牙咧嘴 口中发出乌乌 野兽般的声响 闭嘴 我用筷子不耐烦地 敲打了胡子的额头 随之 将筷子夹在了胡子的食指上面 嗷嗷的哀嚎声 有些刺耳 传遍了整个村庄 持续半分钟之后 胡子缓缓瘫软了下来 这就完事了 众人倍感意外 他们听说过不少诈尸的事情 但没想到解决起来如此简便 哪那么简单 我只是让它安静一点 与此同时 王沈拿出了盆子和剪刀 我用剪刀剪下来了一块兽衣的边角 将剪刀分开 和边角一同扔进了水盆当中 面向大门 一会儿那野猫自己就会回来 别吓唬它 它自己就会点那口气带走 说完之后 我立刻起身 拽着我爸 朝着一旁安静的地方走去 你这是咋了 撞鬼了 要是撞鬼就好了 水库明显比这要复杂得多 爸 认不认识西班子 你问这干啥 我来不及解释 匆忙地说道 您就别问了 事态紧急 有给死人唱大戏的 可以吗 我微微一愣 大喜过望 这算是歪打正着吗 这年头 还有这个 咋没有 都传统手艺 我爸解释道 早年跟留下子忙活的 就住在隔壁村 今晚能找来吗 今晚 我爸看了一眼时间 这都快十二点了 就今晚 我咬紧牙关 攥着拳头 乔姐是个女鬼不假 但她也是我这些 年来为数不多的朋友 我不能害了她 行 我跟他们有点交情 亲自过去 两个小时内回来 我爸办事向来痛快 说完之后 便离开了王家 亲自前往隔壁的村庄 这一刻的我 瘫软在了一旁 思绪万千 一切都在努力 但一切又好像有些绝望 我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逗得过 水库里的东西 也不知道 能不能就回桥姐 现在 我甚至不清楚 大家会不会相信我 这么大的动静 想必没人会配合吧 我只是一个出马两天的先生 我苦笑一声 颇为狼狈 瑜伽小子 你进屋 我跟你说点事 叫我的是林庄的老村长 我木讷地站起身来 拖着疲惫的身子 来到了屋内 老村长关上房门 炕上摆放着一个老旧的铁箱子 水库出事了 我不解地看着老村长问道 您怎么知道 我怎么就不能知道了 老村长拍了拍铁皮箱子解释道 当初修水库的时候 没少发生怪事 这箱子是当初的阴阳先生留下来的 他说 如果哪天水库出了事 就让我把这箱子拿出来 他还说 水底下有三口石棺材 若是哪口坏了 就给里面的东西压上去 我震撼不已 手掌都忍不住地颤抖起来 下一刻 我打开了铁箱子 里面装着的是一根卷起来的铁链 打眼一看 至少有十多米 铁链上面刻着一些字迹 我认不出来具体代表着什么 但我能感觉出来 这根铁链来头不一般 有很强的震慑力 束缚力 瑜伽小子 你说 这玩意有用吗 当初那个先生我还有印象 有点口印 不像是我们这里的 有用 我笃定点头 心里再次有了期盼 只要我爸能找来唱大戏的 这事就有解决的可能 外面刚才还七嘴八舌 忽然间安静地可怕 我透过窗户看了一眼 只见一只纯黑野猫站在门口 正朝着胡子慢慢靠近 好家伙 你是怎么给这野猫梦回来的 一种土方法 家猫要是丢了 也可以试试 还是很准的 我松了口气 这猫能回来 就是好事 要不然 这黑灯瞎火的 没个找 胡子诈尸这事 算是解决了 真正麻烦的 还是水库的问题 有啥需要帮忙的 尽管说就好 我来动员老少爷们 老村长很是开明地说道 水库当初问题不小 现在咱也不能干看着不是 有了这话 我就放心了 立刻说道 您让乡亲们在水库岸边 打造一个戏台子 从各家各户拿一些板凳出来 大概需要 两百个吧 现在 现在 不管是成事败 我都不想耽搁时间 更需要一个结果 老村长迟一片刻 几经犹豫 还是选择 相信我这个毛头小子 他年纪大了 见过的事情比较多 当初修建水库的时候 他也是亲身经历的 有了他老人家的帮忙 我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紧接着 在老少爷们开始打造戏台子的时候 我在屋内捡起了支人 做了两百个 并且分布贴在每个 放在凳子上面 乡亲们的效率很快 别说一个戏台子 就算一间房子 也能一夜之间拔地而起 一切准备就绪 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 我爸领着戏班子 回到了林庄 小浩 班主我给你找来了 我立刻冲出房门 看到了从四轮子里走下来的戏班子 有男有女 年纪都不小 总共四人 这位就是班主 叫爷爷 爷爷您好 大晚上的折腾您 辛苦了 给死人唱大戏的 想必流程都清楚 我也没有多做介绍 反倒是班主看到我有些意外 估计是 没想到我这么年轻吧 片刻之后 我狐疑地问道 爸 班主怎么不说话 哦 他们是哑巴 我梦了 脱口出道 哑巴 哑巴怎么唱些 我爸拍了 怕我额头 别胡说 人家弄的是皮影戏 你就放心吧 这戏班子 比你这二五子专业 班主微笑摇头 表示不介意 这戏班子 都是很和善的老人 实打实地让我钦佩 万事俱备 我安排了几个 不情愿的汉子守灵 便带着戏班子 和几个打下手的 来到了水库 唱皮影戏的戏班子 果然专业 很快就开始了表演 灯火通明 皮影如同有灵魂一样 在帷幕上跳动 阴风阵阵 两百个 黏着纸人的凳子 摆放整齐 这大晚上的 一群唱戏的一声不吭 台子下摆放着 齐刷刷的凳子 凉风刺骨 场面别样诡异 跟着我来到这里的村民们 此时此刻无比的后悔 这特么的 还不如手灵踏实呢 皮影戏表演得十分精彩 虽然是别鬼唱戏 但我相信 戏班子的功底 绝对更扎实 心头也剧烈地跳动起来 只见一个个人影 慢慢地从水中漂浮出来 朝着岸上走动 他们被这场细索吸引 目光完全放在了帷幕上面 根本无暇观察周围 就在这时 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乔姐 乔姐也看到了我 想要发声 瞬间被我噤声的手势制止 坐下 看谢 我没出声 用嘴唇的动作叮嘱她 乔姐也很默契地配合 坐在了凳子上 纹丝不动 那些指人 是我特意准备的 能暂时地控制 坐在上面的鬼魂 让他们寸步不离 就在我以为 一切都顺利进行的时候 我发现我错了 我错过了 水底下鬼魂的数量 200个凳子 完全不够用 至少还有三四十只鬼魂 在站着看戏 也就是说 在我下水的时候 很有可能被 其余的东西察觉 对我造成危险 可现在 已经来不及了 我只能硬着头皮下水 自求多佛 该死的 数量竟然这么多 预计的200个位置 我以为绰绰有余 没想到 错估的水下的情况 无可奈何之下 我捏手捏脚地 绕过了戏台子 小心翼翼地 来到了岸边 乔姐说 水底下的石棺 有一条裂缝 再加上老村长的叮嘱 只要将这铁链 捆在上面 便可以解决此事 深夜的水中 无比的冰冷 都已经到了这个接骨眼 我退无可退 毅然决然地下了水 铁链的重量 加上我的水性尚渴 很快 我便朝着水底游去 唯一的好消息 就是我这双眼睛 并不畏惧黑夜 可以看清黑夜中的一切 憋了一口气 我以最快的速度 来到了水底 看到了水库下面 不为人知的三具石棺 如同乔姐描述的那样 其中一具棺材 被砸出了一道裂痕 里面散发着浓郁的阴气 这道裂痕并不是很大 但周围弥漫的阴气 是我从未见过的 一瞬间 我寒毛着述 想到了一个恐怖的问题 三具棺材 一道裂痕 就跑出了200多个恐怖的鬼魂 那么 这水底下 到底藏有着什么 不为人知的秘密 究竟 镇压着什么 我不敢想象 希望是我猜错了 如若不然 这灵庄园比传闻更为可怖 我拿出锁链 顺着石棺底部的缝隙 开始缠绕 同时 我也看到了一旁的巨石 上面还挂着一具森森白骨 这便是王驼子 老王家真是干了一件好事 不仅仅害死了王驼子 抛尸的时候 竟然还砸坏了石棺 真是天杀的混蛋 就在锁链触碰到石棺的一瞬间 上面刻画的字符 开始发烫 发烫代表着有效果 这对我而言 是个好消息 哀嚎的声音 此起彼伏 在铁锁接触到石棺的顷刻间 岸上的鬼魂 发出了凄厉的嘶嚎 戏班子的二呼声 悠扬传出 皮影戏在他们手中栩栩如生 坐在凳子上的鬼魂们 被牢牢地束缚在原地 剩余的那些 却是蠢蠢欲动 我憋着一口气 飞快地将锁链缠绕在石棺上面 伴随着我手中的进度 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石棺的裂缝 就好像一个漩涡似的 不停地将弥漫出去的 阴气席卷进去 同时我也能感受到 身后越发的冰冷 就插最后一圈 我就可以将铁锁 完全缠绕在石棺上面 就在这时 我的身体被猛然拖动 转过头去 我看到了各式各样恐怖的面孔 它们面目猙獰 面目惨白 七孔流淌着心红的血液 将水底染红一片 我的双腿 被手掌死死地握住 留下了一个个乌黑的手印 恶鬼的阴气 渗入我的身体当中 我整个身子变得沉重 思绪也开始渐渐模糊 此时的我 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将铁锁 完全地捆在石棺上面 恶鬼们并没有停歇动作 它们想尽办法阻挠我 变换出无数惊恐的模样 但这一点 对我完全没有效果 从我疯了那天开始 我见过更为恐怖的东西 手臂 脖梗 以及后背 传来了阵阵痛楚 尖锐的爪子 掐住了我的脖子 血盆大口 咬在了我的手臂上面 鬼怪最擅长的 便是摧毁人们的心智 这点对我无效 它们只能用自身的阴气 来腐蚀我 不得不承认 这一招很管用 我的四肢已经不受控制 神智也渐渐地模糊起来 就像当天胡子的遭遇一样 那些恶鬼 将它拖入到了水里 此时此刻 它们也想要 给我留在这里 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口中发出咕噜噜的气泡 更能感觉到冰冷的水 灌入我的口中 难受 无比的难受 该死的混蛋们 我怒然咆哮一声 不甘心被留在这个鬼地方 我才坐了两天的出马先生 刚刚从傻子恢复过来 难道 就要葬身于这个鬼地方 我不清楚我现在的表情 但一定比他们更恐怖 你们敢咬我 我也咬你们 我爆发出了身体所有的力气 一边缠绕着锁链 一边张开大嘴 狠狠地咬住了 离我最近的那个鬼魂身上 这一口下去 鬼魂黑雾般的身影 竟然被我咬出了一个缺口 不仅仅我愣了 那个鬼魂更是吓得逃窜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敢多想 命悬一现地 我疯狂地呲牙咧嘴 谁敢靠近我 那就咬死谁 一时间 我的胡乱操作 给我留出了最宝贵的时间 铁链缠绕完毕 所有的印记发挥出了作用 不管是周围的鬼魂 还是在上面看大戏的鬼魂 在这一刻 全部被席卷了进来 被重新地关在了石棺当中 松了口气的我 满意地露出了笑容 随之 没有丝毫力气的我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估计已经没有机会 回到岸上了吧 就在我彻底放弃的一瞬间 有一个身影 抓着我的手 朝着水面返回 鱼 还是叫你鱼傻子吧 对不起 胡子的鬼魂 在这一刻得到了安宁 我隐约中 听到了他愧疚的忏悔声 谢谢你做的一切 以前的事 抱歉了 我顺利地上了岸 听到了阵阵脚步声 之后 一概不知 鱼小子上来了 快帮忙 村民们立刻将我拽了上来 不停地按压我的胸口 儿子 醒醒 醒醒 我爸急疯了 在我吐出几大口水之后 才震惊些许 天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们看鱼傲的身上 男女老少围了上来 映衬着灯光 看到了让他们 一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我的身体 无数个漆黑的手印 牙印 整个人就好像 被当作食物分解了一遍 孩子 回家 跟我回家 阳光有些刺眼 睁开眼睛 我看到的是自己的房间 我还在水里 我吓了一跳 发觉自己 在一个木桶里面浸泡着 身体无比疲惫 疼痛 火辣辣地痛楚 别动 还需要浸泡三个小时 我爸从门口走了进来 对我说道 留虾子让你在糯米里面浸泡 要不然那些阴气 你几条命都不够赔的 说着 我爸有些心疼 又责怪地 拍了我额头一巴掌 质问道 怎么 你这条小命不值钱 值钱 当然值钱 好不容易变成正常人 我的世界才刚刚开始 怎么会不值钱呢 说实话 如果问我后不会后悔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可又有什么办法 天生注定吃这口饭 今天只是个开始罢了 退出 做一个普通人 如果龙爷点头的话 我二话不说 果断变成一个普通人 看出来我心思复杂 我爸也没有太多的埋怨 儿子 胡子的葬礼 我靠在木桶的边缘 轻声地说道 正常操办就可以了 水库那头暂时解决了 没错 我用的是暂时两个字 那些亡魂 全部回到了石棺当中 但不代表着 会一直风平浪静 正如我当时看到的那样 三口石棺 绝不是封锁着一些 普通的鬼魂 若有一日 再度发生问题 绝对比这一次还难缠 至于解决的事情 我就不考虑了 目前绝对无计可施 随后 我爸盯住我 好好待在木桶里浸泡 他便走出家门 帮忙操办胡子葬礼的事情了 小鱼子 我可以进来吗 一个声音出现在大门外 像是一只小猫蜜一样 征求着我的同意 乔姐 他没有回后山吗 进来吧 征求我的同意之后 乔姐捏手捏脚地 走到了我的面前 十多米的距离而已 在他面前显得举步维艰 尤其是路过龙爷排位的 房间的时候 吓得半死 生怕龙爷给他吃掉似的 你怎么没有回后山 我很是疑惑 水库下面的石棺 本身就是 关押那些恶鬼的 所以不会对胡子 以及乔姐奏效 此时他没有离开 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我 我回不去了 怎么办 小鱼子 回不去了 一时间 我没有反应过来 不知道乔姐这话 是什么意思 是啊 就好像被挡在了外面似的 乔姐解释道 昨天看完那场戏 我就打算回去 简直快给我吓死了 结果到山脚下 说什么也进不去 是不是需要你送我回去啊 怎么可能 我也一头雾水 带着乔姐出来的时候 的确需要一些手段 但他本身就是后山的鬼魂 为什么有回不去这个道理 本来就心有余悸 脑子乱轰轰的我 暂时不想考虑这么多 有些疲惫的说道 你先休息会儿 等我出来帮你问问 三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完毕 虽然身子骨还是疲惫不堪 好歹阴气已经拔了出去 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出来之后 我爸正好再给龙爷上供 索性问一下乔姐的事情好了 来到供奉的房间 我亲自烧香 摆放供品 敲了敲牌位 龙爷请 哼 你小子竟然活着回来了 这么大的事都操办了 以后用不上我了吧 岂敢 岂敢 我连忙放低姿态 恭敬地解释道 只是不敢大事小情 都叨扰龙爷 哼 算你小子有点眼力 龙爷抓起贡果 就要自傲地问道 说吧 叫我出来干嘛 龙爷 我在后山请了个小鬼 帮忙下水看看 可忽然间回不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才能将它送回去 龙爷拿着苹果的手掌 明显微微一颤 停顿了片刻 可能封山了吧 回不去就跟着你好了 啊 我一头雾水 再次问道 封山是什么意思 龙爷明显有些不耐烦 摆了摆手 拿那么多问题 自己想办法 这 果然啊 这堂口下的 有和没有差距 并不是很大 无果之后 我只能带着乔姐一探究竟 看看问题 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 后山依旧是后山 和昨天晚上下来的时候 一模一样 站在山脚下 我越发的狐疑 出来都可以 怎么就回不去了呢 跟着我 我大步向前 很轻松地 就迈过了山脚 就在这时 我原本牵着乔姐的手 却忽然松开 就好像是被某种 无形的力量切断了似的 转头看着乔姐 被阻隔在了边缘 无法入内 还有这事 我见多识广 诡异的事情遇到不少 可这种状况 的确是头一次 尝试了几次过后 依旧如此 每当乔姐想要进入其中 都会被一股力量阻拦 你别急 我去问问陈爷爷 我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 想要问问老鬼陈爷爷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当我真正留意后山的时候 才发想 这里一片死界 安静 安静地可怕 大白天的 后山看起来一切正常 实际上 却有着巨大的变化 所有的鬼魂 都销声匿迹 不见踪影 这不正常 很不正常 我在林庄出生 长大 疯了也有七年多的时间 后山是坟地 怎么可能没有鬼魂 鬼这个东西 其实并不畏惧阳光 只是不愿意白天出来而已 如果问他们 白天怕什么 只能说他们怕人罢了 而现在 一切都消失全无 就好像从来未曾出现过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接下来 我尝试了搜寻 甚至是招魂 都一无所获 包括陈爷爷在内的所有鬼魂 全部蒸发 不见了影踪 几个小时之后 渐渐夜幕降临 我走出了后山 可以确定的是 这些 我原本熟悉的亡魂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突发状况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离开后山 乔姐仍在等候 小鱼子 陈爷爷怎么说 我皱眉摇头 将我所得知的一切 告诉了乔姐 啥 我出来一天 加没了 乔姐也猛了 不停地追问我到底 是怎么回事 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至于龙爷 他仿佛知道些什么 但他当时的样子 即便是我追问 估计也毫无结果 那我怎么办 这里毕竟是乔姐的家 突然间流离失所 他一时间也是不知所措 乔姐 你先跟着我吧 后山这里突然发生一变 问题恐怕不是我们 能想象的 我尽快地调查出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乔姐如同小鸡灼米时的点头 立刻同意了我的说法 好的 只能跟着你捞 不然的话 我还能去哪里 我忽然间觉得 乔姐貌似没有想象中那么郁闷 反而很乐中现在的结果 胡子的葬礼如期举行 全程顺利 安葬于后山 那天我作为白氏先生一同前往 后山依旧安静地可怕 期间我使用过很多方式 调查后山的一变 依旧毫无头绪 乔姐也只能跟在我的身旁 除此之外 当晚我从水中漂浮出来之后 村民们打捞上来一具白骨 经过鉴定 这具海骨是王驼子的 同时也找到了 给胡子爹定罪的关键证据 至此 我成为出马先生的第一次看事 到此结束 过程坎坷 好在完成了该完成的任务 不过 我也清楚 不管是水库底下的三口石棺 还是后山的悄然宁静 都尚未解决 目前也不是我能力 能够触碰的 休息了几天 我身体也渐渐痊愈 每天无非 就几件事情 上供 看书 和乔姐聊聊天 小浩 有人找你 我爸嗓门洪亮 带着两个陌生人 回到了家中 我朝着门口一看 一个农村妇人 拎着两只大公鸡 一筐鸡蛋 还有一些水果走了进来 他身旁还跟着一个 浑浑噩噩的年轻人 看样子二十多岁 眼中无光 举止目呢 进入屋内 妇人看到我明显一愣 对着我爸小声地问道 这位就是大仙 瞧你说的 年纪轻就不能是大仙了 我爸炫耀地拍着胸脯 保证道 你在俺们临装问问 谁不知道我儿子的本事 要不然 刘虾子能推荐你过来 说着 我爸对我介绍道 小浩 这是东头村来找你看事的 叫张仪就行 张仪 请坐 妇人坐在了炕上 依旧不停地打量着我 毕竟我这个年纪的出马仙 的确是凤毛麟角 给你儿子看事 我的话成功引起了张仪的注意 他连连点头 对我的信任也增添了不少 没错 我儿子最近怪怪的 整天魂不守舍 无精打采 刚开始的时候发高烧 我以为病了 去医院看也没查出什么 直到昨天 大半夜地站在高速上 要不是护灵员看到了 那后果不堪设想 我灵力的目光 一直放在张仪的儿子身上 随即问道 姓名 生辰八字 李勒 二十四岁 四月 我将李勒的生辰八字 写到了一张黄纸上面 然后将一只公鸡拽了出来 将黄纸贴在了机头上面 原本大公鸡还有点挣扎 被我轻拍了三下脑袋之后 便乖巧地趴在炕上 一动不动 这一幕 可震撼到了张仪 对我更为深信不疑 紧接着 我口中念念有词 唱起了神调 其实我并没有学习过班杆子 帮兵爵什么的 但正如刘虾子所言那般 有些东西 是刻在骨子里的 何况是我 注定吃这碗饭的 因来有情情来有雨 雨过天晴天放光明 路过八方都帮打听 叫声里乐 你看分明 还别说 我唱这段还挺好听 靠着柜子的巧姐都乐坏了 我睁开双眼 伸出手掌 压箱前 张仪看了看我爸 有些不知所措 我爸笑着说道 给一毛都行 但不能不给 哦 哦 张仪连忙应了两声 将十块钱递到了我的手中 随之 我开口说道 你儿子欠了债 被勾了魂 人家不放 门槛外面的 这事有点麻烦 我儿子欠别人钱了 我连连摆手 不是这个意思 欠的是约定 这主不好谈 门槛外面指的是 不是你本家的 从外面招惹的 对了爸 你把本家带来的贡品 给龙爷摆上 我爸也不耽搁 立刻忙活起来 随后 我对着李乐摆了摆手 他虽然木讷 但也还算乖巧地 坐在了我的身旁 十四天前 拿人家东西了 李乐点了点头 对我说道 那天我从镇子里回来 看到树上挂着个红包 就捡了过来 这一拆开不要紧 里面足足有三千块钱 我当时高兴坏了 挥霍了几天 反正是捡来的 我冷笑一声 冷声说道 什么钱你都敢拿 索命的红包 是用来找替身的 你以为这钱能白给你 李乐很紧张地看着我 开口道 大仙 这几天 我总能听到 阴森女人的声音 还迷迷糊糊地 走到了高速公路上面 求您救救我吧 听到这话 张仪紧张不已 这几天下来 她儿子基本不说话 但见了我之后 虽然依旧如同行尸走路 但也正常了不少 再加上我说的都很准 这里面肯定有说到 大仙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可急死我了 你儿子拿了人家的索命红包 是要给人家当替死鬼的 啥 替死鬼 替死鬼这两个字 在乡间并不陌生 最常见的替死鬼是水鬼 必须拉别人下水 才能超生 除此之外 很多死于非命的亡魂 也需要找替死鬼 要不然会永远被束缚一处 不过 这事儿有点奇怪 一般鬼魂找替死鬼 都是自主寻找 挑选那些体虚多病 时韵不佳之人 但李勒所说的是 他拿了红包之后发生的怪事 也就代表着 这里面掺杂着人为的因素 等拿红包之人死了之后 自然水到渠成 不过找替死鬼这种方法 有损应得 也需要一些能耐 一般人做不了 这隐秘的背后 令我感兴趣了不少 把你身上的信物给我 我对着李勒索要一些东西 红包内除了钱之外 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大仙 啥信物 我没有啊 没有 我朝着李勒的腰间一掏 拿出了一个鲜艳的红包 这是什么 李勒脸色惨白无比 险些瘫软下来 只见他不停地摇头 好似见了鬼似的 不 不可能 怎么会在我身上 那天我拆开红包之后 就把这玩意给扔了 里面除了钱 还有一个干枯的柳叶 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确定这是柳叶 我拆开红包 从里面拿出了李勒形容的柳叶 冷声说道 这是眼皮 人的眼皮 听到这话 张一按道不好 心里也明白 这事不一般 连忙从口袋里 掏出来几张大钞 递给了我 大仙 你一定要救救我儿子 李勒这混小子 是我们家独苗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跟他那个死鬼老爹交代啊 已经压过箱了 钱就不必了 有些规矩不能破 必须得收 其实我也想给我爸 缓解一下经济压力 每天的供奉开销也不少 但面对一个农家妇人 还是算了吧 大仙 您可千万不能不管啊 瞎子叔说 这事儿 只能您帮着解决 我有些郁闷 刘瞎子真是甩了一口好锅 他怎么说的 张一连忙说道 瞎子叔说 这事儿他解决不了 让我来林庄找一大仙 或许还有解决的办法 我他的口气 也意识到了 事情的确不简单 刘瞎子十里八村都有所名气 这对母子找到他的头上 刘瞎子肯定帮忙 尝试了才对 身上的黄皮子是文献 他们擅长的是招魂 安葬 甚至是找东西等等 遇到这类事情 他们首先选择的方式就是谈判 如今给这母子二人 推到了我这里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谈崩了 而我家的堂口龙爷是武仙 刘瞎子的言下之意 无非是在告诉我 实在不行就灭了 说来简单 做起来难得很 我站起身来 朝着供奉的房间走去 同时对着母子二人说道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 两分钟后 我拿来了龙爷的牌位 重新坐在了炕上 伴着母子二人 差异的目光 我敲了敲牌位 恭敬地说了句 龙爷请 你小子又干嘛 我一直盯着 你爹在那杀鸡 都缠出口水了 有啥事 快说 我指着母子二人 对着龙爷说道 龙爷 这小子 看出来了 被冤魂锁命了 有啥好说的 自己贪婪 咋的你想替他 我特忙 口头的功夫 也不是这老家伙的对手 龙爷 话不能这么说 怨鬼锁命倒是理解 可这事掺杂着人为因素 有损应得 您要是能帮着解决 对您的道行和应得 也有所提升 何留而不为呢 龙爷捋了捋胡须 霸气的面旁 陷入了深思熟虑 你说的不无道理 倒是可以考虑 这事有戏 我连忙顺着话接了过去 龙爷 要不您找对方谈谈 谈 谈个屁 龙爷霸气地指着我说道 你当我是那些 上不了台面的文仙呢 老子字典里 就没有谈这个字 直接灭了不就得了 不得不说 那天龙爷 吞掉王驼子的事情 对我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这也是我不想 轻易请他帮忙的原因 吃这口饭 就要遵守规矩 遇到事情 首先考虑的 就是灭杀的话 估计我这条小命 也活不了多久了 但此时的龙爷 的确霸道 这架势 绝对傲视一切 尤其是那一句 老子字典里 就没有谈这个字 后来我才知道 这老灯 他没有字典 龙爷虽然硬气 但我不能这么做啊 立刻低声下气地 抚慰起来 您看啊龙爷 但对您而言 也是一种损耗 所以我觉得这事 能谈下来最好 一方面可以增加您的香火 应得 另一方面 也让您没有丝毫地消耗 可谓是两全其美 说着 我上纲上线地吹捧起来 尤其是您的身份 谁见到不跪地求饶 乃用得上 和一帮不入流的小鬼计较 哈哈 龙爷畅快地笑了起来 很明显 他被我这一串彩虹屁 吹嘘得洋洋得意 心情大好 你小子说这话中听 比你那死鬼老爹强多了 行 我帮你查一下这女鬼来落 晚上跟你去会会他 一听这话 我再度吹嘘了几句 出马仙里有很重要的一个字 那就是查 帮人看事 要是一问三不知的话 丢人就丢大发了 所以查也是检验出 马仙实力的标准 我可以看到 李乐身上发生的事情 也可以看出他丢了魂 但如果说找到索命 正主是谁 就不是我能办到的了 这类事情 以及谈判都不是我的任务 主要是看身上的仙家 有没有这个本事 既然龙爷答应下来 就简单了不少 他查出来对方是谁 然后和我去一同谈判 如果对方服软 这事也就成了 要是不同意 那就换种方法 反正找替身 是害人不浅的行为 大不了让龙爷 灭了对方也可以 不对啊 想到这里 我犯起了嘀咕 按理来说 龙爷查到了对方 直接叫过来谈就可以了 他为什么要我晚上 和他亲自去一趟 另外 刘虾子也接了这个活 并且以失败告终 也就是说 对方还是有些能耐的 这里面有点不正常 龙爷 我小心翼翼试探地问道 为何不让对方来您这儿谈 我想活动活动 松松筋骨不行吗 龙爷瞥了我一眼 冷哼一声 既然老夫成了你堂口的 长堂大教主 就算再不情愿 答应你的事 也不会反悔 帮你解决问题 能给我提升应得 和恢复道横 索命的是个婆娘 在一间庙里 出不来 你不去还能咋整 原来是这样 这一次 的确是我粗心了 估计对方和乔姐差不多 被限制在一定的方位 不得离开 这种用招魂的方式 是不奏效的 随之 龙爷离开 估计是享受供奉去了 我转身 对着母子二人说道 张仪 我家大仙说了 晚上去看看 争取帮你解决 替死鬼这事 真的吗 谢谢大仙 谢谢大仙 张仪激动不已 不停地道谢 臭小子 都是你 鬼迷心窍 还不谢谢大仙 李乐一动不动 眼睛无光 整个人再次变成了 木讷的状态 我挥手制止 解释道 张仪 你儿子丢了活 还没恢复正常 骂也没用 这样 你们先回去 看好你儿子 等我给你们消息之前 一定不能让他外出 看着我认真的模样 张仪有些慌了神 大仙 我 我有点害怕呀 我仔细地想了想 叮嘱道 这样吧 你们先去留下子那里 完事之后我通知他 这样也有个照应 那好 那好 张仪再次起身 道谢 却被我拦了下来 大仙 还有啥事吗 我点了点头 对他说道 是这样的张仪 我家那位老仙比较刁钻 这事 我们帮您解决 不过是成之后 还需要一顿供奉 别说一顿 只要我儿子能渡过难关 就算是一百顿都可以 人与人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换作王家婆娘 估计这儿会都撒泼了 夜幕降临 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整理了一下随身的背包 再度走出了家门 这一次我没带着桥姐 原因很简单 她胆子小 和龙爷一同出行 这丫头非吓死不可 龙爷 我们去哪 牌位里传来了龙爷懒散的声音 往南走 穿过高速公路的山里面有座庙 就在那里 我按照龙爷的提示 开始前行 有很多事情 其实是难解释的 想了解一件未知的事情 以我们的能力很难达成 而龙爷就可以了如指掌 北方马家就是这样 利用五仙来沟通王者 替人看事 除了出马仙之外 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做法 只是方式不同 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我来到了一处阴森的山林 越发浓厚的阴气让我明白 这里的确有问题 龙爷也感受到了周围的变化 轻声说道 阴气比想象中的要浓郁很多 第一次听到龙爷柔和的声音 让我倍感意外 随之打趣地问道 龙爷 是不是害怕了 这个问题 明显刺激到了龙爷 只听他怒然训斥着我 放屁 只有鬼怪怕老子的份 老子就没怕过任何人 说得的确挺霸气 可听起来怎么这么心虚呢 倒是你小子 龙爷冷哼一声 别以为下了堂口就无所顾忌 你这身子骨 最吸引的就是脏东西 可别把小命丢在路上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龙爷话语中有调侃的意思 但不管是皇家的太奶 还是现在的龙爷 甚至是乔姐 都提到过我的命格 看样子 我是很容易招惹邪碎的那一类体质 再次走了十几米 眼前也变得雾蒙蒙的 这座山并不是很大 但我总觉得一眼看不到镜头 我从背包中拿出了几根红布条 记在了一旁的树干上作为标记 省得迷路 就这样 我再次走了十几分钟 再度看到了刚才记着红布条的那棵大树 鬼打墙啊 龙爷的语气中有些嘲弄的意味 我点了点头 嗯 里面的东西不想让我们进入 那你还不撒泡尿冲一冲 我有些无语 郁闷地问道 龙爷 我带您出来遇到鬼打墙 你让我用土办法解决 不然呢 莫非你让老夫我出来撒泡尿冲一下 我就知道 带着这老混蛋和我自己出门 没啥太大的区别 这货完全就是个指南针 除此之外 毫无用处 鬼打墙有两种 第一种是鬼魂站在你面前 遮住你的双眼 让你无法分辨方向 因为我有阴阳眼的缘故 这招对我无效 第二种就是用阴气来影响行人的判断 这种要求比较高 也就是说这鬼婆娘的本事不小 同时 鬼怪这个东西 怕脏和阳气重的东西 例如 公鸡和黑狗血等等 我并没有随地解决 而是拿出一个小刀片 在自己手掌的横纹上 轻微地划了一下 然后将一滴血点在了 我的额头上 断掌之人阳气重 这滴血效果很好 除此之外 遇到这种事情 用蛇咸血也是一种办法 前提自身不适 体虚多病那种 树林两旁传来刷刷的声响 静谧中掺杂着诡异 我在黑暗中 看到了一处建筑物 若隐若现 被雾气笼罩 应该就是这里了 我大步向前 在门前三米左右的位置 停了下来 这里是一间废旧的破庙 斑驳的墓边上 依稀可见两个字刻在上面 寂庙 寂庙 这是什么意思啊 早些年日子不好过的时候 在荒郊野岭 发现无名师的事情时有发生 这寂庙就是安顿这类人的地方 也算是给死者一个栖息地 统一存放 听到龙爷的解释 我恍然大悟 怪不得阴气这么重 倒也能说得通 放屁 龙爷骂骂咧咧道 小子 不懂就别瞎说 当时那个年代 能有个葬身地就不错了 荒郊野岭 能被安顿在这寂庙的死人 哪里还能有怨气 按理来说 这寂庙阴气是最轻的 甚至晚上路过的人 在这里住一晚 都比外面安全 这里目前的状况 绝对不正常 这次真的学到了 龙爷这家伙 终于给我科普了一些 我不了解的知识 有了龙爷的提醒 我小心谨慎了不少 一步一步地靠近寂庙 知呀 老舅的木门被我推开 传来了如同磨牙一般的声音 竹王打在了我的脸上 黏糊糊的很是难受 看样子 这里的确很久 没有人涉足了 寂庙内部的空间不小 刚迈出一步 我就忍不住地咳嗽起来 这里的灰尘 是有多久没有清理了 映入眼帘的是 挂在墙上的一副 磨损严重的神像 具体是谁 已经难以分辨 几块灵牌七零八落地 倒在供台上面 香炉更不用说了 里面厚厚一层 不知道是香灰还是尘土 庙内的正中央 摆放着一个支离破碎的巨大木箱 只有几块木板支撑起来 除此之外 房间内处处脏乱 再无其他 那木箱就是用来装尸体的 堆满之后 找个地方就埋了 听到龙爷的话 我来到了破碎的木箱前 将脑袋伸了过去 看了一眼 龙爷 啥也没有 能有啥 龙爷不耐烦地说道 这都多少年了 咋的 还给你留几具尸体观赏一下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转过身来 捏着下巴说道 你说的没错 这寂庙内的阴气 的确比外部少了很多 而且来的路上 包括到这几秒 咱们可一个鬼魂 都没看到 阴气重的地方 少不了一些鬼物 连来的路上 都能遇到鬼打墙 这里怎么会如此安宁 就在我疑惑难难的时候 偌大的木箱子里 传来了一声轻微的呼唤 具体说了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好奇心的趋势下 我再次给目光放在了上面 依旧空无一物 难道我听错了 龙爷 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转过身去 我脊背发凉 眼前空无一物 龙爷 人呢 屋子内空荡荡的 原本就在我身后的龙爷 不见踪影 与此同时 老旧的木门 传来砰的一声 紧紧关闭 屋内渐渐有了光亮 烛火摇曳 闪烁 透露着诡异 我猛然转身 面前哪里还有废弃破妙的模样 出现在我面前的 是一个巨大的喜字 让人头皮发麻的 是这个喜字 是白色的 白色的沙帘 白色的烛火 白色的床榻 整个就是一灵堂的布置 原本中央的木箱子 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床榻 里面好像还有一个身影 你 你是谁 我试探地问着 脚步却慢慢向后退 走到门口 我尝试着推开房门 但无论我怎么用力 都无济于事 你终于来娶我了对吗 床榻的沙帘后 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个声音空灵 幽怨 甚至还有点好听 你就是要找替身的女鬼 我犯起了嘀咕 这女鬼有点意思 看样子是成婚时死去的 执念颇深 咯咯咯的笑声 让人不寒而栗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重复着之前的话语 阴风阵阵 沙帘百动 里面的身影 缓缓从沙帘内走了出来 我心头忐忑 有些紧张 这种事 我也是头一次遇到 偌大的妓妙说没就没 这女鬼的能耐不一般 就算是迷了眼 也太突然了一些 你这找替身有损应得 我是来处理此事的出马先生 不要执迷不悟 害了自己 我下意识地摸向了腰间的背包 那里有我随身携带的物件 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下一刻 我头皮发麻 我的腰间 哪里还有背包 取而代之的是一朵白 而我的身上 也穿上了兽衣一般的长衫 柔软 纤细 但有些冰冷的手掌 缠绕在了我的脖梗上面 她已经站在了我的面前 我胆子比较大 将目光也落在了她的身上 映入眼帘的是 苍白如纸的肌肤 这个女人长得还不赖 身形修长丰满 穿着红色的旗袍 一颦一笑 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指甲嵌入到了我的皮肤当中 活辣辣的痛楚 让我清醒了不少 姑娘 找替身这事有为天脸 我来这里是解决问题的 我的话貌似让她有些愤怒 嵌入我脖梗中的指甲 再次加大了力度 既然来了 就留下吧 我要让你也被包皮拆骨 凄厉的声音 回荡在整个房间 她拽着我 朝着床榻走了过去 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也一肚子气 水库那事儿 我就处处受着委屈 是个鬼怪 就能欺负我一下 尼菩萨还有三分火气 成为出马先生没多久 这么多不给面子的亡魂 以后让我怎么混 好歹我也是五仙出马 还能让你给熊啊 手无寸铁的我在 气急败坏之下 咬破舌头 将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滋滋啦啦的声音 如同锅里的热油 沾染到我蛇咸血的女人 淒厉哀嚎 面容也扭曲得争鸣不已 她猛地后退了几步 原本的美感 瞬间消失全无 双手捂着面旁 发出刺耳的声音 男人没个好东西 你们都该死 阴气弥漫在整个房间 我也看到了 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眼前的女人身体 出现了一些变化 她光着的脚掌变得发紫 紧接着 一根根脚趾就像是被切断了一样 掉落在地上 随后 她双腿的骨骼仿佛断裂了一般 呈现着一种诡异的扭曲 在网上 一滩乌黑和血迹混为一坛 随着小浮处的空洞流淌下来 散发着血腥和腐烂的气味 我忍不住地干呕起来 该说不说 这一切的确是太恶心了 脏气 鲜血 肠子掺杂在一起 一同流淌出来 紧接着 她用插着针芒的指甲 撕扯着自己的身体 最后 血肉模糊的她 拎着一整腹皮囊 站在我的面前 我 好看吗 我摇了摇头 捂着嘴巴 尽可能避免自己吐出来 那你是在说我很丑吗 女人声嘶力竭地咆哮着 阴气也越来越重 缓缓地朝着我走了过来 我能感觉到她对我的敌意 估计是要弄死我吧 大姐 你要清楚 丑和恶心是两回事 我无语地说道 你想要找替死鬼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就别问这种白痴的问题了好吧 那你就和我一样 去死吧 面前的女人 化作一团血污 冲向了我的身体 我整个人都被浓烈的怨气和阴气所笼罩 我知道 她想要做什么 替死鬼寻找替身 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摧毁目标的心智 然后占据她的身体 将被占据之人用自身的死法折磨一遍 达成替死的效果 不过这女人智商明显不够用 我都说了 我是出马先生 就在她的阴魂 想要占据我身体的一瞬间 仿佛受到了某种冲击一般 所有的怨气都被反弹了回去 她重新幻化成恐怖的身影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有什么好惊讶的 都说了 我是出马先生 我冷声说道 我这身体 可是能请仙家的 就算是仙家不在 也不是你这种鬼魂能够占据了 想多了吧 女鬼惊恐地看着我 即便我什么都没做 也暂时没想好 怎么对付她 但她强行想要拉我当替死鬼 的确愚蠢了一些 刚才震慑出去的一瞬间 她也受到了不小的损伤 在一瞬间之下 周围的场景就好像被撕裂了一般 鬼迷眼取决于鬼怪自身的实力 即便是我 也难免不了地着了等 不过她实力受损之后 周围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 依旧是烛火摇曳的房间 不过周围已经出现了些许外界的痕迹 我的背包也重新出现在了我的腰间 女鬼深知 无法让我成为替死鬼 狠是知趣地慢慢退散 直至消失不见 此时的我皱起眉头 因为我并不在几秒当中 而是一个狭窄的空间 我低头看向了脚下 只见一副满是伤痕的白骨 淋淋散散地在我眼前 旁边还有一张完整的人皮 小子 死了没有 龙爷的声音出现在了我的头顶 一根绳子顺着洞口延伸了下来 你小子也有迷了眼的时候 非要跳到这枯井当中 拦都拦不住 多亏了是口费井 要不然淹死你 赶紧上来吧 这地方有点古怪 绳子滑溜溜的 还有点冰凉 我仿佛猜测到了什么 果然 这乃是绳子 分明是一条吐着杏子的蛇 我靠 蛇 虽然 龙爷也是一条长虫 不过这玩意 的确让我打心底的反感 上不上来 这大半夜的 我上哪里给你弄绳子去 无可奈何之下 我只能硬着头皮 闭着双眼 不停地安慰自己说 这就是一条再正常不过的绳子罢了 不知道怎么爬上去的 我倒在草地上 心有余悸地喘息不已 龙爷 刚才你人呢 你还好意思问我 龙爷不耐烦地说道 你小子平日里看起来挺机灵的 还能被鬼迷了眼 刚才劝都劝不住 扑通一下就跳井里面了 算你走运 下了堂口 要不然 你就成替死鬼了 这老家伙 说十句话 有一句话是真的就不错了 我被迷了眼 他劝阻无果 听上去就有些扯淡 一个女鬼罢了 他要是能解决 早就出手了 龙爷 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皱着眉头 暂时无法考虑太多事情 龙爷的实力 我也初步地有了个了解 不过这事 倒是有点棘手 怎么办 我给你出个主意 龙爷惬意地说道 要不然这样 你和东家商量一下 让他儿子当替死鬼算了 我十分确定 龙爷这话 绝对不是在开玩笑 龙爷 这就过分了吧 我苦笑着说道 那人钱财替人消灾 要早知道解决不了 这活我都不接 但现在答应了别人 哪有半途而废的道理 您快别逗我了 龙爷这么大的本事 怎么会被一个小管给难住 龙爷这人 吃软不吃硬 尤其是受不了吹捧 果然在我三言两语的恭维之下 他也得意洋洋地拍着胸脯 那是当然 也不看看也是谁 老子可是要成为真龙的 龙爷思绪片刻回应道 这样 今天先回去 让你老子赶紧给五王鞭打造出来 有了衬手的武器 咱这五仙才能发挥出实力不是 这话我认同 瞎子爷爷身上是文仙 所用的是看事的文王骨 龙爷是五仙 虽说实力大不如前 但有了五王鞭的话 多多少少会比现在的情况好上一些 所幸 今晚吃了亏 就先到这里好了 要是再出现意外 估计就没这么好运了 就在我和龙爷 打算回去从长记忆的时候 树林里传来了刷刷刷的声响 呜呜的哀嚎声有些凄惨 一股浓烈的心气传遍四方 大仙 救我 声音有点耳熟 难道 李乐 我连忙冲进了树林当中 看到了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身影 不是李乐 又会是谁 该死的 不让你待在留下子家里吗 跑出来干嘛 我气急败坏地骂道 真是做死的混蛋 大仙 不是我要来的 我不受控制 啊 又是一声哀嚎 只见李乐用自己的指甲 狠狠地抓住自己的脸颊 硬生生地扯下了一块肉皮 看到这一幕 我立刻上前阻拦 但李乐的力气出奇地大 一把将我甩了出去 砰的一声 我后背酸痛不已 撞在了树上 至于李乐 行为依旧癫狂 照这样下去 他这条小命 恐怕要玩完 死状估计 和那女鬼一模一样 我就说 这事儿不一般 他身上有阴线 听到龙叶的声音 我立刻抬头看去 的确察觉到了些许的异样 所谓阴线 也就是阴气凝聚而成的线条 死死地拴在李乐的脚踝 只要李乐不死 这条线就会一直存在 而这条线 并不是依靠鬼怪自身 能凝聚而成的 也就是说 我在不知情的条件下 招惹了一个 应该躲得远远的存在 我是出马仙 帮人看事 同样 出马仙也有其余的种类 有帮人看事的 就有帮鬼看事的 这类人也称之为出马仙 但他们更为强大 做事不择手段 无所顾忌 在不考虑有损应得的情况下 他们的仙家更为霸道 我这类出马仙帮人看事 获得供奉 来提升自家仙的道行 他们这一类帮鬼看事 利用阴气怨气 来提升仙家的能耐 根本不是我这个 出出茅庐的茅小子 能够媲美的 这一刻我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在留虾子家中 这李乐还能跑出来 感情留虾子根本不是对手 龙爷 这 我立刻转身看向龙爷 想要寻求帮助 而龙爷则是将目光 放在了不远处 直视着一道身影 我以为是谁呢 竟然敢管我的身影 原来是一条 没了气候的长虫 说话的身影 渐渐靠近 是一个勾搂着身子的老妇人 老玉的个头十分矮小 拄着拐杖 她的面庞有些扭曲 有些猙獰 最让我感到惶恐的是 趴在她背上的那只狐狸 尖嘴猴腮 身上被一团黑雾所笼罩 那便是浓厚的阴气 这种人 我头一次见到 我能确定的是 和这老家伙待在一起 轻者大病一场 重者折兽 甚至丧命 龙爷谨慎地看着古怪的老玉 脸颊依旧带有着威严 彰显着自身的霸气 这小子是我客人的猎物 念你们也是北方马家 我不跟你们计较 下不为例 现在可以滚蛋了 老妇人指着我和龙爷 不耐烦地驱逐起来 言语之中充斥着不懈和鄙夷 一条没了气候的小长冲 也敢管老太婆我的事 给我滚 龙爷 我挪到龙爷身旁 小声地提醒道 你不是最讨厌别人叫你长冲了吗 但他呀 对于龙爷这种性格 有的时候必须要吹捧 但有的时候 也必须要记一下才行 龙爷听到我的话 有些不知所措 明显不想招惹对方 但为了在我面前树立威信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 老狐狸 都是同道中人 别太过分 龙爷指着身后不成人形的李乐说道 这小子给了供奉 这事我就不能不管 人我带回去 你们重新找一个如何 你在想辟吃 老狱没给龙爷丝毫面子 不耐烦地威胁道 还真以为你是蛟龙了不成 让你滚已经给你面子了 既然不想走 那就别走了 说着 老妇人的面庞变得更为猙獰了些许 尤其是他背上趴着的那只狐狸 刺着獠牙 阴气更为浓厚了不少 龙爷气得钻拳 看到这一幕 我也在给龙爷暗中大劲 我一个处处茅庐的出马弟子 被人羞辱还能忍受 龙爷被如此挖苦 岂能就此作罢 你确定不给我面子 龙爷强势地指着老玉 冷声说道 今天你们离开 我欠你们一个人情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可是好久都没有尝过肠痛的味道了 你的面子 算个屁 老玉的话别说龙爷 连我都无法容忍 想必 以龙爷的性格 今晚必有一场生死较量 行 我走 你给我等着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龙爷 这算什么事 撂了两句狠话 就完事了 用最强硬的语气 说着最耸的话 龙爷 不能走啊 我立刻阻拦龙爷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老太太 指着身后的李乐说道 我们要是走了 这小子就死定了 和我有关系吗 龙爷冷哼一声 跟我的本事倒是不小 早说了 这事不好解决 都是同行 不能闹得太僵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这一次也当是给你长个记性 以后别什么活都往自己身上来 你也得有这能耐才行 我心底一万只草泥马奔腾 让我长记性 明明是你认怂了好吧 杰杰的笑声有些阴森 让人不寒而栗 但我能从老夫人的笑声中察觉到 里面掺杂的都是鄙夷 不屑 根本没给我俩放在眼里 不走 坚决不走 如果说面对之前的女鬼 说不定我拼了命还有胜算 但现在 面对眼前的出马仙 我绝对不是对手 但我也有自己的原则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我虽然成为出马弟子没多久 可还是有自己的原则和骨气的 答应别人的事情可以失败 但绝对不可以临阵脱逃 你不走是吧 那我走 龙爷做事 干净利落 一眨眼的功夫 他便转身离开 确切地来说不是走 而是一路小跑 这老家伙 到底是有多害怕 我咬紧牙关 转身的时候 苍老的面孔 已经趴在了我的肩膀处 他的口中 传来了些许的恶臭 同时扑向我的还有弥漫着的阴气 听说 你小子很有种 我双腿发软 险些跪在地上 下一刻 我拔腿就跑 不敢逗留 跑了几分钟之后 我已经离开了树林的边缘 同时追上了先我一步的龙爷 看到我的到来 龙爷强硬地问道 那混蛋追过来没有 我木讷地摇了摇头 有的时候人比鬼可怕得多 刚才那个老太太 简直给我吓得半死 看到我摇头 龙爷懊恼地说道 真是可惜 我本打算给他引出来 再灭了他 结果他却没跟过来 我鄙夷地看着龙爷 他的话 一句都不能信 小子 你这个眼神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不相信我的实力 以往的时候 我一定否认 并且恭维龙爷一番 但这一次 我选择实事求是的点了点头 臭小子 我是谁 龙爷 北方这马家地界 就没有被我放在眼里的存在 你不相信我 我内心冷笑不已 侧着脑袋 猛然地大吼一声 龙爷 那老狐狸追来了 下一秒 龙爷把腿就跑 我也验证了我的猜测 这货 不靠谱 同时根本不是老狐狸的对手 怕得要死 十分钟后 我再次追上了龙爷 而且已经到了林庄附近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龙爷也知道 这一次在我面前丢了脸 没了以往的威胁 说话的语气 都有点心虚 此时的我有些郁闷 并且懊恼 龙爷 我们不是对手 克里勒 放心吧 那小子暂时死不了 听到这话 我打起了精神 连忙补充道 你确定 确定 龙爷笃定地说道 鬼爪替身 和自身的实力关系很大 那个女鬼想霸占你为替身 结果被弹了出来 受到了一些损伤 也就是说 她只有恢复之后 才能害死李勒 这需要大概一天的时间 可是 我还是十分忧虑地问道 有一天的时间又能如何 你也不是对手 那老太太也比我厉害 不还是一个结果 你真以为我不是对手 龙爷自信地笑了起来 迎来的却是我质疑的目光 喂 臭小子 一只老狐狸而已 敢招惹我 弄死他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刚才您可是鞋子 都要跑丢了 龙爷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转身便走 别急 有些事情 要用脑子 我们边走边说 之后 我和龙爷朝着家中走去 我虽然背对着他 但我能感受到 龙爷实力虽然不济 但受到这种侮辱 内心中也是极为不敢 这老家伙性格比较记仇 不然也不会折腾我成为傻子七八年 这事儿 估计还有补救的方式 龙爷 时间有限 这事儿要是办不成 以后咱们爷俩这名声可就臭了 在十里八村 也就不用混了 你的供奉 恐怕都要没着落了 小子 少跟老子来这套 都说了一只老狐狸而已 还能难住本大也不成 龙爷冷声说道 那老太太也是出马家 不过是给鞋碎看事而已 那女鬼暂时无法让李乐做替身 你想办法弄断阴线这桩交易 不就相当于黄了吗 还能这么办 龙爷的话 超脱了我的知识范畴 我刚入行不久 但了解的并不少 弄断阴线这事儿 我咋没听说过 你个小屁孩 不懂得多着呢 龙爷背对着我说道 等明天一早 你弄两桶硫磺 我告诉你一个地点 你烧了那处 阴线自然就烧断了 如果可以 这样解决的话 倒不乏是个好办法 可我总觉得 龙爷这语气和提议 怎么充满了阴险的意味 到家了 本大也要休息一会儿 别忘了明天的供奉 至于地点 等天亮了 我自然会告诉你 龙爷说完 便进入到了院子当中 此时我才发现 原来不知不觉 已经走到了家里 随后 龙爷便回到了供奉的房间 我还有许多疑惑 但看龙爷的样子 估计也懒得和我解释什么了 与此同时 山林里面出现了很多条蛇 数之不尽 涌动在整个山中 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儿子 回来了 事情解决了 我爸兴冲冲地迎接着我 而我则是苦笑一声 摇了摇头 差点回不来 不能吧 我爸一如既往的恶观 对我竖着大拇指 我儿子以后 可是最厉害的出马先生 这点小事 还不是手道擒来 再说了 你有龙爷傍身 一般的问题 人家还看不上眼呢 我懒得解释 这龙爷吹牛的本事 绝对要高于他的实力 看到我漠不作声 我爸连忙转移话题 我知道 他是在为我的沉默寡言所担忧 可今天晚上折腾得不轻 我也有点疲惫 儿子 看看这是啥 试试看 衬手吗 我爸从背后 拿出来一根木质的长鞭 递给了我 这是五王鞭 我爸点了点头 炫耀地说道 按照龙爷要求打造的 用的 可是上好的雷劈桃木 你爹我这手艺还不错吧 好 好厉害 我知道 我爸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木匠 但真将这五王鞭拿在手中 我才察觉到 我爸的手艺竟然如此精湛 龙爷是五仙 虽然实力大打折扣 但有了这五王鞭傍身 定然会改善不少 如今他的要求也如约完成 我就看看下次 这老家伙 还能找什么借口 临阵脱逃 就在我欣赏这五王鞭的时候 我爸的手机响了起来 随之递给了我 刘虾子打来的 说有事问你 我连忙接通电话 另一头传来了刘虾子 有些憔悴的声音 小子 事情解决了吗 我有些惭愧地说道 刘爷爷 不好解决 估计有点麻烦 嗯 我知道麻烦 打来电话 也是为了确定 你小子是不是还活着 刘虾子深深地叹了口气 对我说道 看来这龙爷还是有点本事 估计对方也是不想过多地招惹他 要不然 你这种出马仙的性格 恐怕今夜 你要凶多吉少了 听到刘虾子这话 我着实地感到意外 也就是说 那老太太其实是在顾忌龙爷 要不然今晚 我未必能走得出来 要真是如此的话 那我还真是误会龙爷了 刘爷爷 你们那里情况如何 刘虾子苦笑着说道 李乐走了 拦都拦不住 对方实力在我之上 我不是对手 另外 你那头也别有压力 我已经跟大妹子解释过了 他儿子的事情不好解决 让他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能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放心了 瑜伽小子 有些事情 你也不要逞能 尽力而为吧 对方没有原则 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要是折在他的手里 那就可惜了 我明白刘虾子的用意 他也是在为了我好 好在龙爷这头还有办法 只要那阴线能弄断 一切还有补救的机会 聊了片刻 我挂断了电话 回到屋内 填饱肚子 准备休息 坐在我家抗头的乔姐 无聊地看着我 好奇地问道 看样子不太顺利 嗯 我没有否认 也没有多说什么 我刚才去后山了 哦 她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连忙问道 回得去吗 乔姐摇了摇头 还是和上次一样 被挡在外面 看样子 我是真的要无家可归了 估计以后要赖在你这里了 没关系 把这里当作 是你自己家就好 我停顿片刻 有些好奇地说道 没回你本家看看 算了吧 没必要 乔姐倒是看得开 靠在一旁有些感叹 都死了几十年了 早就物是人非 纠结那些干嘛 说不定哪天就散了 我皱着眉头 平静地说道 明天我爸供奉龙爷的时候 我让他也给你准备一些香火 那就多谢了 有些事情我不说 乔姐自己心中也清楚 他死在后山 被困在那里 虽然出不来 但能延续下去 如今后山回不去 他身上的阴气 也会逐渐减少 直至消散 供奉的香火 会填补他的阴气 但也是治标不治本 看来要想想办法才行 一日一早 我睁开双眼 便看到一双脚 垂落在我的头顶 我猛地坐了起来 心头跳得厉害 看到是乔姐我 才放心了不少 不得不说 昨天的经历 让我心有余悸 多多少少留下了一些阴影 乔姐 你在干嘛 休息啊 吓到你了 乔姐眼嘴微笑地说道 习惯了 下次我注意一下 好 好吧 我走出屋子 我爸已经忙前忙后 一边做饭 还要一边准备着贡品 爸 两件事 第一件 以后供奉的时候 给我房间内也顺带一些 第二件 哪里有卖硫磺的 我爸对于第一件事 貌似并不在乎 好奇地对我问道 要硫磺干嘛 需要多少 我给你弄点 解决昨天的事情 要两桶吧 两桶 我爸弄一愣 片刻之后还是点了点头 行吧 你在家等着 十几里外有一个鞭炮厂 我给他们做过活 应该会卖给我 谢谢爸 我怕笑着拍了拍我的额头 臭小子 跟你爹还客气 吃饭吧 我等会儿就去给你弄来 我嘿嘿一笑 这种感觉 其实还是很温暖的 儿子 要不然你以后别笑了 我爸心有余悸地看着我 委婉地说道 总觉得你这笑起来 和傻子的时候 没啥区别呢 好吧 也许正如乔姐所说 习惯了 随后 我便一头扎进了龙爷的房间 毫不犹豫地问道 龙爷 阴线的问题怎么解决 一点规矩都没有 怎么告诉你的 龙爷的语气中充满了训斥 这家伙帮不上什么忙 但这规矩一套一套的 龙爷请 我恭恭敬敬地邀请着龙爷 这才让他的脸色缓和了一些 龙爷 已经过去了一夜 再不抓紧 李勒的性命 恐怕就要出问题了 知道了 废话这么多 龙爷不耐烦地说道 我昨晚已经查到了 阴线的源头 就在那口井里面 在井里 我疑惑地问道 应该不会啊 上次 我跳下去的时候 就看到一具海骨 和一张皮囊 没有看到什么阴线 臭小子 你懂得多 还是我懂得多 老子吃的盐 比你吃的你都多 龙爷继续说道 井内的一侧 有一个洞穴 你将硫磺洒进去 然后点燃 就可以烧断阴线了 至于那具海骨和皮囊 你不用管太多 照我说的做 此事便能解决 这么简单 我有些不敢相信的 又问了一遍 总觉得这么做有些草率 就这么简单 哦 那好 我点了点头说道 我爸去准备硫磺了 拿回来之后 我们一同去吧 我才不去 龙爷心有余悸地拒绝了我 龙爷 你该不会怕了吧 你小子少来这套 说不去就不去 烧断阴线这种小事 还需要我亲自出马 你小子也该自己磨练一下 这老家伙 绝对是怕了 这种情况 除了给他绑过去之外 绝对毫无办法 随后 我也没在强人所难 整理了一下背包 特意将我爸刚打造的武王鞭 带在了身上 以防不时之需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我爸拎着两桶硫磺 回到了家中 儿子 这玩意亦然 你可要留意一些 千万别给弄出火灾 我爸叮嘱过后 还是有点顾虑 要不然我陪你去吧 也有个照应 看到没 遇到事情还得亲父子 龙爷什么的 完全靠不住 不用了吧 在家等我就行 从入行的那一刻起 我就打算好了 凡事尽量少牵扯到家里 我爸这半辈子不容易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成为他的骄傲 但绝对不会让他承受我的风险 再三劝说下 我独自拎着两桶硫磺 离开了家中 再度前往到了远处的林子当中 白天的阳光很强烈 虽然被树木遮挡住了不少 但俨然没了那晚上的阴气弥漫 我车轻熟路地找到了废弃的纪庙 也更为清晰地看见了整体的构造 纪庙年久失修 已经无法遮风挡雨 搭建的木头已经变得弱不经风 腐烂严重 我的核心不是纪庙 而是那口废井 在纪庙的侧面 我来到了井口附近 这里杂草丛生 如果不是跳进去过一次 还真的很难察觉到 这里还有一处废井 趴在井口处 很难看到里面的那具海骨 井内透露着冰冷的寒意 让人不经意地颤抖 几倍发凉 我将三只香火点燃 插在了井口旁 然后将绳索拴在一旁的树上 扔到井内 鬼魂白天可以出没 但只是很少出来 再加上那女鬼 拿我当替死鬼失败 受了点损伤 估计此时正在恢复当中 我小心翼翼地 顺着绳索进入到了井内 只有十几米的距离 但我绝对费了半个小时以上 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这口井不一般 大白天的依旧阴气弥漫 而那个女鬼死相凄惨 受到了非人般的折磨 怨气固然很深 平稳地踩在井底 我再度看到了 那具海骨和皮囊 人鬼殊途 我知道你死的时候 受到了惨绝人寰的遭遇 但找替身的事情不可取 还望你明白 我再次点燃了三根香火 恭敬祭拜 俗话说 举头三尺有神命 对鬼神有敬畏之心 走到哪里都不会错的 哪怕这女鬼险些害死我 完成这一切 我开始在井底摸索起来 龙爷的话 让我一头雾水 说实话 阴线我听说过 就是那一类出马先生 或者阴阳先生做法 让鬼怪和人达成的一种契约 这找替身的阴线 相当于一道媒介 用于锁命 古怪的老太太 帮助鬼魂看事 牵了一条阴线 这样一来 李乐就要成为替死鬼 替那个女鬼开脱 可在我的理解内 阴线的确可以斩断 要么找到做法之人 要么灭掉锁命冤魂 可烧断阴线这种事情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摸索片刻过后 我的确在井底 发现一个偌大的洞穴 这一点龙爷说得没错 但我依旧满是怀疑 这阴线和洞穴 有着什么必要的关联吗 将信将疑的我 将两桶硫磺摆到了面前 给我考虑的时间并不多 那女鬼恢复之后 李乐必死无疑 不管了 死马当作活马医 龙爷毕竟是得了道的蛟龙 懂得肯定比我这个矛头小子 要多得多 所幸 我就按照他的办法尝试 斩断阴线皆大欢喜 没了这条阴线 也就是断了契约 那老太太再怎么难缠不讲理 也没理由刁难李乐 随后 我将硫磺填满整个洞穴 拿出火柴开始点燃 一股刺鼻的味道 伴随着浓烟弥漫席卷 呛得我猛然咳嗽了几声 靠 这玩意燃烧得竟然这么快 因为头一次点燃硫磺 瞬间燃烧起的浓烟 让我措手不及 又酸又辣的味道 让我睁不开双眼 慌乱之下的我立刻抓住绳子 朝着井口攀爬 爬到一半的位置 我忽然间听到了一阵阵哀嚎的声音 声音无比的凄惨 一股毛皮烧焦的味道 伴随着硫磺味 洞口附近的火苗不停地摇曳 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挣扎一般 嗷嗷的嘶吼声依旧不绝于耳 就在这时 洞口被冲开 一道黄光出现在了我的视线之内 只见一只身体不满火焰的狐狸 不停地在井底翻滚 但硫磺这玩意 沾上一点就难以甩脱 伴随着它的翻滚 并没有起到熄灭火焰的作用 反而愈演愈烈 怎么回事 竟然是狐猎 我大惊失色 心中暗道不好 内心也颤抖不已 极为不安 闯祸了 我认出了这只狐狸 它不正是昨天 趴在老太太肩膀上的胡大仙吗 火焰中的狐狸 咬紧牙关 死死地凝视着我 它的双目中 竟是仇恨与哀怨 咆哮的声音 就好像对我的诅咒一样 龙夜 你坑我 这一刻 我立刻明白过位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把火 烧得根本不是阴险 而是老太太堂口的胡大仙 龙夜这个混蛋 被这只狐狸贬低的一文不值 接连挖苦 这老混蛋怀恨在心 它了一整晚所寻找的 根本不是阴险的源头 而是这狐狸的栖身帝 我就说我没听说 有烧断阴险的方式 我就说 龙夜给我出谋划策的时候 为什么阴险无比 这个老家伙小肚鸡肠 被侮辱一番之后 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他本身不是这条狐狸的对手 也怕招惹到五家之手的胡架 所以来了一手借刀杀人 阴险 baby 暴愁不隔夜 嗷嗷的声音有些绝望 当我的目光 再次落在胡大仙的身上 我这心头都凉了半减 胡大仙的身体 已经被烧成一片漆黑 他不满死气的双目 死死地盯着我的面旁 生怕记不住我长什么样子似的 接下来 最让我惊恐绝望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这只被我烧死的胡大仙 身底下还有七八只小狐狸 而他们同样被烧成了飞灰 气息全无 死得透彻 完了完了 闯祸了 闯大祸了 我连滚带爬的爬向井口 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一屁股坐了下来 坠坠不安 我烧死了胡大仙 五仙之首的胡大仙 而且是一窝 此时此刻 我靠在井口 身后滚滚浓烟 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 整个人都傻了 龙夜这个挨千刀的王八蛋 你记仇就记仇 自己解决不行吗 真是害死我了 就在此时 阴风阵阵 整片树林被席卷 一时间 天空被阴云笼罩 格外冰冷 咚咚咚的拐杖声 距离我越来越近 很快 一个勾搂着身体的老妇人 便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身旁还站着一个 血淋漓的女鬼身影 你个臭小子做了什么 我们家大仙呢 是十里内的胡大仙 都朝这里赶来 你个挨千刀的小混蛋 到底怎么回事 我看着身后的枯井 一时雨色 此时 老太太也猜测到 发生了什么 只听老玉一声咆哮 指着我怒吼道 给我弄死她 说着 她身旁的女鬼 疯了一般地 朝着我扑了上来 这女鬼怨气颇深 虽然昨晚被我伤了一些 但愤怒到极致的她 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要知道 我破坏的 可是她找替身的事情 岂能善罢甘休 女鬼距离我越来越近 弥漫的阴气吞噬了我 神志被蚕食之下 我的双目看到的景象 有些扭曲 之前说过 迷了眼是鬼怪 最擅长的本事 尤其是怨气 或阴气越深的这种 越容易让人迷失本心 我不敢大意 连忙划破手掌 将血液点在额头上 稳住了些许的身形 恍然间 我想起随身携带的五王鞭 就在那女鬼的尖牙利爪 靠近我的一瞬间 我一鞭子挥了出去 滋拉一声 如同被火捉烧了一般 女鬼的身影 瞬间被打散了一块 拼命地逃窜 不敢再靠近我 老太太惊恐地看着我 确切地来说 是看着我手中的五王鞭 臭小子 你 好用 我的精气神 好像被抽空了大半 好在这五王鞭的效果不错 不愧是上好的雷劈桃木 威力真是非同凡响 女鬼站在我面前十几米的距离 不敢轻易靠近 没了自家大仙的老妇人 也无计可施 同样不敢贸然上前 与此同时 漆黑的阴影下 闪烁着无数道光芒 紧接着 一个个身影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我长这么大都没看到过 这么多的狐狸 小时候村民们说过 一般大雪封山的时候 能看到狐狸出来觅食 平日里也难得一见 现在我算是明白了 感情这山林里的狐狸 还真不在少数 出现在我面前的 就有百十来只 它们目露凶光 它们呲牙咧嘴 所有的狐狸都注视着我 仿佛要将我生生撕碎 我的双眼能看到 它们身上的一股气 这些都是成了气候 有道横的狐大仙 说白了 这百十来只狐狸 要么是出马先生身上的大仙 最次的 也是被人家供奉的宝家仙 为首的那一只 有着金色的毛发 一举一动 都有着人类的动作 五仙通过修炼提升道横 道横越高 幻化成人形 这只狐狸 估计也快了 就差一个奇迹 有些事情 都被大家当成乐子 其实它想要幻化人形 还真得拦个路人 问问你看我像人不 这叫讨风 我吞了口口水 死死地捏着手中的五王鞭 想要后退 却忍不住地双腿发麻 我是胡家的胡翠 是你杀了我们胡家九口 哪路大仙都有自己的名号 自曝家门 对我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我小心翼翼地拱手抱拳 回答道 胡太奶 晚辈无心之举 还请 太奶 就是这小子 杀了咱家堂口大仙 老夫人身体颤抖地指着我 咆哮道 这小子的堂口是柳家的 都是看事 他却残害胡家之人 不可饶恕 为首的胡翠冷声说道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古来天经地义 敢杀我们胡家人 你们全家都要赔命 我不管你是哪路的 要是没有个缘由 你这条命我收了 当然有缘由 我立刻指着女鬼说道 她要找替身 你们胡家帮的忙 这有为天理 胡翠看了一眼 老夫人 冷声说道 他们是给鬼魂看事的 这事虽然做得不对 但也在他们的范畴之内 不管怎样 即便是错了 也轮不到你来处理 如今九条命就在这里 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看着百十来只狐狸 向我靠近 越发地慌张 连忙解释道 胡太奶 我无心啊 我根本不知道 那是狐狸窝啊 狗屁无心之举 我看你小子就是故意的 一个十分霸道的声音 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只见龙爷 大摇大摆地走上前来 上来就拍了我脑袋一个巴掌 害了九条胡家人的性命 你有几条命 都不够你赔的 龙爷骂骂咧咧道 还他娘的无心之举 不知道你能摸得这么清楚 一把硫磺火 能烧得这么干脆 臭小子 整天就知道给我找麻烦 成你们家长堂大教主 老子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运 我特忙 真想一巴掌 抽死龙爷这个坑货 我本身口头功夫就吃亏 被他这么一说 我怎么为自己辩解都不知道 龙爷的到来 让气氛有些诡异 胡翠一直打量着龙爷 不说别的 就龙爷这副人形 也能够糊弄他们一番 何况我也是个出马先生 多多少少还有点卧旋的余地 姓柳的 听你这意思 这事你也认了 那这小子的命 就归我们了 那是 那是 龙爷笑着说道 这小混蛋 烧死了九个胡家人 理应赔命 不仅仅他自己的命 这全家老小的命 都得赔给你们 另外 胡翠啊 我姓龙 叫龙爷 胡翠道横不低 能看出来龙爷的实力 听到这话 胡翠冷声道 一条被包了皮的长冲而已 只要你不插手 我等不为难你 还敢叫长冲 我睁大双眼看着这胡翠 当初王驼子叫了一声 长冲魂飞魄散 你们家这胡大仙 喊了长冲之后 被我一把火烧了一窝 别看龙爷实力不咋地 但这老王八蛋是 真的记仇 而且抱起仇来不择手段 还敢这么叫他 真是不知死活 现在我是明白了 欺负耸逼不可怕 可怕的是 被耸逼惦记上 龙爷 这一手借刀杀人 玩得是真的明明白白 我现在都有点慌张 当初我爹害了他那事 这老灯是不是也怀恨在心 胡太乃言之有理 这小子就交给你们了 说着 龙爷将我一把推了出去 我表面平静 心中则是将龙爷祖宗十八代 问候了个遍 此时 龙爷将我推出去的举动 也让胡家人倍感意外 他们没想到 龙爷竟然这么好说话 虽说龙爷现在的实力不济 被人看不上 须有其表 未有其实 可好歹也修炼到了蛟龙 脾气竟然这么温顺 一时间 胡家人有些拿捏不准 不敢贸然动手 陷入到了僵局 估计这也是 昨天那老狐狸 放我们离开的原因 毕竟胡大仙再怎么霸道 面对龙爷的时候 也多多少少有些忌惮 怎么 人给你们了 不敢要 龙爷再次将我推了过去 无妨 人你们可以带走 但后续这事 我得说到说到 只听龙爷冷声开口道 咱们东北武家 吃人香火 替人看事 这死掉的老狐狸 给鬼魂看事 也数平常 倒是能够理解 说着 龙爷指了指远处的女鬼 这女鬼有怨气 你们胡家帮忙解决 但他挑选的目标是 我们主顾 我们拿了主家的香火 也不能坐视不理 难免有些冲突 所以 谁成谁败 谁输谁赢 就各平本事了 胡翠盯着龙爷质问道 各平本事 无关杀人 我们胡家现在死了九口 这小子拿硫磺火 烧死我们胡家人 明显有备而来 卓哥 我们胡家人 可是没刁难过你们 老太太说得有道理 龙爷距离力争道 不过话说回来 给活人看事也好 给死人看事也罢 都是为了赚取香火 但凡是讲究个应得 你们胡家 给鬼魂看事倒是可以 可竟然给鬼魂物色 替死鬼 这事就说不过去了吧 这小子虽然手段残忍了一些 但也是替天行道 踢出武家败类 就这事 闹到胡三太爷 那我们也站得住久 怎么说都有理 要不咱们去理论理论 你 胡翠咬牙指着龙爷 威胁道 怎么 你这条长冲 要护住这小子 我可没这么说 人我都说了 你可以带走 但就事论事 莫非你们胡家不讲道理 做有损应得的事情 还不准他人过问 这事 我找胡三太爷理论合错之友 龙爷的话 让我忽然间觉得 这老家伙 还是有点本事的 就现在来说 气势上完全碾压对方 不止一筹 除此之外 你要杀了这小子 我也能接受 但你们也能看出来 我是一条 没了道行的蛟龙 龙爷拍了拍 我的肩膀继续说道 这小子命格特殊 能帮我恢复 你们要是弄死他 我就无处安家 到时候这笔账 我自然要算到 你们胡家头上 胡家人多 有先根 但我们柳长龙一门 也不是吃干饭的 一时间 皇家百事好人 左顾右盼 小声难难 不知如何是好 还别说 他们威胁 我们倒可以 但真不敢 将这事闹大 出马先生给人看事 就能给鬼看事 你要是给鬼解开怨气 平息心结 道奶都被称赞 但给鬼魂找替身 闹大了 反而对他们没好处 说不定还要受到惩罚 凡是讲究应得 五家立足 根本便是求个应得得到 被盗而迟到哪里 都站不稳脚跟 只能说投机取巧 必有恶果 龙爷看见对方犹豫不定 一把把我拽了回来 总而言之 这小子虽然一把火烧了狐狸窝 但我们给人看事 没有一点点有为天理的行径 你们胡家要是觉得这事怪我们 那就尽管去闹 看看最后是谁吃亏 老东西 这事没完 你给我记住 这小子的命 我们胡家记下了 我看你能保他多久 我就服了 你们威胁我干嘛 都是这死长冲 离挑外掘造成的 你们就不能给这笔账 算在他头上 龙爷笑了 不屑地说道 随便 要弄死现在弄 你们没这个胆子 怕了你们不成 行 你要种 胡翠指着我说道 以后在马家这地界 我们胡家跟你不死不休 没事了吧 那我们可就走了 龙爷带着我便要离开 但事情哪这么简单 只听胡翠说道 把他带走 看着胡大仙指着女鬼 我有些不解 龙爷也没有反应过来 只听胡翠说道 这女鬼怨气大 有心结 你们破坏了我们胡家的事情 他就由你们解决 这不为过吧 很明显 这胡翠明显是在刁难我们 要是不答应 估计也不会放我们离开 龙爷这家伙 没本事还硬装 但不得不承认这老家伙 的确挺阴险的 一肚子坏水 估计从一开始 就拿我当炮灰 真不是个东西 行 这事我们接了 你们胡家没本事 我们来解决 龙爷指着远处的女鬼说道 你跟我们走 女鬼十分忐忑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 寻找替身的机会 现在被破坏了不说 还面对着这么多大仙 简直快要被吓死了 无奈之下的女鬼 缓缓来到龙爷身旁 虽然不情愿 还有些畏惧 但他的怨气是真的重 在我旁边停留几秒钟 我就感觉到了 阵阵的头晕目眩 也是因为 我刚才会吾五王边的时候 太过用力 将我的精气神都打了出去 身子骨有点絮 看到我们承担了烂摊子 胡大仙们纷纷离开 不甘心地回到了深山当中 但我清楚 这事没完 以后见到胡家 估计都要绕道走 一连烧死九只狐狸 这可不是小事 放在哪家身上 他们都得记仇 此时的龙爷 也擦了一把冷汗 估计他刚才也是紧张无比 但下一刻 龙爷却畅快地大笑不已 爽快 真特娘的爽快 他是爽了 难受的是我啊 龙爷 你行啊你 整挺好 我竖起大拇指 阴阳怪气地说道 狗屁的烧阴线 你就是个卑鄙无耻的混蛋 不就叫你一声长冲 至于骂 让我去弄死九只狐大仙 咋的 有意见 龙爷面色阴郁 咬牙说道 要不是你老子当初 害得我没了道行 老子什么时候 被一只死狐狸 狗屑淋头过 让你背个锅这么多屁话 我就是要告诉他们 就算是不如从前 老子这条蛟龙 也不是他们能够指指点点的 胡家怎么的 其余人又怎么的 就是不行 龙爷瞪了我一眼 继续说道 别以为你这堂口下了 就能让我听你的话 我实话告诉你 就算是老夫我大不如前 也不受半点委屈 要不是你这身子 骨能扛得起老子 我非得让你们全家陪葬 龙爷停顿片刻 转过身去 等什么时候我恢复了 你就可以撤掉堂口了 你们家和我这笔账 也算是轻了 李乐在祭庙里面 给他带回去就可以了 我低头不语 龙爷的性格 我还真是有点摸不透 这个老家伙 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难缠 通过种种蛛丝马迹 我察觉到龙爷的实力 的确弱得可怜 但就这份忌愁和阴险的心思 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够媲美的 整体的计划行云流水 估计应对胡家的那套说辞 他昨天被羞辱的时候就想到了 如今我招惹了胡家 他却安然脱身 将还是老的辣 这话说得一点不错 随后 我在龙爷的指引下 果然在寄庙当中 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李乐 这小子还算命大 就剩下了一口气 要是再迟一点 估计就算是女鬼不动手 他这浑身伤痕 也要要了他的小命了 我不敢大意 立刻扛起李乐 联系了刘虾子 将他送到了医院当中救治 忙完这一切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我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 现在好了 巧姐的事情还没解决 又带回了一个怨气滔天的恶鬼 这是什么命啊 与女鬼这种生物犯冲 我爸看我这德行也没多问 估计我又受到了不少挫折 正如我所说那样 其实我这行业 的确没什么可炫耀的 如果有选择的机会 我宁可成为刘虾子那样的温仙 也不愿意做武仙 这特么的绝对是个高危职业 狼吞虎咽地吃了口饭之后 我回到房间 一头躺在了炕上 至于龙爷 翘着二郎腿 哼着小曲 享用着美味的香火和贡品 那叫一个惬意潇洒 和我一同回到房间的 还有那只凶神恶煞 恶心巴辣的女鬼 看到屋内的乔姐 女鬼刺着牙 怨气瞬间弥漫在整个房间 此时的小姐缩在墙角 如同一只被吓到 炸了毛的小猫咪似的 撕什么呀 给我收回去 砰的一声 我将武王鞭甩在了炕上 女鬼还是比较忌惮的 被我打那一下 也是火辣辣的疼 她立刻乖巧地站在一旁 不敢声张 乔姐 别怕 这是我从外面弄回来的 还没解决 淡定点 我慵懒地靠在墙上 指着女鬼提醒道 你给我规矩点 要不然有你好看 你的骸骨和皮囊 我已经带回来了 要是再敢吓唬人 散发怨气 别说老子 给你骸骨扔毛坑里去 女鬼低着头 明显不服气 毕竟怨气的程度 在这里摆着呢 但她也算规矩 估计是真的害怕 我将她的骸骨 扔进粪坑吧 你叫什么名字 我拿起黄纸和毛笔 对着女鬼问道 刘玲玲 我继续问道 什么时候死的 刘玲玲告诉了我 一个时间并不久远 才过了四年多而已 记录之后 我将黄纸贴在了 一块灵牌上面 事情解决之前 你先住在这里 别耍样 别以为你是个女鬼 我就不揍你 这话我还真没开玩笑 本身就被龙爷坑了一把 这两天被这娘们迷了眼 还招惹了胡家 就算性格再好 也有郁闷的时候 她 她好凶啊 乔姐看到刘玲玲规矩了不少 小心翼翼地 靠在了我的身旁 小声说道 怨气好深 怎么死的 这么厉害 包皮拆骨 折磨得不像样子 听到这话 连乔姐这个小女鬼 都不寒而栗 和她相比 乔姐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你因为什么死的 多大愁多大怨 我也问了起来 一方面是因为好奇 一方面 这也是解决此事的必要之一 接下来 刘玲玲给我们讲述了 一个骇人听闻 让人头皮发麻的故事 我死在结婚那晚 这是刘玲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刘玲玲是个城市女孩 聪明 乖巧 骨子里又有一种倔强 她认识了一个穷乡僻壤的男朋友 选择结婚的时候 受到了百般阻挠 刘玲玲宁可远走他乡 也没有丝毫退缩 农村的婚礼和城市不同 很热闹的同时 也伴随着条件上的苛刻 结婚的当天 十里八村 有不少亲朋好友前来道贺 一折腾 就是一天一夜 白天举行典礼过后 晚上少不了各种各样的酒局 作为新娘子的刘玲玲 在心房耐心地等候 至于新郎 则是被拉着四处喝酒 早已人事不行 院子当中欢天喜地 张灯结彩 而不远处的屋内 则显得安静肃清了不少 这种婚宴人多眼杂 闹闹吵吵 而危险 往往便在不经意的时候发生 因为乡村的婚礼 要请来很多车子 再加上嘈杂的声音 可以掩盖一切 有很多事情 都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停靠在后院的货车 司机正打算离开 透过窗口 看到了长相不错的新娘子刘玲玲 恶意总是会悄然降临 货车司机摸索到屋内 强行地将刘玲玲掳走 即便她不停地咆哮 不停地挣扎 喉咙已经喊得沙哑 但一切的求救声 都淹没在了院子内的喜笑颜开当中 就这样 刘玲玲被带走 她在黑暗中闻到了血腥的臭味 看到车厢内各种各样的挂举和屠刀 她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却不知道去向哪里 在惶恐不安中 摇摇晃晃的车子停了下来 抓走她的是一个满脸胡须的壮汉 接下来的一幕 刘玲玲诉说着的同时 怨气也不停地散发出来 我寒毛着述 听到刘玲玲的遭遇几倍发凉 同时我也被怨气所笼罩 这个女人的怨念以及庞大的力量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严重上不少 她不知道被折磨了多久 时间仿佛一世纪那般漫长 刘玲玲能记住的最后一幕 便是她被挂在了铁钩上面 如同一只带宰的牲口 包皮 拆骨 醒来的时候 刘玲玲抬头看着十几米外的井口 尝试过无数次想要攀爬出去 但都好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阻拦 直至许久之后 刘玲玲认清了现状 她知道身旁的那具皮囊和骸骨是自己的 至此已经过去了几年的时间 终于有一日 她听到了一个声音 你想离开吗 用你的怨念和我交换 那天 她遇到了一只红色皮毛的狐狸 也就是被我烧死的那一窝 你想怎么办 听完这些诉说 我对着刘玲玲问道 刘玲玲殷气弥漫 不经意地再次变化成了血淋漓的模样 她的指甲嵌入到血肉当中 血盆大口 如同漩涡一般席卷着阴气 空洞的眼眶内 一片惨白地凝视着我 我想解脱 虎姑姑告诉我 只要有一个人做了我的替死鬼 我就自由了 不必每天承受着包皮拆骨的折磨 刘玲玲虽然凶悍 但包皮拆骨的痛苦 每天都会上演无数次 这是她执念的不甘 如果放不下 便一直如此 想要放下 何其简单 恐怕最为便捷的方式 就是找替身 而她这些年来 已经被折磨了无数次 执念颇深 难以化解 有没有想过 被你找上门的无辜之人 会经历着和你一样的痛苦 咯咯咯的笑声传了出来 刘玲玲癫狂地咆哮道 我做错了什么 凭什么要承受着如此的折磨 当初我被折磨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人考虑过 我是否无辜 如果没有你 我已经解脱了 现在 你要我如何放下 一只鬼气森森的大手 攥住了我的脖子 刘玲玲在对着我笑 笑容就不必多说了 猙獰 凶狠 恨不得把我掐死 手掌越发的用力 压得我喘不过气 住手 乔姐看到这一幕 连忙冲上前来 想要阻拦 但她的这点小本事 怎么可能是这恶鬼的对手 只是一团阴气席卷 乔姐便被撞击了出去 喘息连连 我的喉咙说不出话 门外还能传来我爸敲木头的声音 喷喷两声脆响 刘玲玲松开了手掌 很是忌惮地朝着外面看了一眼 估计 她是畏惧隔壁的龙爷吧 虽然龙爷实力大不如前 但好歹是条蛟龙 更何况胡家人也被喝退 我不会杀了你 你还要给我找替身呢 刘玲玲松开了我的脖梗 而我则是咳嗽了几声 你是不是很恨我 不然呢 刘玲玲没有否认 对我冰冷地回应道 胡姑姑能帮我 却被你害死 如果你无法将我解脱 那么我一定会杀了你 你还没这个本事 我承认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不是刘玲玲的对手 或许因为我是出马先生 或许是刘玲玲的悲惨遭遇 此时的我并不怕她 找替身这个念想你还是断了吧 我不是你所谓的胡姑姑 不会做出害人的事情 刘玲玲的阴气涌动 咬牙咆哮 你找死 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 尽可能地帮助你 让你放下一切 如果我做不到 再发脾气 也来得及 我将手旁的武王鞭收了起来 淡定地提醒道 我劝你规矩点 就你这种恶鬼灭了也就灭了 也不会有损应得 好 我看你有什么办法 刘玲玲的怨气慢慢消散 再次恢复到了正常人的样子 随后化作一缕黑雾 进入到了灵位当中 不见影踪 你没事吧乔姐 乔姐绝对是我见过胆子最小的女鬼了 坐在炕头瑟瑟发抖 脸色煞白 当然 她的脸颊一直很白 没 没事 就是吓到了 乔姐沉默片刻 对我说道 其实 她比我更可怜 可怜不是作祟的理由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自然有自己的原则 浑浑噩噩七年多的时间 在别人眼里看来 我是一事无成 虚度光阴 但我清楚 那几年绝对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财富 除了乔姐之外 我曾经拥有过一些好朋友 也见过生死离别 更见过比刘玲玲更加难缠的恶鬼 但在这些故事背后 最让我不愿意触碰的 只有两个字 那便是人性 这一夜 我睡得很死 估计是太过于疲惫的缘故 第二天 醒来已经中午 填饱肚子 我便来到了供奉龙爷的房间 龙爷请 龙爷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 问道 什么事 龙爷 刘玲玲的事情 别问我 龙爷鄙视地看着我 冷嘲热讽道 你是初马先生 自己不会想办法 遇到事情就问我 行 我给你个答复 你爸不是打造好了武王鞭了吗 那手艺没得说 效果也很好 这样 你借助我的力量 一棍子打死他不就好了 我微笑着说道 龙爷 我是傻过几年 但是不笨 胡家 将这事推给我们 明显不好解决 他们巴不得让 我们用这种方式解决 估计真按照你的方式处理 胡家当天就得找上门来对付我们 你倒是聪明 龙爷冷笑着说道 这次得罪胡家 是得罪死了 胡家肯定会找机会对付你 你以后可要留意 别不知不觉被人弄死了 龙爷 你这话说的 我就不爱听了 这分明是你闯的祸 凭啥让我背黑锅 哟 你小子推卸责任是吧 龙爷坏笑地看着我 那好 这事我不管了 看他们找谁就得了 这个老无赖 我立刻服软 哀求起来 别呀龙爷 这事怪我 以后还得您罩着我呢 要不然 我不分分钟让胡家弄死 我不情愿地背了黑锅 但能有什么办法 这个老王八蛋 给我算计得死死的 我倒是想和胡家解释 可是人家听吗 这还差不多 龙爷深思熟虑片刻 也有些郁闷 对我说道 刘玲玲怨气太深 不好解决 胡家算是给我们 扔了个烂摊子 找替身这事 咱们可做不出来 老子修炼这么久 就没做过违背天理的事情 估计你也不能同意 要我说 你小子聪明 事情看得明白 应该有想法了吧 我没有否认 点了点头 倒是有点想法 打算从他家人 和凶手入手 如果家人 心心念念地惦记着他 或许能让他放下执念 要是不行 那就想办法查到 当初的凶手 将他绳之以法 后者难度会更大一些 哎 龙爷的叹气 让我有点意外 这是我认识他以来 头一次听到 他为棘手的事情 而感叹 他娘的 干啥都不能太冲动 爽是爽了 这烂摊子也不小 亏你还知道 感情龙爷也是个明白人 就是这面子 实在是看得太重 行了 少说废话 一把火也烧得过瘾了 你按照你的想法去处理 尽量早点解决 这娘们的怨气 一天比一天重 每天再给咱爷俩弄死 我黑黑地笑着 恭维道 龙爷这不是开玩笑吗 您要是想的话 分分钟不就灭了他 去你奶奶的腿 少在这里捧臭脚 我几斤几两 估计你已经猜了个七七八八 你爹那个老小子不干好事 要不然 你能活到现在 龙爷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忙活你的事情去 需要帮助再叫我 另外告诉你爹 顿鸡多顿一会儿 天天整得半生不熟 割那位猪呢 行 我一会跟我爹说一声 不过 龙爷打来的哈欠 懒散地说道 刘玲玲的信息 我让柳家给查查 明早告诉你 有了龙爷这话 我就放心了 对于龙爷 我目前了解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实力 被我爹坑了不手 不过龙爷以前的时候辉煌过 看样子 在五线当中的柳家 也颇有地位 如今也能动用一些能量 从昨天和刘玲玲交谈之后 这只怨鬼安静了不少 一直在灵牌当中没有出现 可如果觉得 他人处无害 就大错特错了 目前的刘玲玲再给我机会 如果能解决他的问题 一切都好说 如果解决不了 这娘们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第二天一早 龙爷便给了我一处地点 这里便是查询到刘玲玲的信息 一大早 我便收拾着行囊 将必备的一些物品 龙爷的牌位 以及五王鞭全部带上 小号 这大早上 干嘛去啊 我回应道 爸 我去趟清泉镇 清泉镇 我爸连忙说道 那可距离咱这百十公里呢 你上那干啥去 还能干吗 看事呗 我的话给我爸整一愣 随之畅快地大笑起来 我儿子出去了 这才成为出马先生没多久 都出去给人家看事了 我面脸黑仙 吐槽道 老爸 其实出马先生这事 真没啥好炫耀的 凭啥不炫耀 我爸拍着胸脯说道 我儿子这么年轻 就有这么大的本事 你给咱们老瑜家光宗耀祖 我高兴还来不及 我 算了 不解释了 我们爷俩这聊天频道 明显有些出入 话说回来 你咋知道清泉镇在哪 去过 我爸走上前来 拍了拍我的额头 顺带着给了我一个钱包 你老子这些年走南闯北 哪里没去过 这钱你拿着 这么多年都没去过外头 想吃啥 想穿啥 别太拮据 另外 注意安全 我接过了陈甸甸的钱包 就算是我爸不给 我也得提一嘴 毕竟 我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 爸 这钱还有龙爷的供奉钱 我晚点给您 你小子少说屁话 赶紧滚蛋 和自己老子还这么多废话 我被我爸骂了一通之后 便离开了家中 村里的小巴车两小时一趟 我在村口百无聊赖地等候 和乔姐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 要说乔姐这个胆量 真的还不如一只小老鼠 见到生人 便躲回灵牌 悄无声息 要说我这包里三大物件 便是三块灵牌了吧 大侄子 你这是干啥去 看着热情迎上来的邻居 我礼貌地回应道 赵叔 我出趟门 您这是去哪 哦 我打算去你家一趟 赵叔指着远处说道 咱东北这地界 也没见过蛇呀 这几天 很多人都说 山上有蛇 做农活的时候 也见到不少 我这不寻思问问你爸 要不要处理一下 蛇 我瞬间想到了龙爷 也知道这些蛇源自于何处 赵叔 这些蛇有灵性 自己就会离开 这事儿 就不用找我爸了 别管就行 如果以前我说这话 众人肯定不会相信 但现在我是出马先生 也有不小的分量 而且我清楚 这些蛇肯定是龙爷找来问路的 这要是我爹再来个脚蛇行动 那就热闹了 估计龙爷飞寡了他不可 那行 就听大侄子的 赵叔热情地对我说道 那你先忙着 路上注意安全 其实大多数的村民 还是很淳朴的 都是农家汉子出身 没有那么多场子 当然 也不否认 什么地方都有好有坏 比如老王家 事到如今 也只能说他们旧游自取 坐上了外出的小巴车 经过一路颠簸 我来到了镇里 在镇里我没有停留 直接来到了客运站 买了一张汽车票 前往清泉镇 百十公里的路程 两个多小时的行程 到了清泉镇还没结束 还要倒车进村 很是麻烦 要说 我爸给我准备的钱还真不少 总共有三千多块 估计他也没啥钱了吧 毕竟这几年折腾出去不少 来到清泉镇 我的双眼忍不住的四处观望 在我的记忆当中 所有的印象都停留在林村 虽然只是来到了一个小镇 但我内心的激动 却按捺不住 街边小贩的吆喝声 叫卖声 各色各异的人群 以及一些我没见过的东西 都能引起我的好奇 别看了 有人要偷你钱包 乔姐的提醒 将我拉回到了现实 一根镊子 已经伸进了我的口袋 我当机立断的捂住口袋 与一个尖嘴猴三的矮小男人 四目相对 我盯了他很久 而他则是骂骂咧咧地转身离开 明目张胆 十分嚣张 别赌了 会害死你的 我看到他肩膀上趴着一只小鬼 这类小鬼很喜欢 待在赌鬼的身上 曾经在后山的时候 见过几次 烂赌之人荆气神不足 厄运缠身 被这种小鬼缠上 不仅时运不济 更是会受到蛊惑 不到你倾家荡产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其实要解决也很简单 自己能想明白 抽离赌博 这小鬼拿你也没办法 那人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随之说道 滚 老子用你管 我一头雾水 有些茫然 呆呆地看着那人 渐行渐远的身影 这年头 好人难当的 乔姐的话 让我有些不解 随之问道 为什么 我在提醒他 我知道你是好心提醒 不过你的钱包还在你手里 这就是 他记恨你的原因 乔姐总是能告诉我 一些大道理 变成傻子那年 我还是个孩子 这些年来 乔姐告诉了我不少人生的道理 看起来 我还是有些不成熟 但如果没有乔姐 陈爷爷他们 或许情况更为糟糕吧 这也是我珍惜乔姐他们的原因 也许 他们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 我们家小鱼子 还是蛮帅气的嘛 在乔姐的敦促下 我买了一身新衣服 价格不贵 也就两三百块 换了一身行头 看着我美滋滋的样子 乔姐 一副鄙试地问道 喂 至于吗 换身衣服这么开心 嗯 也不是 我就是觉得比较幸福 乔姐有些发猛地看着我 那你说说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 原来外面的东西 真的很美味 听到这话 乔姐眼神复杂地 看着我手中的煎饼果子 一时间有些语色 更有些心疼 填饱肚子 我和乔姐再次出发 坐上了进村的小巴车 刘玲玲的婆家 在清泉镇周边的村庄 这种小巴车 也是最为常见的下乡方式 很明显 这里的乡下 虽然距离林庄 只有一百多公里 但比我们那儿要富足不少 至少道路没有那么颠簸 行程也变得轻松了不少 下午一点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一个 名叫东村的地方 这里便是刘玲玲 嫁过来的村庄 东村人口不少 一眼望不到头 农业调查的结果无比细致 哪户人家都标记了出来 在村路上 我遇到了一个憨厚的中年人 连忙上去问道 书 劳烦问一句 韩秋的家在哪 听到我提起的这个名字 中年人谨慎地看了我一眼 你找老韩家干嘛 我不太会遮遮掩掩 直接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是这样 我想跟韩家聊聊 刘玲玲的事情 那臭婆娘有消息了 臭婆娘 这称呼 也太难听了吧 看着我木讷的样子 中年的村民也不废话 带着我朝着村内走去 你们是刘玲玲的家人 也不是 是个出马先生 中年大叔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狐疑地问道 这么年轻 不应该吧 我们这儿也有出马先生 少说也得四十多岁 看你这样子 二十出头 我一直都很费解 出马先生 这个行业 真的是年纪大 比较吃香吗 我也懒得解释 对方也没有多问 十分钟后 我们来到了一处 有些破旧的房子前 这里就是老韩家 你进去吧 多谢 道谢过后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朝着庭院迈了进去 我此行的目的很简单 确切地来说 是很单纯 从结婚那晚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几年的功夫 刘玲玲在新婚之夜失踪 一定有很多人急着找她 找替身这种事情 我做不出来 能让她平息怨气 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让她看到 还是有很多人惦记她 心疼她 以及寻找她 如此一来的话 说不定刘玲玲就能放下心结 得以解脱 进入庭院当中 一个妇人正在院子里洗菜 看到我 她横眉竖眼地问道 你谁啊 走错地方了吧 哪家的小子 怎么没见过 您好 请问您是韩秋的母亲吗 请问韩先生在家吗 听到我说出的这个名字 妇人连忙站了起来 谨慎地看着我 你是谁 找我儿子什么事 这里不太方便 我可以进屋说吗 韩母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可能觉得 我的态度和语气 都挺不错的 便让我进入到了屋内 与此同时 刘玲玲从灵牌当中走了出来 眼中难得地露出了 些许难以言语的情愫 打量着周围 既熟悉又陌生的场景 看样子 她对这里还是有牵挂的 也就是说 我的计划还是可行的 说不定真的会让她 放下心中的怨念 整个庭院还是比较大的 有两栋房子 前面那栋是老两口所居住 后面的房子比较新 估计就是刘玲玲之前 提过的新房 老婆子 谁来了 屋内走出了一个 叼着烟袋的农家汉 两鬓斑白 褶皱明显 说是来找韩秋的 进屋说吧 就这样 我们三人加上刘玲玲 一同进入了屋内 但并没有看到 刘玲玲的丈夫韩秋 你是谁 找我们家韩秋干什么 这一次 我没说出自己 出马先生的身份 而是试探地问道 大娘 刘玲玲 你们还记得吗 刘玲玲 韩母瞬间暴怒起身 指着我骂骂咧咧道 你是刘玲玲的家人 我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道韩母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那个臭婆娘 在和我儿子结婚当天跑了 我们韩家在整个村子 都抬不起头 她不是河野男人 逍遥快活去了吗 回来干嘛 怎么不死外面 听到这话 刘玲玲的怨气飞速弥漫 整个屋子的温度 都骤然寒冷了不少 我立刻阻拦 随之问道 大娘 谁说刘玲玲跟别人跑了 你们当初没有寻找吗 找 找个屁 韩母咆哮道 新婚当夜人不见了 还能去哪里 肯定是跟着别人跑了 我早就说 这女人根本就没安好心 就是欺骗我儿子的 现在好了 闹得我们家鸡犬不宁 人家在城里乌宫的吴老三 说去年见过她 小日子过得逍遥快活着呢 现在来我们家干嘛 那个也男人不要她了 我整个人都傻了 这一刻我才明白 什么叫做唾沫星子压死人 流言蜚语真的可怕 大娘 如果事情不是您想象的那样呢 哼 那你说说 她去了哪里 韩母指指点点地说道 你们东村就这么大 一个大活人还能丢了不成 人家可是城里的姑娘 能看得上我们这穷乡僻壤 不愿意就别来 来了还跑 什么东西 我早就说过 这女人靠不住 当初没人听我的 也就我那缺心眼的儿子相信她 弄得我们家不像家 我诅咒她不得好死 刘玲玲的怨气 已经达到了 我无法控制的地步 我也不敢忽视 立刻划破了手心 将恒温血滴在了灵牌上面 勉强将刘玲玲强行地关了进去 透过窗口 我看见了房子的另一侧 后面是一条宽阔的土路 的确容纳的下卡车的通行 老婆子 多少年的事了 你这是干嘛 韩秋的父亲猛作了一口烟袋 愁眉不展地对我问道 刘玲玲还好吧 你来这里打算干嘛 刘玲玲死了 我擦拭着手掌的血迹 对着二人说道 成婚当天就死了 我是个出马先生 专程为这事来的 啥 死了 韩父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有些震撼 死了 死了好 韩母依旧是刁钻跋扈地 骂骂咧咧起来 这臭婆娘就是报应 让她坑人 活该 你闭嘴 没听到人家小伙子说 自己是出马先生吗 这么多年了 你还想怎样 刘玲玲可是当天就死了 就这小子才多大岁数 还出马先生 你老糊涂了吧 他的话你也能信 韩母鄙视地瞥了我一眼 阴阳怪气地说道 大喜的日子都是人 还能丢了 还能死了 就这也能叫做大仙 当初我们可找徐婆子算过 这娘们就是跟人跑了 再说了 五老三去年 在城里看到过刘玲玲 不是她 还能见鬼了不成 依我看 这小子就是刘玲玲 找来卖可怜的 无非就是想从我们这儿 那点钱 算了 算了 我心里清楚 和这婆娘有理 也说不清 这样 大娘大爷 你们把韩秋的联系方式 给我 我跟她聊聊 就不担当你们了 怎么 骗人不成还想跑 韩母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 指着我说道 你是刘玲玲找来的 这口气 我们忍了几年 今天这事 我还非要叫真了 不把那婆娘叫来 谁都别想走 说着 韩母对着韩父吩咐道 你去叫人 今天我还非得 将这婆娘做的恶心事情 抖搂出来 凭啥咱们韩家 被人低看一眼 我心中后悔 无比的后悔 来到这里 我是打算让刘玲玲看看 还是有人惦记她的 现在倒好 刘玲玲的怨气更深 连我都深陷淋雨 老婆子 你跟年轻人计较啥 过自己的日子 为难这小伙子干嘛 你呀 就别折腾了 我凭啥不折腾 他给我儿子害得那么惨 你去不去 说不听你了 无可奈何之下 韩父只能找来了亲戚邻里 至于我 则是被关在了屋子当中 不让离开 乔姐悲催地看着我 一时间也是束手无策 很快 街坊邻里就来了十几人 而我站在中间 如同要受到审判似的 大家给拼拼脸 这小子就是刘玲玲找来的 说什么刘玲玲那个臭婆娘 结婚当天就死了 欺负我不识数事吧 韩母催了我一口 骂骂咧咧道 还说自己是出马先生 有这么年轻的先生吗 经个大家做个证 还我儿子一个清白 我们老韩家才是受害者 今天不给刘玲玲招出来 他就别想走 街坊邻里指指点点 有人对我说道 年纪轻轻不学好 刘玲玲当年逃婚是公认的事 你还敢回来 还嫌给老韩家害得不够吗 这事我们不该管 但这么多年过去之后 刘玲玲还想在老韩家占便宜 这就说不过去了 你小子自认倒霉 给人叫过来 要不然你可就要吃苦了 我白口莫辩 一言不发 这事怎么变得反而麻烦了不少 龙爷在一旁翘着二郎腿 冷笑着说道 他们想要见刘玲玲 你就成全他们呗 到时候不就水落石出了 龙爷 你可别害我了 我小声嘀咕道 刘玲玲恨不得活泼了他们 怨气比之前还重 现在放出来 你是要灭了老韩家啊 就在这时 一个德高望重的老者站了出来 对着韩母说道 大妹子 凡是不能这么说 你无缘无故 限制他人自由是违法的 这样 吴老三不是说 他见过刘玲玲吗 叫来问问不就知道了 还有那个徐婆子 看事儿向来稀里糊涂 也一同叫过来说清楚吧 韩母虽然不情愿 但碍于对方 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 只能答应下来 行 攒脚正不怕斜歪 我非要这小子松口不可 过了一会儿 一男一女被叫了过来 男人便是韩母口中 所说的吴老三 就是个农家汉子的形象 一膀子立起 进门就开始喋喋不休 至于身后那个老太太 六十多岁 头发白 佩戴着很闪耀的金首饰 看起来日子过得不错 老太太便是这东春的大仙 一进门就不耐烦地嘀咕起来 啥事儿非得叫我过来 老李太太她小孙子冲着了 我那头还没忙活完呢 老人咳嗽了一声 屋内的气氛安静了不少 吴老三 你是不是去年在城里见过刘玲玲 吴老三面对着韩母的质问 一时间有些慌乱无措 很明显 对于这句话 吴老三本身都有点记不清 估计是哪次喝了点酒 信口胡说的吧 不过话已经赶到这了 看着人满为患的架势 他也不好临时改变口风 没错 我去年在省城务工的时候 见过一次 吴老三扯谎道 人家锦衣玉石 坐着豪车 我也是在大街上看到的 你确定那是刘玲玲 德高望重的老人提醒道 这事儿可不能信口捏来 你确定吗 吴老三迟一片刻 有些含糊七词地说道 应该没错 瞅着像 听见没 吴老三都这么说了 还能有假 韩母的话 让老者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知道 当年的事儿 给你们韩家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但这么多年 谁也没见到过 也不能听吴老三的一面之词 徐婆子给算过 刘玲玲就在省城 哪有这要巧的事儿 我看吴老三看到的 就是那个臭婆娘 听到这话 老人反应过来 对着我问道 听说你也是大仙 你说说 你是怎么找来的 一旁的徐婆子 打量我几眼 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阴阳怪气地说道 这年头 骗子真是不少 年纪轻轻地不学好 咱们马家大仙 也是你这个年纪 能接触到的 说得没错 这小子一看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就二十左右 还出马先生 我看就是个骗子 周围人不少都 质疑着我的身份 也开始挖苦起来 闭嘴 让他说 老人还是很明事理的 将重心放在了我的身上 老先生 我住在一百多公里 之外的小村庄 帮人看事的时候 找到一具被包了皮的尸骨 我们家大仙帮问出来的 说他叫刘玲玲 来自于咱们东村 所以我才过来看看的 听到我的话 众人几倍发凉 先不管是不是真的 这被包了皮几个字 就足以让人头皮发麻 也就是说 是刘玲玲告诉你的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将刘玲玲所说的一切 讲述了一遍 众人已经将信将疑 反而是韩母怒不可恶地骂道 一个臭婆娘 还编造故事 找人来也不找个靠谱的 你说 你是出马先生 谁信啊 说的不就是 徐婆子瞥了我一眼 轻蔑地说道 要是这个年纪能做出马仙 要我们这些老人干嘛 如果我能证明 我是出马先生 是不是你们就会相信我 此时的我也是 被逼得毫无办法 叫刘玲玲出来对质 倒是可行 后果吗 害几条人命罢了 刘玲玲是恶鬼 这种怨气 很少能听进去别人的劝阻 他要是发起风来 我和龙爷都未必拦得住 这事还能证明 我笃定地点了点头 指着徐婆子说道 他刚才进来的时候说 正在给别人看事 我也能做到这一点 我刚来东村 根本不认识你们 如果我说得准 你们是不是就会相信我 老者轻微地点了点头 转身问道 徐婆子 你怎么看 我害怕这个 徐婆子自信地说道 真惊不怕火炼 我已经瞧出来 李老太太小孙子 是怎么个情况 她不怕丢人 不怕被戳穿 我们怕什么 那行 一起过去看看 就这样 我被团团围住 来到了徐婆子的家里 徐婆子的家在整个东村 都豪华无比 两层的小楼 装修精致 看样子 这常让他赚了不少钱 屋内传出刺鼻的烟火味 一老太太 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坐在屋内 两旁都是祭祀的 佛像牌位等等 牌场倒是不小 都安静点 一句话都不准说 老者 来到我的面前 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子 你的确是外乡人 我们一个字 都不会回答你 就看你有没有真本事了 我点了点头 然后将龙爷的牌位拿了出来 点燃了三只香 恭恭敬敬地敲了敲 龙爷请 笑话 天大的笑话 徐婆子有些气愤地说道 咱东北这五家堂口 就没有姓龙的 编假话 也不找个靠谱点的 我懒得搭理 恭恭敬敬给龙爷上香 龙爷 靠您了 要不咱们爷俩 恐怕要被留在这儿了 完蛋货 这点小事都办不了 看大爷我的 龙爷口中念念有词 我看得见窗外 几道黑影飘了过来 在场之人对我更为怀疑起来 毕竟他们见过的大仙 要么抽烟喝酒 要么唱曲儿摇晃 反倒是我 出奇地安静 三道黑影 如动着身体 趴在了我的面前 没猜错的话 这便是柳家仙吧 这娃子叫啥 面对着龙爷的质问 三个黑影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半晌后 我睁开双眼 来到了小男孩的身前 周小安 四岁半 村口南边有一条水沟 他们家就在水沟一侧 他爸叫 我的话 让整个气氛变得诡异 宁静 因为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准确无误 要知道 我可是头一次来这里 对东村一无所知 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 都十分属实 大仙 这孩子是咋了 有人对我的称呼有了变化 臭小子也转变成了大仙 尤其是徐婆子惊恶地看着我 充斥着不可思议 冲着了 徐婆子说得没错 我转身面对着徐婆子 恭敬地问道 我们家大仙已经告诉了我 小孩子冲到的是谁 您不妨也说说看 看看我们谁说得比较准 这 这 徐婆子眼睛滴溜溜地转个不停 连忙搪塞道 你小子别想套我话 我会告诉你 我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张纸 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递给了德高望重的老者 老先生 冲到之人 我已经写了下来 现在徐大仙说一声不为过吧 不为过 老者对着徐婆子吩咐道 都是出马看事的 你也说说看 徐婆子脸色憋得通红 最后无可奈何地胡扯起来 冲到的是门槛外面的 找老周家要钱 烧点纸钱就好了 众人无比期待 这种大仙较量的场面 着实是罕见 就在老者想要拆开纸条的瞬间 我拦住了他 对着身旁的一个中年男人 伸出了手掌 压箱前 啊 男人一愣 好奇地对我问道 为啥跟我要钱 你是他爹 我不跟你要跟谁啊 一听这话 男人一拍大腿 大声喊道 他娘的 神了 我还在这想装一会儿 没想到被大仙认出来了 这钱 我给 男人也不含糊 但掏了半天 只掏出了几枚硬币 你瞧瞧这事弄的 出门换衣服 这都理 没事 我拿起一毛钱 压在了龙爷牌位下面 随之说道 拆开吧 里面有个名字 老者连忙拆开白纸 疑惑地嘀咕道 周广志 他是谁 我爹啊 老者一愣 周二驴叫周广志 那你看看 你们这些长辈 就管我爹 叫二驴二驴的 真名都忘记了吧 周小安的父亲 连忙来到了我的面前 小心翼翼地问道 大仙 我爸刚走两年 不应该有啥事吧 我没有作答 而是来到了周小安的面前 拈了捏他的手臂 疼不疼 疼 哪声哪气的声音 让大家有点紧张 但看到我并没有用力 众人也放心了不守 这里呢 我的手再次按在了他的脚踝处 周小安继续点头 也疼 比刚才疼 嗯 明白了 我转身对着男人吩咐道 你爸的棺材破了 钻了耗子 带点纸钱贡品过去 烧炷香 补上就好了 这 现在去吗 对 现在去 自己老爹 不犯忌讳 记住给耗子撵出来 听到我的嘱咐 老周家的人 连忙张罗起来 前往到了坟地 此时此刻 徐婆子在一旁默不作声 一言不发 这小子有点本事 一会儿看看周小子怎么说 是啊 别看年纪轻轻 看事儿还真准 几个村民对我赞不绝口 也有不怕事儿大的 对着徐婆子问道 老徐太太 你这有点扯远了吧 看得也不准啊 谁说我不准 徐婆子瞪了我一眼 有些怨恨地说道 这小子说不定早就打听好了 我看周小子 他们是要白跑一趟 是否白跑 等会就知道了 我随口说了一嘴 想要将龙爷的牌位放进包里 却怎么也拿不动 看到这一幕 众人暗自择舌 而我则是无语地说道 龙爷 主家的供奉我给您补上 别耍小脾气啊 有了这话 龙爷的牌位 才如愿以偿地放回到包里 小子 这是啥情况 面对着众人的好奇 我也解释了一下 我们家堂口这老仙脾气倦 我给人看事儿 主家前后都要添两顿供奉 这不是事出警截 我也不好开口 只能欠着了 小伙子 老仙给帮忙 这不能让你给填补 俺家小子那一毛钱不管用 周小安的奶奶立刻说道 要是我儿子说得准 真是我家那口子冲到了 这两顿 我给你补上 话音刚落 周小子那头便打来了电话 老者也不含糊 立刻开了扩音 这大仙神了 我们给坟地刨开 好家伙 整个一号紫窝 给棺材板都咬穿了 您告诉大仙别走 处理完这头晚上去我家吃饭 说完 周小子便挂断了电话 整个屋内所有人 无不震撼 徐婆子无地自容 自己也清楚 定会身败名裂 名声扫地 我本无心拆穿 奈何他咄咄逼人 眼下也算是 做了一桩好事儿吧 年纪轻轻 本事不小 老者给我搬了把椅子 让我坐了下来 同时问道 关于刘玲玲的事情 可还属实 自然属实 我有些郁闷地说道 刘玲玲这事儿 给我也折腾得不清 海谷还在我家里 我本打算让他看看 还是有人惦记他的 结果适得其反 现在怨气更重了 这可不是我们害的他 我们也被坑得不清 谁害的他找谁去 可别找我们 韩姆立刻对我挥手说道 人都没了 说啥都晚了 从没来的 你给带回哪去 我们可不管这事儿 如今 我儿子也娶妻生子了 让这婆娘安生点 她已经不是我们老韩家的人了 老韩太太 你要是这么说 我可就要续你几句了 老者呵斥道 当初刘玲玲突然消失 你说她跟别的男人跑了 现在这丫头被害 也是个苦命人 怎么就跟你们家没关系了 你儿子一走就是几年 你告诉我 她现在重新结婚生子了 就想撇清关系 人家刘玲玲 愧对你们老韩家一丝一毫了 挺大个人 说这话也不害臊 韩姆厚着脸皮反驳道 嗨 你还怪我了 当初要不是你们风言风语 我能往这方面去想 还不是你们张家长李家短的 给编排出来的 我管不了那么多 自家有自家的日子要过 她受苦是她的命 既然死了 就跟我们老韩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别说了 我的一声怒吼 吓坏了所有人 在场之人无不惊恶地看着我 到底发什么风魔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一阵阵吵闹 天空中的乌鸦席卷而来 遮蔽了大半的晴天 仿佛阴云笼罩一般 全村的狗如同狼嚎一样 此起彼伏格外甚人 下一秒 屋内传来了咔嚓的脆响 什么东西碎了吗 我颤抖地将手掌放进了背包当中 拿出来一块碎裂的铃牌 而这铃牌 正是刘玲玲的 喂 你冷静一点 我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整个人便被刘玲玲的怨气席卷 这个女人的怨气 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那块铃牌 已经无法容得下她 砰的一声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在了桌子上 噼里啪啦的声响 源源不断 供奉的柜子轰然倒塌 屋内一片狼藉 都在颤抖 摇晃 徐婆子 这咋回事 我哪知道 徐婆子做一个招摇撞骗的神棍 哪里见过这种架势 他跪在一旁 不停地给自家的佛像磕头 但根本没有效果 以出马弟子招摇撞骗 临时抱佛脚 又有屁用 我的双眼看得清楚 此时的刘玲玲 双目当中一阵血红 被韩家人的态度所激怒 自身的怨气不停地增长 如同惊涛骇浪 敲打在整个房间当中 不一会儿 屋内俨然变成了一处废墟 但刘玲玲却没有停息的意思 只见他不停地撕扯着 自己血淋漓的皮囊 已经来到了韩母的身前 张开了血盆大口 龙爷 还不帮忙 龙爷站在角落里 不停地摇头 怨气太重了 我怕伤到我 都什么时候了 有什么好怕的 我也顾及不了这么多 口中念念有词 日落西山黑了天 龙离长海虎下高山 龙离长海能行雨 虎下高山把路拦 有弟子 你相传 金请得 长柳大仙 念叨到此处 刘玲玲瞪了我一眼 渗透着鲜血的枯骨手掌 死死地攥住了我的喉咙 就这样 我的身体被提到了半空当中 我沙哑的声音不敢停息 此时的刘玲玲 已经失去了理智 要是连我都倒了 这屋子里的人 恐怕一个都出不去 要武扬威一股兵 人欢马窄到军英 弟子来点兵 点到柳 长蟒四舌即刻出山 龙爷还不帮忙 你这小混蛋 别看我啊 因为龙爷是我的本家仙 所以在我动用帮兵爵的时候 他就算再强横 也无法抵挡 只见龙爷身体 不自主地向我靠了进来 如同刘虾子身上的黄大仙一样 龙爷被我请了下来 以长堂大教主的身份 帮我对付刘玲玲 就在龙爷附身的瞬间 一股冲击力 打向了刘玲玲 要说刘玲玲这恶鬼 也是强的离谱 这种冲击力 只是将他的怨气冲散些许 并没办法震慑 更别说制服了 他的手掌还掐在我的脖梗上 好在有些效果 就在他的力道松动些许的瞬间 我一个翻滚挣脱了束缚 我不敢大意 立刻从背包中抽出了五王鞭 与刘玲玲对峙 刘玲玲 我相信你本质是善良的 如果你再这样下去 我只能选择灭掉你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我帮你找到杀你之人 但不管怎样 我就是拼了命 也不许你伤害别人 刘玲玲狠狠地盯着我 没有同意 也没有动作 我想 他是在想着 怎么样弄死我才对 屋内众人慌乱无措 韩母崩溃地大喊道 快跑啊 闹鬼了 众人想要离开 砰的一声 房门紧闭 很明显 刘玲玲并没有打算放过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我还是 另外那些无辜之人 造孽啊 老者哀声叹气 指着韩母骂道 刘玲玲被人害死 结果你们不寻找 却辱没这丫头的名声 她可是你们韩家的儿媳妇 还有你那儿子 这才几年 就娶妻生子 当初我作为证婚人 你家韩秋可不是这么说的 刘玲玲管不了那么多 静止地冲向了韩母 看样子 她势必要杀了自己的婆婆 我也不敢怠慢 五王鞭也顺势挥打了出去 龙爷实力虽然弱得可怜 但好歹也是我的本家仙 有了他的帮助 这一鞭子 就算是无法让刘玲玲魂飞魄散 也够他受的 我能不愿吗 哇的一声 韩母哭了起来 大喊道 从刘玲玲失踪那天 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 从那晚之后 我再也没见过我儿子 乡亲们都说 刘玲玲跟别人跑了 所以我才恨他 我也是母亲 我也想我儿子 什么结婚生子 我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你们谁又可怜过我 刘玲玲尖锐的指尖 在这一刻停顿在了韩母的眼前 怨气仿佛也减轻了不少 但我这一鞭子 却无法收回 狠狠地打在了刘玲玲的身上 伴随着一声哀嚎 房间内摆放的东西 再次散落了一地 刘玲玲的怨气 不过这恶鬼刘玲玲的却强悍 下一秒便死死地瞪了我一眼 我想 此时他要对付我 绝对还有这个实力 甚至连龙爷都要跟着一起遭殃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化作一道残影 回到了灵牌当中 当然 他霸占的是乔姐的灵牌 乔姐被挤了出来 呆滞地看着我 估计这丫头也吓得不轻 天空再度放晴 一切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你是说 你儿子并没有结婚生子 我收起了五王鞭 刘玲玲的损耗不小 但对于他的侄女而言 算不上什么 如果不是事情有转机 估计我也无计可施 但他突然停手 很明显 刘玲玲心底 还有着些许的牵挂 我这么说 只是想让你们不要再打搅 我们已经支离破碎的生活了 韩姆擦拭着眼角 哽咽地说道 那天晚上之后 韩秋如同疯了一样 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也不知是生是死 说完 韩姆再次痛哭不已 声泪俱下 嫂子 我 我也有错 吴老三走了出来 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我说看到刘玲玲的事 连我自己都记不得了 肯定是我哪次 喝多了胡说八道的 都怪我 我不是人 我该死 唉 老者深深地叹了口气 随之目光放在了我的身上 这位小先生 您看这件事情怎么解决 我有些无可奈何地说道 这事也怪我准备不周 应该提前调查的 这样 你们继续过日子就行 我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 寻找到一些线索 刘玲玲的怨气 你们也看到了 属实不好解决 很抱歉 给大家添麻烦了 孩子 说这话 你就太客气了 周家的老太太对我安慰道 小先生来这里 也是为了帮忙的 不管怎样 你不也是帮了我们家解决了问题 这样 我看天色也晚了 你先去我家住一宿 其余的事情明天再说吧 我儿子可是要请你喝酒呢 我没有拒绝 此时已经步入黄昏 这东北的天 一天比一天短了 随后 在老者的安排下 一些人留下来 给徐婆子整理乱糟糟的房间 一些人将寒家老两口送回了家中 而我则是跟着老太太 来到了老周家 暂时安顿一晚 回到房间当中 乔姐和龙爷 站在我的身旁 乔姐胆子 本身就比较小 看到龙爷大气都不敢喘 没了灵牌的他 只能待在原地 毕竟现在刘玲玲是个炸药包 谁都不敢招惹 龙爷更是一改常态 有些郁闷地看着我 小子 咱俩商量一下 以后能解决的事情 我绝对不含糊 但这强行请帮兵的事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龙爷夸张地捂着胸口 面露难色 这娘们凶得很 刚才差点给我吓死 要不是他停手 咱爷俩今天恐怕要遭殃了 我也没办法呀 我无奈地解释道 就刘玲玲刚才暴怒的样子 您也看到了 要不指望您 我哪有一点点的办法 要我说 龙爷还是强 刚才那一鞭子 的确够分量 少他们忽悠我 老子不吃这套 龙爷瞥了我一眼 骂骂咧咧道 反正我话已经 说到了这个份上 再坑我 咱俩就赶紧散伙 这也太特么地吓人了 就在我和龙爷 僵持不下的尴尬境点 外面传来了一声呼喊 小先生 出来吃饭了 我黑黑一笑 算是和龙爷厚脸皮 套着近乎 便离开了房间 周叔已经做好了饭 一大桌子 很是丰盛 旁边还有一个摆放着 崭新香炉和贡品的小桌子 上面同样丰盛无比 小先生 我家也不信什么 临时摆了个贡品桌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您吩咐就行 劳烦周叔了 这已经很好了 不麻烦 不麻烦 应该的 周叔很是憨厚地 邀请我坐了下来 家常便饭 小先生别客气 我叫于浩 叫我小于就好 农家人就是热情 很快我们便在餐桌上 熟络了起来 自家酿的 60度纯凉酒 整点 我看着桶里满满的白酒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来半缸吧 安安神 周叔 坟地的棺材修完了 嗯 修完了 多亏了小 与你的提醒 周叔说道 那里的土有点松动 我填了一些 给棺材修补的结结实实 那些老鼠也被我撵了出去 那就好 后续应该没啥问题了 我喝了一大口白酒 火辣辣的入喉 但带来的 却是一种难得的舒畅感 酒过三旬 餐桌上就剩下了我和周叔 我们二人借着酒敬 话匣子也就此打开 小于 你这年纪的出马先生 这么多年来 我是头一次见到 安门村有啥事 都找徐婆子看 这下好了 这娘们就一片子 周叔好奇地看着我问道 你小子这么年轻 咋这么厉害 也不能说厉害 要是厉害 就不用这么危险了 怎么说呢 我天生就是 吃这口饭的 避都避不了 那就尽量做好 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经历 我已经接受了 自己出马先生的身份 既然逃脱不了 那就尽量做好 所谓做好 只是表面上的说法 而我真正的目的 是想好好地活下去 就这么简单 韩秋和刘玲玲命苦啊 我有些不解地问道 周叔跟他们很熟悉吗 也算不得熟悉 但他们小两口 给我们东村 做了不少事情 周叔有些感叹地说道 老韩家比较穷 当初韩秋上大学的钱 都是俺们给凑得 他和刘玲玲是大学同学 这小子惦记家里 毕业之后 就回东村工作了 还带来了城里的女朋友 你进村这条路 都是他们小两口 拉来的投资修建的 在村里工作了两年 他俩就结婚了 谁知道当天 发生了那种事情 这些年来 七嘴八舌不少 给刘玲玲骂得体无顽肤 这舌根子底下压死人 说着说着 假的都能变成真的 也是一对苦命鸳鸯啊 说着 周叔举杯 我俩干了一口 我有一件事情 很是好奇 就借着这功夫问了出来 周叔 刘玲玲父母那里 没来东村找过自己女儿 这么多年不见面 应该不会吧 还真没来过 周叔解释道 我听说当初 刘玲玲的父母 不同意 她和一个乡下的 穷小子谈朋友 娘家那头放过狠话 要是嫁到这里 就不认她这个女儿 刘玲玲也是个倔脾气 当初结婚那天 女方家长都没来 估计现在都不知道 自己女儿已经死了的消息吧 不过 不知道也好 我放下酒杯 看着夜空 喃喃道 是啊 不知道也好 小鱼 后续你打算怎么办 我笑着说道 想办法吧 我打算找到当初的凶手 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办法 平息掉刘玲玲的怨气 没错 这是个好招 周叔十分赞同 愤恨地说道 做出这种畜生不如的事情 简直是惨无人道 就该让刘玲玲亲手弄死她 我苦涩摇头 让刘玲玲报仇是不可能的 她要是亲手报仇 这股怨气反而会愈演愈烈 况且 刘玲玲未必能做得到 而且 这也不是我的初衷 我俩一直喝到了半夜 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 随后 我便回到房间休息去了 舒畅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醒来 已经接近中午 周叔并没有叫我 起床之后 收拾了一下行囊 重新打造了一块灵牌 我也再次准备出发 碍于周叔的热情款待 我留下来吃了午饭 要说老周家 做得也的确到位 连龙爷都夸赞这两顿供奉 的确丰盛 当然 这老家伙 必然要贬低我爸两句 整顿好一切的 我再次动身出发 消停了不守 毕竟他们见过刘灵灵的恐怖 也希望我尽快地给他安宁 当然 他们首先考虑的 并非是刘灵灵的悲惨遭遇 而是害怕给他们家 带来种种恶果 人 都是自私的 其实目前的 我也有点浑浑噩噩 毫无头绪 找人这种事情 如同大海捞针 关键时刻 还得将重心放在龙爷身上 坐上回县城的小巴车 我开始和龙爷交流起来 龙爷 帮我寻找一下 害了刘灵灵的凶手吧 龙爷沉默不语 半上没有说话 龙爷 很为难吗 废话 你以为这么简单 我微微一愣 好奇地问道 您可是仙家 找人应该没那么麻烦吧 当初寻找刘灵灵的鬼魂 你也不过用了一晚的时间 你小子 真以为老子是万能的 龙爷嗤之以鼻地说道 说实在的 找鬼比找人简单 我是仙家不假 但你见过哪条蛇 哪条狐狸什么的 走在大街小巷寻人吗 鬼魂这东西是有阴急的 能大致地锁定范围 在依靠各家的人手前去寻觅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消息 从而达到寻找的目的 但你现在要找的是个活生生的人 连个姓名和范围都没有 咋的 我还给你在柳家贴个寻人启事 我一时语色 这老家伙口才实在是太好了 但不得不说 龙爷说的也很有道理 不管是人还是鬼 都有身份 这阴急 武家很好查找 但寻人就没这么简单了 那这样的话 有点难办了 我皱眉思绪片刻 嘀咕道 也就是说 不管是寻找凶手 还是寻找失踪几年的寒丘 都只能凭借运气 你问我干啥 还不如问刘玲玲 那娘们是当事人 被包皮拆骨的 又不是老子 说完 龙爷便回到了牌位当中休息去了 也不再搭理我 我特么的也知道 问刘玲玲最直接了当 关键着娘们跟个炸药桶似的 那句话问得不对 这一车人都别想好 二十分钟后 我试探地敲了敲刘玲玲的灵牌 玲玲姐 干嘛呢 消气了吗 当初害我那个人 留着落腮胡子 左脸有道明显的疤痕 具体叫什么我不清楚 职业应该是个屠夫 她身上的杀气很重 刘玲玲语气冰冷地说道 至于寒丘这个复兴汉 别让我看见她 否则 我一定要她感受到我的痛苦 我松了口气 虽然刘玲玲的态度很差 但好歹这个女人开口了 看样子 应该不会突然间地暴怒 玲玲姐 龙爷这里寻人 并不是很擅长 您看有没有好的建议 刘玲玲沉默片刻 忽然说出了一个关键的线索 她的车牌号是赫诚的 做的是屠宰的买卖 应该就在这一带 听到这话 我瞬间恍然大悟 刘玲玲说的没错 凶手做屠宰生意 肯定在一个区域里贩卖牲口 加上牌照之类的 应该可以锁定一个范围 当然 这个范围不小 而且凶手做事干净利落 肯定不是头一次害人 估计也有隐秘自己的方式 我连忙拿出了 在县城里买来的地图 仔细地查看起来 首先 刘玲玲的出事地点在东村 而被抛逝的地点 则是在邻村附近 也就是说 这段路程 便是凶手作案的方向 两点之间有一百多公里 完全可以认定为 在这段路程当中 刘玲玲受到了非人般的折磨 除此之外 货车的牌照是赫诚的 我又将范围扩大 找到了赫诚的位置 连接起来 正是一个三角形 这区域内 很有可能便是 凶手屠夫的行动范围 龙爷 您可不可以帮我在这个区域寻找 我在车上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大喊了一声 周围人都狐疑地看着我 眼神古怪 估计是我上车之后 便喃喃自语 这会儿又突然来了一嗓子 搁谁眼里看来 都觉得我不太正常 好在有东村 一同上车的村民 帮我缓解了尴尬 都说了 找人我不擅长 不是找人 是找鬼 找鬼 龙爷饶食不解地问着我 你小子有什么打算 别掉老子胃口 龙爷 我通过和刘玲玲聊天有所发现 锁定了大致的范围 同时 我隐约中觉得 此人绝对不会只犯案一次 如果我猜测没错的话 这个屠夫虽然不好找 但说不定能找到被他害死的人 龙爷点了点头 倒是有点道理 就这个范围是吧 我稍后 让柳家帮忙查一下 多谢龙爷 有了龙爷的帮助 再加上我的推测 如果考虑的方向没错的话 一定会有新消息 与此同时 车子平稳停下 我再度回到了清泉镇 镇子依旧热闹无比 可我却不知如何是好 毕竟头一次单独出远门 经验完全不足 找个落脚地休息吧 乔姐看到我不知所措的模样 笑着调侃道 我看啊 这次事情过后 你跟你爸商量商量 让你出去闯荡闯荡 挺大的小伙子 一到陌生的地方就梦了 这哪能行 我脸色微红 也觉得自己有点丢人了一些 就在我打算找个落脚处 等消息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一声吼叫 抢劫 有人抢钱包了 喊声从一个中年女人 口中传来 周围人纷纷将目光投递过去 却没有人出手援助 只见一个身形矮小 戴着口罩的身影 飞速逃窜 看到这一幕 我本能般地追了出去 喂 你干嘛呀 不要多管闲事 乔姐跟在我身后 极为忧虑地劝阻 我没有回答 加速奔跑 靠近对方的时候 猛地扑了上去 对方被我狠狠地压在身下 口罩也被我扯了下来 是你 我认识这个人 正是当天下车遇到的毒鬼 当时他还想偷我钱包来着 臭小子 你多管闲事 找死 气急败坏的毒鬼 从口袋中抽出一把小刀 静止地朝着我的面旁挥舞 我连忙躲闪 下意识地伸出手臂阻挡 滋拉一声 我的袖口被划破 我心里一惊 连忙后退几步 不敢贸然上前 就在我有些慌乱的时候 一个身影瞬间冲了出来 苗条纤细的身影纵身一跃 膝盖直接撞击在毒鬼的背部 毒鬼一个亮枪 趴在了地上 口中骂骂咧咧 不服不愤 闭嘴 强势的声音过后 女人直接将膝盖压在了毒鬼的背上 抓住她的手臂 戴上了结实的铐子 何队 你没事吧 几个身着制服的警员 纷纷上前询问起来 名为何队的女人站起身来 将毒鬼一把拽了起来 丢给了对方 一个抢劫的 带回去处理一下 说着 何队走到了我的面前 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 都说了 要你不要追 这种事情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面对着乔姐的质问 我憨笑着挠了挠头 书里面都写着呢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我试着帮忙来着 胡闹 乔姐拍了一下我的额头 训斥道 这世道 什么人都有 刚才刀子都亮出来了 你别拿自己小命开玩笑啊 你在跟谁说话 何队狐疑地打量着我 同时指了指我的手臂处 你受伤了 没事吧 受伤了 没有啊 我下意识地看着被划破的袖子 鲜红的血液 已经顺带着流淌下来 可能是刚才情绪激动的缘故 我根本没察觉到 自己也挂了踩 怪不得乔姐这么担心 小王 给他包扎一下 一个警员拿着医药箱上前 检查了一下我的伤口 开口道 何队 没啥问题 一点皮外伤 用不着去医院 行 你处理一下 带回去做个笔录 我有些发猛 这见义勇为 也这么麻烦的吗 随后 施主前来接过钱包 在何队的解释下 中年女人不停地对我说着谢谢 还别说 这几声感谢的话 我还挺满足的 再接下来 我跟着何队他们 一同回到了警局 做了个笔录 办公室忙着呢 你将就一下 做个笔录 没问题就可以走了 何队将我和毒鬼 一同带到了审讯室 唯一的区别 就是他被关了起来 我随便找了个椅子 坐了下来 填写着事情的经过 随后 何队给我倒了杯水 平淡地说道 身份证给我 另外 胳膊疼不疼 面对何队的时候 我有些脸红 反应都木讷了不少 从小到大 我最熟悉的女人 确切来说 应该是女鬼 就是巧姐了 除此之外 我还真没接触过什么异性 尤其是很好看的那种 何队长得很漂亮 年纪应该比我大几岁 给人一种很难靠近的感觉 很严肃的同时 又有着一种说不清的魅力 我将身份证递给了何队 他看到我的样子 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 心里有鬼啊 这么紧张 我叫何曼 身份证一会儿还你 与此同时 一个警员进入到了审讯室当中 何队 老大找你上去开会 知道了 何曼将我的身份证 递给了一个警员 吩咐道 检查一下 没问题的话 按照流程就可以了 说完 二人分别离开审讯室 屋内也只剩下了 做笔录的我 和被关在牢笼里的毒鬼 除此之外 我身旁还站着一个男人 一直盯着 我的笔录 好奇地看着 这年头 见义勇为的可不多见 小伙子 不错吗 被夸奖的我看着 身旁的国字脸男人 又看了看他身上的制服 点头报以感谢 多谢夸奖 我靠 男人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惊呼道 你在跟我说话 呃 不然呢 我一头雾水地看着他 你不是在夸奖我吗 我说声谢谢不对吗 他娘的 见鬼了 这下子我表情更为复杂 嘴角抽搐 鬼喊见鬼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死了五年了 头一次有人看见我 奇怪 奇怪 独自男男的中年男人 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 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 当然 触碰到的一瞬间 他的手掌 从我身体上穿透而过 你 你真的能看到我 应该是 我无奈地看了看他的胸牌 说道 你叫何振 天啊 你真的能看到我 能不能帮我个忙 何振紧握拳头 期待着我的回答 你先说说看 如果让我帮你报仇什么的 还是算了吧 我不让你帮我报仇 你帮我传达出去一些至关重要的消息 与此同时 一旁倒霉催的毒鬼 惊恶地看着这诡异的一幕 我被一个精神病给坑了 好吧 你说说看 何振连忙对我说道 四年前 我调查一起重要的案件 结果事情暴露 自己也惨遭毒手 我留下了一些关键的证据 被我藏了起来 因为我的死 依旧没能被人发现 你只要告诉我 妹妹一个密码 她自然知道 去哪里寻找证据 你妹妹 何振用力地点了点头 没错 刚才给你带过来的和蔓 就是我妹妹 大哥 不是我不想帮你 我欲哭无泪地说道 你觉得我对她说 我看到了你 你让我给她一个密码 她会相信我 还是给我扭送到精神病院去 这倒也是 何振为难地说道 这丫头在我离开之后 性情大变 你要直接了当地跟她说 估计她反而会多疑 给你造成不少麻烦 这样 你在笔录上留下几个数字 我拿起手中的笔 将信将疑的准备记录 950709 这样就可以了 她能明白吗 思绪片刻 何振连忙说道 你再画一只小猪 相信我 她一定会明白 五分钟后 何振看着我画的小猪 陷入了沉思 兄弟 你这画画的水平 有什么问题吗 我木讷地问道 我们村的猪都长这样 你这也太立体了吧 卡通的懂不懂 存钱贯那种啊 我再度摇头 何振也有些无奈 算了 就这样吧 这丫头聪明 应该会明白的 不管怎样 多谢你了 估计我是没啥机会报答你了 要有下辈子 我再感谢你 我看了一眼何振 对她说道 你快消失了 嗯 何振应了一声 洒脱地笑了笑 一口执念支撑着 估计很快就会散了 余先生 您可以走了 刚才的警员 拿着我的身份证 和一个红包走上前来 热情地递给了我 多谢您建议勇为 这是我们给您的一点心意 请您收好 看到了吧 做好事还是有收获的 书里面 说得一点都不错 乔姐瞥了我一眼 挖苦地说道 你可得了吧 我看你哪天小命要是丢了 该怎么办 到时候 我还要照顾一只傻鬼 虽然面对着 乔姐的冷嘲热讽 但我这心里头 还是挺舒坦的 就在我打算 要找一处落脚之地的时候 背包里的牌位 传来了龙爷的声音 柳家回话了 有一个死了几年的女鬼 和刘玲玲的情况 极为相似 就在赫城 要不要过去看看 去 立刻去 有了这个消息 我二话不说 直接奔向汽车站 没有丝毫地停留 该说不说 柳家办事的效率真的快 这一次 龙爷还是很靠谱的 同时证明 我的猜测没错 大体的方向也是对的 话说两头 我急匆匆赶往车站的同时 何曼也来到了审讯室当中 何队 您回来了 嗯 说了些调遣的事情 估计要和你们说再见了 何曼看了看空荡荡的椅子 问道 建议勇为那小子呢 走了 没啥问题 那个警员说道 身份信息无误 就是个普通人 在场的证人和当事人 都做出了证明 我看没啥问题 给了奖励金就让他离开了 嗯 也行 笔录给我 我去存档 何曼接过笔录 大致地扫了一眼 觉得没什么问题 和当事人讲述的一模一样 当他看到最下方的小猪时 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 这人有点意思 画得猪还挺像 话还没说完 何曼忽然间皱起了眉头 看到了一串数字 那不正是自己的生日吗 一段记忆 猛然间涌入了他的脑海 何曼父母早逝 一直都是哥哥 将他拉扯大 在他哥哥参加工作之后 给他买了个小猪的密码存钱罐 每个月都会往里面放一些钱 说以后给他当陪嫁 早点给他处理出去 何曼当初还嗤之以鼻 觉得幼稚 虽然他哥哥没将密码告诉他 可就算猜 他也知道 绝对是自己的生日 在何真意外离开之后 何曼将存钱罐当作纪念留了起来 一直也没有打开 反而每个月和自己哥哥一样 往里面放一些钱进去 这对于他而言 是一种寄托 更是一种不舍 可为什么 一个未曾谋面过的年轻人 会写出他的生日 并且画了一只十分立体的小猪图案 一直镇定自若的何曼 此刻心脏跳得飞快 整个人都有些崩溃 他一股脑地冲到了毒鬼的面前 用力地拍打着铁栏 告诉我 刚才那个人 在我离开都做了什么 有什么异样的行为吗 毒鬼被吓得不轻 连连哀求起来 我 我只是小偷 你 回答我的问题 毒鬼颤抖不已 连忙说道 也没什么 就是对着空气喃喃自语 估计脑子有点问题 喃喃自语 何曼忽然间想到我见义勇为时 也对乔姐说了几句话 此时的他一头雾水 有些茫然 何队 刚才那个人有问题吗 我这就召集人手给他抓回来 应该还没有走远 何曼久久没有回答 他们看不见的何震 则是攥着拳头 满心期待 不必了 他没有问题 我 我好像猜测到了一些关键的事情 何曼说完 火速地冲出了审讯室 不知去了何处 此时此刻 黑暗角落中的何震 畅快地笑了笑 满心欢喜地看着那个背影 身体也慢慢开始消散 回到家中的何曼 火速地翻出了何震的遗物 其中就有一个卡通珠的存钱罐 他立刻输入密码 全部倒在了床上 除了散落的百元大钞之外 他在钱币当中 翻出了一个U盘 看到U盘中的内容 何曼眼面痛哭 足足过了一个小时 他终于放下了一切 站在窗口 看着天空 哥 谢谢你 还有那个奇怪的年轻人 于浩 我在车内睡了一觉 到达赫城 费了整整七个小时的时间 在灯火通明的城市中 我显得更为渺小 赫城是一座大城市 我也是头一次见到 夜晚车水马龙的景象 瞧瞧你没出息的样子 这一次我比翼地看着乔姐 好奇地问道 怎么 你见过 嘿嘿 我也没见过 乔姐笑嘻嘻地看着周围 我们俩就如同香巴老似的 还别说 这些年来 这世界变化得真大 很多东西都叫不出名字 你们两个别聊了 柳峰在南桥等着你呢 在龙爷的催促下 我也顾不得欣赫赫城的夜景 连忙拦了一辆出租车 朝着南桥前往 出租车司机四十多岁 好奇地打量了我几眼 小伙子 这么晚去南桥干嘛 那头都是废弃的工厂 荒无人烟的 用不用我等你 谢谢师傅 不必了 我没有过多的解释 司机也是好心 毕竟那里荒无人烟 废就破败 路上 司机给我讲了南桥那一带 早些年都是些重工厂 现在都破败了 等待着重建改造 已经十几年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落实下来 北方就是这样 早些年重工比较多 现在基本都荒废了 这种杳无人烟的地带 并不在少数 我在车中闭目养神 这些天东奔西走 的确耗费精力 就在某一处 我的心头猛然颤抖 就好像做了一场 让我失魂落魄的噩梦一般 但我是清醒的 可这种感觉 却极为真实 我转头看向窗外 这里相比于 城市中心萧条 落寞了不少 整体的灯光 也较为昏暗 我的目光死死地 盯着一处建筑物 这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就是他带给我的 师傅 这是哪里 师傅朝着窗外看了一眼 回应道 你看的方位是旧城区 没记错的话 那里 好像叫森罗公寓 已经有年头了 森罗公寓 我记下了这个名字 总觉得那里非同寻常 有些恐怖 真的不用我等念 到达南桥之后 司机再次对我问道 这里想要打车回去 至少要走十几里路 不必了师傅 多谢 扔下车费之后 我朝着黑暗中前往 十几分钟之后 来到了一处破旧的桥头 在桥头看到了一个 长相清秀的年轻人 同时他也在打量着我 眼前之人十分干净 就好像是拍古装戏的演员似的 身着着长衫 显得文质彬彬 又有点像娇叔先生 你就是供奉龙爷的 出马弟子于浩 上前抱拳说道 晚辈拜见柳前辈 之前说过 武仙修炼难度很大 能有人形 这道行就非同寻常 眼前这柳峰 有自己的人形 看样子应该实力不错 不必客气 叫我柳峰就好 柳峰温和地对我说了一嘴 也同样恭恭敬敬地对我抱拳 当然 他恭敬的并非是我 龙爷 好久不见 您老可好 行了 看着办吧 从二人聊天的语气中 我能察觉出来 龙爷之前的地位 的确非同小可 如今实力大减 大不如前 状况就另当别论了 他不肯露面 估计也跟面子有关系 毕竟以前他 可是老前辈 现在却时常被叫做长宠 柳峰也没多想 而且 他是个极为善谈的性格 很快就跟我这个木头疙瘩熟络起来 能找来龙爷当长堂大教主 你小子不一般啊 就凭龙爷的身份 我看你家现缘就不浅 我尴尬地挠了挠头 敷衍道 可能的确是缘分吧 其实这话 我也不知道咋回答 总不能说是我爹给龙爷坑得死死的吧 您呢 柳大仙 没在堂口 柳峰挥了挥手 自嘲地说道 别提了 之前有一口 出马的岁数大了 身体大不如前 支撑不住 堂口就散了 按照现在的话来说 我是无业游民 看看哪里有仙缘 再找一家 毕竟吃香火吃习惯了 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 听到这话 我暗自盘算起来 有了些许的想法 不过我没有提 很多事情 还是要经过龙爷点头才行的 我继续问道 柳大仙 您这能幻化人形 应该道横不浅吧 我呀 柳峰指着自己笑道 你还真说错了 其实我本事一般 就是个文仙 这身形透 是当初遇到龙爷他交给我的 咱们柳家注重姓氏 我要是有实力 就姓长了 柳峰话匣子打开 说了不少龙爷的事情 你们家龙爷 可是咱们柳家的骄傲 那一身本事 无人能及 当初我还是一条小长寿 差点死了 多亏了龙爷帮忙才活了下来 我在龙爷身上学了不少本事 这幻化人形 也是从他老人家那里学来的 就是个外表 和实力无关 原来是这样 看样子 龙爷的能耐和影响力 真的非同寻常 当然 这是陈年就是了 柳峰继续说道 你叫我一声 风哥就可以了 不管怎么说 我这年纪应该比你大 不用大仙大仙这么叫 我这都不好意思 那行 以后就喊你风哥 说说笑笑 柳峰停下了脚步 站在了一处干涸的水渠旁 指了指下方 到地方了 这里就是 听到这话 我也不敢掉以轻心 这里阴气弥漫 诡气森森 必须慎重起来才行 刘玲玲一个就够瘦了 再来一只恶鬼 我这身子骨渴吃不消 他就在这底下 柳峰点了点头 龙爷发布通知之后 我们这些柳家人 就帮忙寻找起来 这里我已经注意很久了 晚上总是能传来 女人的哭泣声 以前的时候 我也不敢靠近 毕竟我是个文仙 后来托别人帮忙打听 知道这里的女人 也是被包皮拆骨 扔到了这里 索性就通知你们 过来看看 柳峰看着我有些谨慎 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能撑得起五仙的 出马弟子并不多 龙爷在这儿 没啥好怕的 他老人家奈奈大着呢 我嘴角抽搐 你们都这么盲目地自信吗 什么有龙爷在不用怕 要真是有危险的话 这老家伙 绝对第一个撂挑子走人 我没有戳穿龙爷老底 估计龙爷这种情况 了解到的 也不是特别多 随后 我排查了一下周围 水渠下面的怨气很深 周围倒是没有什么 值得注意的地方 和刘玲玲一样 她的冤魂 也被困于此处 刘玲玲之所以凶恶 可以扩大范围 和胡家脱不了干系 相比于刘玲玲 这里还是安全上不少的 我小心翼翼地摸索周围 还别说 这里还挺难走 足足有三米之高 踩在阴冷的地面 我看到了一道身影 她歪着脑袋 脖梗处有一道明显的勒痕 眼眶内流淌着鲜血 漆黑一片 她的面孔上没有皮肤 就好像被完整地揭开了一样 至于身体 和刘玲玲差不多 残破不堪 支离破碎 相比于刘玲玲 她或多或少 还贴有着一些皮肤 此时的女鬼 正拎着如同打了补丁的皮囊 冲着我发出了圣人的笑声 行了 不用吓唬我 我敢来这里 鬼魂这个东西也怕人 所以总喜欢用最恐怖的一面 来面对生人 当然 人面对他们的时候 会更为畏惧 实话实说 我背包里有一个比你还恶心的 别跟我来这套 另外 我是出马先生 来解决问题的 我终于等到你了 女鬼声音冰冷 空洞地说道 你是来帮我找替身的吗 你们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们能不能想点正道 别自己受点委屈 就想坑别人 另外 你能不能换一副尊容 女鬼的目光更为冷冽 但她也能察觉出来 我不是自己来的 上面有一个文仙柳峰 我这三个牌位 里面一个龙眼 一个胆小鬼 还有一个更猛的 所以 眼前的女鬼 也不敢跟我嚣张 眼前的身影慢慢变化 长相一般 看样子 有三十出头的年龄 我叫陈敏 死于七年前 七年前 听到这个时长 我倍感惊讶 也就是说 如果她也是 被屠夫害死的 那么这家伙 从七年前 甚至更早就已经在施展恶行了 你怎么死的 是屠夫杀的你 听到这话 陈敏变得有些慌乱 她不停地环顾四周 举止无措 片刻过后 她对着我摇了摇头 你们走吧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什么都不会说 这是什么情况 我看着女鬼的尸骨 可以大致确定 她和刘玲玲 基本上是同一个凶手害死的 也就是屠夫 刘玲玲对屠夫恨之入骨 而同样的受害者 却闭口不言 这是怎么一回事 见此情形 我连忙说道 陈敏 你每天都承受着 包皮拆骨的折磨 都是那个屠夫害的 你只要将她的身份告诉我 我便能解决此事 除了你之外 这个家伙害了不少人 你难道不想解脱吗 陈敏一言不发 根本没打算回答我的问题 站在上头的柳峰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于先生 这小鬼不识好歹 跟他客气什么 揍他一顿 我看他就什么都说了 有些鬼魂 就是天生的贱皮子 你要是不给他点颜色 他还以为你是软柿子 要说这柳峰 绝对是龙爷天字 第一号小谜地 盲目地自信 以为如今的龙爷 还是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地存在 不过柳峰的话道提醒了我 这刘玲玲的怨气 并没有那么重 而且也并无太多的怨念 那么此地的阴气 也就是说 并不是他的 想到这里 我已经有些迷茫 不过好不容易找到了线索 还是尽量挖掘为好 陈敏 我是出马先生 既然能找到你头上 就由不得你拒绝了 我性格温和 但不代表着 凡事都选择纵容 好歹我也是五仙出马 很多事情都有拿捏的度 能谈的肯定率先考虑 要谈不了的 也别忘了 我是五家马仙 这陈敏的怨气和实力 都比不上刘玲玲 我还是可以轻易对付的 别问了 我什么都不会说 看着陈敏执意的态度 我抽出了五王鞭 有些恫吓的威胁道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而是命令 莫非 你要我请自家老仙 来打你几鞭子 陈敏有恃无恐地看着我 毫不在乎 眼睛里充斥着蔑视的神色 这一刻的我有些错愕 这什么年头 鬼魂这么嚣张的吗 丝毫不给我面子 还是我真的太弱了 这种有恃无恐 就好像陈敏身后 有着什么底气似的 一时间反而让我拿捏不透 我尽量避免武力解决 再次逼问了几次 但得到的结果都是如此 毫无进展 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我背包里的灵牌 再度颤抖几下 随之传来了淬烈的声响 一团阴气弥漫 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吼声 刘玲玲再次冲破了束缚 身影飘荡在半空当中 此时的她 凶神恶煞 双目血红 一只手捏着自己的皮囊 一只手冲向了女鬼陈敏 杀我的人是谁 回答我 下一秒 刘玲玲白骨的手掌 已经捏在了陈敏的头上 锋利的指甲 已经嵌入了她的头骨 我很没面子 几次威胁无果之后 竟然要依靠更猛的女鬼 来对付陈敏 这刘玲玲 简直如同恶吧 和刘玲玲相比 陈敏简直柔弱不堪 她没有那么多的怨气 也没有刘玲玲那般的实力 鬼打鬼很少见 但却很直接 他们都有着相同的气息 谁更强一些 谁便可以碾压 一瞬间 胜负已分 刘玲玲的阴气 已经吞噬了陈敏 随时便可以将她化作飞灰 此刻的陈敏 十分畏惧眼下的刘玲玲 不停地朝着我 投递着求救的目光 你看我有啥用 我很是卑微地耸了耸肩膀 瞥了一眼刘玲玲 无奈吐槽道 咋的 你觉得我能干过她 说吧 要不然这娘们肯定要捏死你的 哥哥哥 甚人的笑声传了出来 此刻的陈敏依旧没有开口 而是诡异地笑了起来 看着我的身后 不对 我感觉到了些许的不安 水渠上面的柳峰 也将目光放在了我的身后 日落西山黑了天 叮铃铃 叮铃铃 铃铛的翠响 和帮兵爵的神调 同时传了出来 从黑暗当中 走出一个身影 慢慢地出现在了我的视线当中 片刻之后 我看清了眼前之人 他是一个中年男子 个头非常高 至少有一米九 眼前之人手中摇晃着铃铛 声音有些尖锐 已经倾先上身 而他身上的仙家 是一只道横不错的狐狸 也便是狐家之人 真是一出好戏 没想到被我撞见了 纵容恶鬼对付亡魂 哪位大仙如此地不守规矩 胡家人 我心中暗道不好 在这个结果眼出现在此地 必然是有备而来 而且我清楚 上次我和龙爷做的事情 胡家绝不会善罢甘休 此次出现 绝非善差 哟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龙爷啊 听说前段日子 您可是威风得很 杀了我们家不少的孩子呢 大个子皮笑若不笑 阴阳怪气地说道 不过各位放心 金哥 我不是来为难你们的 而是来看事的 见势不妙的柳风 从水渠上跳了下来 站在了我的面前 对着大个子抱拳 恭敬地说道 原来是胡先生 什么风给您吹来了 小长冲 本事不大 这身皮囊倒是弄得俊巧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滚开 一声呵斥 柳风忍不住地退后两步 这一刻 我也察觉出来 眼下的胡大仙是个武仙 而且道横不低 叫姓龙地出来 躲起来做缩头乌龟不成 你说什么 柳风冷声训斥道 跟你客气 是给你面子 敢对龙爷胡言乱语 我看你是找死 小心毁了你这身道型 啪的一声 就在柳风反驳的一瞬间 大个子手中的五王鞭 瞬间抽在了柳风的身上 将他打出了几丈之缘 你干什么 我怒声问道 我们来这里看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点本事就破坏规矩 谁给你的胆量 很明显 我不是对手 但就是论事 还是很有必要的 破坏规矩 臭小子 我倒是要和你们理论理论 到底是谁坏了规矩 姓龙的 有种就出来跟老夫对质 龙爷也是悲催 要不是自己的天字第一号 小谜弟柳风 被打了一鞭子 他宁可做缩头乌龟 可现在 人家这巴掌都打脸上了 要是继续默不作声 可就丢人丢大发了 你找老夫合适 龙爷的身影幻化出来 威严地问着 但我能感受得到 这老家伙 还是有点心虚的 合适 跟你谈谈 坏了规矩的事 很明显 胡大仙比龙大仙 要强硬很多 规矩 你凭什么跟老夫谈规矩 龙爷指着我冷声呵斥道 我们家小子来此处看事 询问源头有什么不对 哪条规矩说 鬼魂之间不能相互厮杀 弱肉强食 你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要是拿这说事 别说老夫不给你面子 哈哈 胡大仙畅快地笑了几声 指着陈敏说道 就凭他是我的主顾够不够 一句话 震撼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 只见胡大仙拿出一张黄纸 上面的名字正是陈敏 也就是说 在我们刁难陈敏 让他说出来凶手是谁之前 这婆娘已经跟眼前的胡大仙 达成了协议 很明显 胡大仙是有备而来 他为的就是这一刻 要的就是为难我们 一时间 即便是有理也说不清 柳家和胡家不是一家人 同样看事 也要以胡家为主 道理很简单 胡家是五仙之首 这就足够了 我的主过 你们纵容恶鬼逼迫 问过我们胡家没有 说着 胡大仙一把将陈敏拽到了身后 硬气地看着我们 我答应这个陈敏 将他怨念化解 得以超脱 我不管你们为何而来 但今天刁难我的主过 这事就没完 哼 龙爷冷哼一声 没完就没完 小浩 我们走 用最强势的态度 说着最耸的话 龙爷呀龙爷 真有你的 我内心吐槽龙爷 但身体却很诚实 转身便要离开 我们虽然想脚底抹油 也得看人家同意不同意 只见大个子 瞬间来到了我们面前 掂量着手中的五王鞭 似笑非笑地嘲弄起来 现在我们能谈谈 你们纵容恶鬼的事情了吧 没完没了 龙爷很不耐烦地 指着胡大仙骂道 龟儿子 别给脸不要脸 老子在五家行走的时候 你还没打娘胎里出来呢 敢跟我作对 你也配 没错 柳峰也站了出来 崇拜地看了一眼龙爷 拍着胸脯说道 连龙爷都敢得罪 我看 你是不想好了 还敢打我 我可是龙爷的徒弟 我想 此时的龙爷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柳峰吧 一条废了的长冲 还有一条小长冲 也有这个资格 胡大仙指着我说道 小子 龙爷是你们家长堂的 这里面的规矩你懂 我可以不刁难你们 让你们离开 但我有一个要求 说着 胡大仙的目光 落在了刘玲玲的身上 我给陈敏看事 将他给我 就放你们一马 我低着头 龙爷看我的样子叹了口气 估计觉得我也认怂了吧 我要是不给呢 我缓缓抬头 手掌密布着汗水 但还是握紧了五王边 泥菩萨也有三分火气 从出马至今 被人欺负 被鬼欺负 还得被同行欺负 我做过几年傻子 我来到这行没多久 但不代表着 我是一个窝囊废 小爷我骨子里 还是有点血性的 我爸这么多年 拿我当保养着 出来是给你们欺负的 我丢不起这个人 你说什么 胡大仙很惊讶地看着我 没想到我 竟然也有强势的一面 你聋了吗 我说我要是不给呢 我抬起五王边 指在了大个子的胸膛处 硬气地说道 你以为你是谁 不就是一条臭狐狸吗 你凭什么要求我怎么做 因为你是胡家人 胡家人多个屁 反正都结仇了 我凭啥给你面子 刘玲玲就在这 给不了 你要打就打 谁怕你谁是孙子 一时间 大个子反而有些惊愕 不知如何是好 说得好 龙爷虽然狡诈 但曾经的强大 让他也很有血性 这老家伙时时刻刻想着 如何算计别人 但要是没破例 也就不会招惹胡家了 如今被胡家再次刁难 再加上被我一息化所感染 他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何况还关乎着面子的问题 龙爷 用不着你叫我 老子知道该怎么做 龙爷也不废话 在我没有动用帮兵爵的情况 直接赴了身 态度毋庸置疑 那就是奋陪到底 霸气 不愧是我偶像 一旁的柳风得意洋洋 此刻别说龙爷 对我也是刮目相看 这下子好了 反而是胡大仙彻底猛逼 不说龙爷连个小散仙都不如了吗 怎么还这么强势 姓龙的 你 你真要跟胡家开战不成 龙爷借助我的身体冷笑道 你们逼的 少废话 要干就干 我们家小先生说了 奋陪到底 谁认怂 谁是孙子 刘玲玲也站了出来 怨气磅礴的他 现在只关心是谁害死他的 根本没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看到这一幕 胡大仙的态度软弱了不少 算你们狠 我们走着瞧 毕竟龙爷余为犹在 胡大仙来到这里 也是想用自己的强势碾压龙爷和我 让我们知难而退 谁能想到 我一个年轻人竟然如此强硬 胡大仙也不想开战 俗话说得好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们哪知道龙爷现在是啥情况 说着 大个子便招呼着身旁的陈敏 我们走 看他们能嚣张多久 此时的我松了口气 如果说胡大仙心里没底 那我只能说 我和龙爷是硬着头皮站出来的 刚才那一刻 我的确下了狠心 大不了就斗上一斗 要不然我和龙爷都沦为笑柄 以后这日子还能好过 如今 他选择退缩 对于我和龙爷 的确是个好消息 唯一可惜的就是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陈敏 被大个子带走 看样子 我们的线索又要断了 等等 让你们走了吗 我和龙爷惊愕地看着柳峰 而叫住胡大仙的 正是这家伙 他 他想干嘛 小长长 你要干嘛 别太过犯 胡大仙咬牙切齿地看着柳峰 而柳峰则是得意洋洋地指着陈敏 我就过分了 你能怎么跌 龙爷就在这里 你说威胁就威胁 你说要走就要走 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 柳峰不明状况 依旧盲目地自信 只听他高调地说道 把陈敏留下 你自己滚蛋 这个女鬼 龙爷有重用 你 欺人太甚 胡大仙有些恼火 反观自以为是的柳峰 有恃无恐 嗨 你说对了 我就是要欺负你 要么打 要么把他留下 自己看着办 龙爷在我脑海中 骂骂咧咧 给柳峰的八倍祖宗 都问候了一遍 我也是欲哭无泪 好不容易送走了一个温审 这不是蹬鼻子上脸吗 你们有种 这事没完 咱们走着瞧 说着 胡大仙将陈敏推到了我面前 再度转身离开 我靠 我大喜过望 这胡大仙彻底怂了 好 好事 我激动不已 柳峰竟然不经意之间 试探出了胡大仙的底线 也就是说 这老家伙虽然实力不错 但还是 忌惮我和龙爷的 所以才会选择妥协 如此一来的话 岂不是大功告成 没了靠山的臣民 肯定会告诉我们 一些有用的消息 这个臭小子 没想到关键时刻 还有点作用 龙爷畅快地大笑了两声 也为着意外收获 而感到高兴 我说 让你走了吗 就在我和龙爷 激动不已的时候 柳峰又开始搞事情了 大哥 你还要干嘛 我头皮发麻 这柳峰立了大功一见 现在又叫住胡大仙是几个意思 有点过分了呀 臭小子 有完没完 别得寸进尺 就在胡大仙回头的一瞬间 站在他身后的柳峰 抬手就是一个巴掌 啪的一声 清脆悦耳 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 仿佛宁静了下来 我猛了 龙爷猛了 三个女鬼也彻底猛逼 柳家小长冲 动手打了胡家的大仙 这巴掌 是刚才你欺负我的 好了 现在你可以滚蛋了 说着 柳峰得意洋洋地 对着我炫耀起来 小先生 龙爷 我没给你们丢脸吧 太嚣张了 以为是武家之手 就胡作非为 还敢在龙爷面前耀武扬威 龙爷 这事儿您甭操心 我替你教训他了 大个子低着头 身上的怒火逐渐点燃 我在一旁吞了口口水 心跳飞快 都蹦到了嗓子眼里 龙爷整个人都傻了 我想 他现在最想干掉的 不是胡大仙 而是柳峰 龙爷 欺人太甚了吧 胡大仙缓缓抬头 我能看到 大个子身上的那只狐狸 将自己的道横 全部凝聚起来 握着武王鞭的手掌 也悄然地对准了我 武王鞭要是打在我身上 不过是皮外伤而已 但苦的可就是龙爷了 毕竟 他也是以一种活的形态存在 好歹我是胡家五仙 这么不给面子吗 而且 这次是柳家人动的手 就别怪我了 就算不是对手 我们胡家也不是被任意欺凌的 嚣张什么 让你滚蛋听不见是吧 你聋了是吧 砰的一声 武王鞭上传来一阵火光 下一秒 柳峰静直地飞到了半空 身体被硬生生地 落在地上的顷刻间 柳峰的身体 变成了一条一米多长的小草蛇 身子抽搐的厉害 损伤惨重 奄奄一息 龙爷 咋办 还能咋办 跟他拼了呗 龙爷聚精会神的凝聚力量 骂骂咧咧道 这个柳峰 老子晚点给他做成蛇羹 此时的大哥子彻底癫狂 本身这家伙就人高马大 再配合上胡大仙的道横 一鞭子 便向我的脑袋打了过来 我不敢大意 龙爷更是将所有的力量 都发挥了出来 硬生生地抗下了对方的攻势 砰的一声 我忍不住地后退几步 气喘连连 勉强地稳住了身形 刚才的触碰 我就好像被一匹马撞击了似的 胸口堵闷地难受 无比庆幸自己 还活着 只见大哥子一米九多的身体 竟然呈现着抛物线飞了出去 如果说 我被一匹马撞击到了 此刻的他 难道被一辆及时的卡车撞飞出去 我这么厉害 还是龙爷依旧强大 别胡思乱想 厉害的不是我们 是你的五王鞭 龙爷的话 让我有些错愕 与此同时 胡大仙也站了起来 五王鞭不错 这根木头 来头不小 胡大仙冷笑地看着我 不屑地说道 果然入传说的那般 龙爷道横所胜无几 已经成了废人 果然如同龙爷所说的那样 强的不是我们 而是五王鞭 下一秒 胡大仙再次发动攻势 飞速地冲到了我的面前 这一次 他刻意躲开我胡乱挥舞的五王鞭 根本不给我任何机会 我初出茅庐 虽然体质不错 但也是头一次 真刀真枪的战斗 根本没有经验 而龙爷 以前再强大 也是过往 至于现在 日薄西山 在胡大仙的几次压力之下 我勉强地躲了过去 毕竟我年纪小 反应快 再加上傻了那几年 没少被人欺负 身体素质 勉强撑过了第一轮 但伴随着我体力的下降 以及龙爷的损耗 若是慢慢变得越发明显 直至几分钟后 大个子的五王鞭 我知道来不及躲闪 本能地抬起了手臂 挡了过去 砰的一声 我清楚 我这条手臂 算是骨折了 但比我更为糟糕的是龙爷 因为我能看到 他虚幻的身影 臂膀被彻底打散 消失全无 大名鼎鼎的龙爷 原来如此的不堪一击 龙爷坚韧地咬着牙 可以感受到 他很痛苦 但并没有低头 现在 叫声胡爷 我就放过你们 要不然 老子弄死你 放屁 老子这个岁数 没跟任何人低过头 我嘴角抽搐 臂膀疼痛难忍 小心翼翼地劝说道 龙爷 有一句话叫做 好汉不吃眼前亏 刘德青山 再不愁没柴烧 君子报仇 闭嘴 龙爷将所剩不多的力量 全部用在操纵我的身上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但下一刻 我不自主地从包裹中拿出小刀 毫不犹豫地 划破自己的掌心横纹 咕噜噜的鲜血 跟不要前世地流淌出来 染红了整个袖口 龙爷 你 别废话 看清楚了 龙爷二话不说 将我的掌心血迹 染在手指上面 写了一排诡异的符传 这些符传我认不出来 而且极为复杂 但在龙爷手中 却显得一笔带过 极为熟练 龙爷 这是 符 我将信将疑地问道 北方马家 也有符传 怎么没有 你小子懂个屁 龙爷怒斥道 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马家历史久远 很多东西都已经失传了 老子要不是活得久 你这辈子也看不到这一幕 少废话 给我揍他 能行吗 我拿着武王鞭的手掌 颤抖不已 试探地问道 问题不大 你小子命格特说 这血液有奇效 别磨叽了 再单个点时间 咱俩都要交代在这里 我咬紧牙关 下定了决定 拎着武王鞭 再次冲了出去 虽然龙爷借助着我的身体 做出了很多举动 但这期间 自大的胡大仙 没有丝毫地阻拦 或许 他根本没给我们放在眼里 就在我冲向 大个子面前的请客间 他才不屑地举起了武王鞭 做做样子 根本没有将我这个小屁 还放在心上 轰隆 如同雷鸣的声响 瞬间弥漫八方 伴随着咔的一声 只见大个子手中的武王鞭 瞬间断裂 成了两截 掉落在地上 而一股脑 使出吃奶力气的 我动作没有停息 武王鞭重重地落在了 大个子的臂膀上面 尖锐的哀嚎声无比刺耳 我受不了这种刺激 跪在地上 捂住耳朵 隐约间 怎么会这样 这是独目难知 紧接着 在刺耳的尖叫声中 大个子说了一句 莫名其妙的话 便匆忙逃窜 很快就消失在了夜幕当中 不见踪影 地上只剩下了一撮 烧焦的毛发 以及两截断裂的武王鞭 吩咐你两件事情 龙爷的声音无比虚弱 对我说道 第一件事 每天三顿供奉 帮助我恢复身体 我二话不说 立刻点头硬了下来 如果今天不是龙爷 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我能看得出来 刚才那一鞭子 龙爷损伤惨重 连手臂都被打散了 肯定需要一定的时间 来修复 龙爷恶狠狠地 看着一旁的小草蛇 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还没死 能自己缓过来 这段时间不懂的事情 你问我 其余地让他帮忙 啊 我打了个寒战 有些抗拒的摇头 龙爷 我怕被这家伙坑死 我知道 龙爷骂骂咧咧道 这个小混蛋 差点给咱们爷俩都害死 你按我吩咐地做 等老子恢复过来 第一件事情 就是让他煲成汤 好 好吧 我嘴角忍不住地抽出 同时也看得出来 这一次我的行为 还是比较得到龙爷认可的 就是这柳峰 龙爷看样子 真不是在开玩笑 龙爷 独木男之是什么意思 龙爷没有搭理我 化作一缕黑烟 回到了牌位当中 再没有了声响 随后 我拖着剧痛的臂膀 拿出了一块木牌 将柳峰也安顿了进去 柳峰虽然被打回了 草蛇的样子 但他也是一股气 并非实体 至于真正所在 估计在哪个洞里面恢复呢吧 收拾完这一切 我在夜幕当中 尴尬地看着刘玲玲 以我目前的状态来说 刘玲玲想要趁势干掉我 简直不要太轻松 玲玲姐 你看 刘玲玲瞥了我一眼 没有搭理 而是来到了陈敏的面前 再度表露出了 凶神恶煞的一面 杀我的人 是谁 之前有胡大仙坐靠山 所以陈敏有恃无恐 一言不发 此时面对着强大自己数倍的刘玲玲 她哪里还敢有任何隐瞒 是 是我老公 嗯 我费解地看着陈敏 这个答案 也太出人意料了吧 其实我并不怪她 当初也是因为 我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 我 我都告诉你们 不要消灭我 在刘玲玲的胁迫之下 陈敏说出了幕后真凶 凶手正如我所猜测的那般 是个屠夫 叫做李壮 他经营着自己的屠宰场 同时会用货车配货 每个月待在家里的时间并不多 直到一次提前归来 李壮壮破了自己妻子 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情 一怒之下 李壮杀了这二人 包皮拆骨 手段极其残忍 然后扔到了这水渠当中 怪不得此处的阴气 比看起来要浓厚 原来不仅是一个陈敏 还有个男鬼 只不过那个男鬼 已经在前段时间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些阴气 根据陈敏讲述 我从而得知 李壮本身就有点性格扭曲 也就是俗称的变态 这家伙身材魁梧 而且还有点脑子 否则也不会这么久 都没有东窗事发 在陈敏活着的时候 就见过李壮 做出一些 让人头皮发麻的举动 而杀死陈敏之后 这种变态 就如同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 这些年 我不知道除了 刘玲玲这种无辜之人之外 还有多少受害者 但刘玲玲绝对不是唯一 带我去找她 啊 陈敏有些为难 可刘玲玲却非常执着 张开血盆大口 怒吼威胁 好 我 我带你去还不行吗 陈敏被吓得半死 她可谓是易如反掌 你要干嘛 我连忙问道 当初可是说好了 我帮你让她受到制裁 可没准你去报仇 刘玲玲的脑袋 旋转了一整圈 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她双目血淋漓地看着我 问道 你要阻拦我吗 我 我 我心有余悸地提醒道 我只是 不想让你在错误的泥潭里面 越陷越深 自然有制裁她的方式 而不是你 不想死的话 就待在一边去 刘玲玲冷声威胁道 你身边的那两条长处 威胁不了我 再敢阻拦 我先杀了你 说着 刘玲玲便要离开 我身旁的乔姐 看我面色凝重 想要阻拦 一把被我拉了回来 我小声嘟囔道 你这丫头 现在倒是有胆量 让她去吧 这婆娘的状态 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那 那好吧 乔姐担忧地看着我的状况 连忙问道 那你怎么办 去医院 我拖着摇摇晃晃的手臂 在黑夜中前行 特么的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一辆车都没有 凌晨三点 我来到了一家医院 没错 我走了五个多小时 终于回到了鹤城 处理伤口 打好石膏 费了我两千多块 目前我兜里 剩下仅有的四百二十块 就这些钱 我还答应给龙爷 一天三顿供奉 我苦涩地 坐在医院的走廊 空荡荡的寄疗 让我有些茫然 龙爷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 这一次损伤惨重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嘴见的柳峰也在安顿 就连刘玲玲也无法被我掌控 私自寻仇去了 失败 大写的失败 我有些消极 有些怀疑自己的能力 乔姐看出了我的郁闷 连忙安慰起来 小鱼子 其实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林庄的事情 以你一己之力安顿 维护了村庄的安宁 面对刘玲玲这种恶鬼的时候 你用自己的头脑走到这一步 现在不也调查出了真相吗 尤其是你刚才面对 比你强大的胡大仙 表现出的气魄 毫不逊色于他 别提你刚才的样子有多霸气了 我都为你痴迷 乔姐很认真地看着我 鼓舞着我 试问 哪个刚出道的出马仙 有你这本事 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 你如果这还要 怀疑自己的能力 还给不给别人留活路 我听着乔姐的安慰 将信将疑地问道 真的 小鱼子 姐姐我 还能骗你不成 乔姐笃定地点了点头 十分认真地看着我 当然是真的 我们家小鱼子最棒了 未来也会越发地强大 多谢乔姐 虽然被疲惫所席卷 但在乔姐的鼓舞下 我也重新拾起了自信 不管如何 明天还要继续不是吗 就在此时 乔姐指着空荡荡走廊的角落 对我说道 小鱼子 那里有个老奶奶 一直在看着你 我转过头一看 果然 在走廊尽头的昏暗灯光下 一个穿着白色病号服的老婆婆 正死死地凝视着我 灯光忽明忽暗 伴随着滋滋啦啦的声响 老人满脸褶皱 在灯光暗下来的一瞬间 她的身影靠近了我一些 灯光明亮的时候 她仿佛一动未动一般 丝丝血迹 从她的胸膛渗透出来 染红了整个衣衫 在下一次灯光昏暗的一瞬间 她来到了我的面前 与我四目相对 我下意识地捏着五王鞭 圣人的老婆婆 与此同时连忙开口 小伙子 我 我没恶意的 你没恶意你 一闪一闪地吓唬我 刚刚经历了胡大仙的事情 我这情绪还没有稳定下来 难免谨慎一些 神经也有些敏感 我 我只是确定你 是不是真的看得见我 老婆婆将目光落在了乔姐身上 解释道 我能看到 她也是鬼魂 而你一直在跟她交流 所以我就好奇地过来确定一下 你的确看得见我们 我松了口气 将五王鞭塞了回去 老婆婆 你有什么事吗 听到我的话 老婆婆连连点头 小伙子 我已经死了 我知道 那就好 那就好 老婆婆继续说道 我正在手术室里面 医生们正在抢救我 可是失败了 我看着老婆婆 胸口渗透出的血液 自然知道发生了什么 人死的一瞬间 魂魄最容易游离出来 根据死亡的状态 也会演变成不同种类的鬼魂 区别很大 小伙子 我是心脏病突发 送来的比较匆忙 这一上手术台 也没成想就下不来 很多后事我都没有交代 你能不能转达给我的家人 我有些为难 面对着眼前老婆婆的哀求 我有些不忍拒绝 但也不想答应下来 作为出马先看事儿 依靠的是自家的堂口 即便是遇到此类事情 也是堂口的大仙帮忙转达 这样做大仙们 可以获得应得 而此时此刻 我如果帮忙传达 依靠的 则是我本不应该出现的双眼 毕竟正常的眼睛 是无法看到亡灵的 这种后果说大可大说小可小 也可能无事发生 严重的就不堪设想了 看到我为难的样子 老婆婆连忙补充道 小伙子 这件事情 我绝对不会让你白忙活的 我要对我儿子说的是 我有一笔私房钱 总共一百多万 你只要将这笔钱的位置 放在哪里 他自然能找到 到时候 你跟他说 给你十万块好处费 他一定会给的 这样的话 也算是给您的报答 小伙子 你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家伙 就帮帮我吧 听到报答两个字 我浑身一颤 十万块 这可不是小数目 我爸在我离开家里的时候 给了我三千块 本来没掉多少 除了衣服和路费 基本没怎么动 可今天受了伤 足足费了我两千多 如今口袋里剩下的这点钱 别说龙爷一天三顿的供奉 就连我自己 恐怕都要养活不起了 要知道 龙爷目前的状况十分堪忧 毕竟是自家的堂口 以后还要仰仗着他老人家 我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眼下帮忙带个口信 就能赚到钱 管他什么风险不风险的 这绝对是雪中送炭 能解决我的燃眉之急啊 老伯伯 这件事情 我可以答应你 不过 此事的确有风险 不过和可能损失一些应得相比 我和龙爷能活下去貌似更为重要 看着我的迟疑 老婆婆面色犯了难 小伙子 总共就一百万 再多的话 不 您误会了 我连忙解释道 十万块太多了 这可是您毕生的积蓄 我只是传个话而已 用不着这么多 这样 我只要一万块好处费 您看如何 老婆婆明显被我的话所震撼到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颤抖地说道 小伙子 你 你真是好人啊 你一定会有福报的 我挠了挠头 尴尬地笑了笑 被鬼魂夸奖 还真是有点不适应 不过 老人也的确解决了我眼下的急事 但我这个人 有自己的原则 绝对不趁人之威占便宜 一万块钱 完全足够 小伙子 那张存折在我床下一个蓝色的鞋盒子里面 盒子里面有一双布鞋 存折就在那里面 密码式 还挺隐蔽 我记下了老婆婆的叮嘱 刚想离开 便停下了脚步 对了老婆婆 名叫什么 怎么说 您儿子才会相信我 老婆婆连忙回应道 我叫王贵湘 我儿子叫王大柱 他后脑勺有到疤 是小时候被玻璃划伤的 你说了 他就会明白 行 这些信息足够了 您跟我一起去吧 我让乔姐 回到了灵牌中休息 而我则是 拖着受伤的臂膀 跟着老婆婆 来到了抢救室门前 穿过走廊 阵阵憨声越发的明显 一股酒气 掺杂着消毒水的味道 有些刺鼻 只见一个粗犷的男人 躺在手术前的肠椅上 憨声震耳欲聋 仿佛睡死了过去 除了这个男人之外 走廊安静地可怕 老婆婆 这位就是 老人叹了口气 有些惭愧地对我说道 膝下就这么一个孩子 从小被我惯得不像样子 哎 小伙子别介意 如今我也走了 这孩子 以后怎么样 我也看不到 算是省心了 至于那笔钱 我也眼不见为敬了 人生百态 五味杂然 老婆婆已经看开了一切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走上前去 拎着狼狈不堪的手臂 轻轻地拍了拍中年男子 先生 请醒醒 拍打了几次 对方依旧憨声连天 根本没有反应 喂 醒醒 你妈还在手术室呢 烦死了 吵什么吵 粗犷的汉子 不耐烦地坐了起来 揉了揉眼睛 有些发猛 估计他自己都忘了 自己目前正在医院当中 你干啥 三缺一呀 什么三缺一 我不耐烦地说道 你母亲让我来 告诉你一件事情 拜托你清醒一下 就在这时 手术室的房门打开 一个身着白大褂的医生 走了出来 满是歉意地 来到了王大柱的身前 王先生 很抱歉 我们尽力了 这时候 浑身酒气的王大柱 才反应过来 想起来 自己来到了医院当中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妈呢 王大柱一把 抓住了医生的领子 气势汹汹地逼问起来 抱歉王先生 您母亲心脏病突发 我们进行了手术 但手术过程出现了大出血 经过抢救无效 已经死亡 还请您节哀顺便 放屁 王大柱情绪激动 骂骂咧咧道 我妈送来的时候 还好好的 这才一个小时 你告诉我人没了 永逸 草菅人命 你们医院必须赔钱 医生也算是看出来了 眼前这个男人的样子 并非是因为 自己母亲的离世 而是因为 想要讹诈一笔 医生面色冷峻地说道 后续的手续和文件 会有专人交给你 如果王先生 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愿意定全力配合 说着 医生便要离开 但王大柱岂会 善罢甘休 不依不饶 借着酒精 就要闹腾起来 看到这一幕 老婆婆的鬼魂 在一旁急得不得了 无奈之下的 我只能上前帮忙 推开了王大柱 让医生离开 你小子哪来的 多管闲事是吧 说着 王大柱便伸出手掌 朝着我挥了过来 王大柱 你够了 我来这里有件事 要告诉你 你母亲王贵香 给你留了一百万 让我通知你一下 听到这话 王大柱果然迟疑了些许 但下一刻 则是继续朝着我发痕 臭小子 你是什么东西 敢戏耍我 老太太有没有钱 我能不知道 是她亲自告诉我的 就在十分钟之前 你爱信不信 我也不客气 一把推开了王大柱 看了一眼身旁的老婆婆 继续说道 你母亲有点驼背 摆短发 而且说了 你后脑少小时候 被玻璃洞伤过 听到这话 王大柱酒醒了大半 她确定没见过我 而后脑的疤痕 知道的人也寥寥无几 我有些不耐烦 对于这种人十分反感 只想完成老婆婆的嘱托 拿钱走人 你母亲说了 她床下面 有一个蓝色的鞋盒子 我将存折的位置告诉了她 王大柱欣喜若狂地看着我 你咋知道这些的 我说是你妈告诉我的 你信吗 我冷笑着说道 老人家说了 这些钱你省着点 以后她没办法照顾你了 另外 有我一万块好处费 王大柱将信将疑 立马掏出了手机 拨打了一个号码 老婆 快去老太太床底下 找一个蓝盒子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存折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分钟 随后传来了 一个女人的惊呼声 大柱 有存折 一百一十二万 咱们发财了 太好了 你在家等我回去 说着 王大柱便兴冲冲地 朝着楼梯口跑去 被我一把拦了下来 我皱起眉头 有些愤怒地 抓住了她的衣领 你干嘛 滚开 我手臂虽然挂了彩 但力道还是不错的 我咬牙说道 两件事 第一 你母亲刚刚过世 老人家一辈子不容易 葬礼多多少少地说得过去 你拍拍屁股走了 你老娘怎么办 第二件事 你母亲给你留了多少钱 你打算怎么挥霍是你的事 但其中有一万块 是我的 王大柱这个人财迷心窍 要不是我的提醒 他都险些 忘了自己母亲 刚刚过世的消息 说白了 这种人渣 就没给自己母亲的离开 放在心上 这百万的巨款 才是意外收获 小子 我不管你是怎么知道的 但想从我这里说几句话 就拿走一万块 想都别想 说着 王大柱从口袋中掏出了钱包 将里面一千多块 阔绰地甩给了我 就这么多 爱要不要 我拿起一千多块 平静地对他说道 一万块 一分不能少 臭小子 给脸不要脸是吧 信不信我抽你 说着 王大柱就要动手 在他看来 这一千多块已经不少了 要不是我给他带来了惊喜 一分钱这家伙都不会出 你知道我是谁吗 王大柱有些忌惮地看着我 但还是很强硬地说道 我管你是谁 少在这吓唬我 我是出马先生 我将一千多块装进口袋 随手递给他一张自己的电话号码 我不会平白无故找你要钱 但看事的钱 无论是谁 一分也少不了 说完 我便转身离开 对付这种人 我还是有办法的 老婆婆在我身后不停地追逐 一边跑一边说道 小伙子 你别生气 我一定让这小子把钱给你 而我 却没有停下脚步 凡事 都有规矩 离开医院之后 我在车站附近 找了个五十块钱一天的小旅馆 暂时地安顿了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 我除了耐心等待 调养身体 别无他法 一千块不算多 但好歹解决了 我的燃眉之急 每天三顿 供奉开销不少 但也算是 解决了我吃饭的问题 龙爷那里一直没有音讯 估计完全恢复 需要一段时间 一直到了第七天 天还没亮 我的手机便嗡嗡嗡地响了起来 喂 接起电话 那头传来了粗重的呼吸声 大师 救我 救救我 你是哪位 我平静地问着 电话那头传来了 喷喷的声响 我是王大柱 求求大师帮帮我 王大柱 不认识 说着 我便挂断了电话 继续埋头大睡 紧接着 电话又响了起来 我随手接听 王大柱哀求不已 于先生 我错了 真的错了 老太太闹腾了一整晚 您再不帮忙 我就要完蛋了 老太太是什么人 我的问题让王大柱一愣 后者连忙说道 于先生 我母亲过世了 但不安宁啊 原来你还知道 您母亲过世了 我的冷嘲热讽 让王大柱欲哭无泪 不用想我也知道 这家伙绝对被折腾得不轻 他母亲心有执念 答应我的事情尚未完成 怎么可能安然离开 我给钱 我给你一万块还不行吗 十万块 听到我的报价之后 王大柱咆哮不已 臭小子 你抢钱啊 穷疯了是吧 我毫不客气地挂断了电话 没有丝毫 跟他废话的意思 电话第三次地响了起来 接通后 那头传来了试探的声音 兄弟 打个折 之前你母亲答应 给我一万块 你还欠我九千块 现在我要其余的九万块 是解决你眼下的麻烦 记住 出马先生的押香钱 一分都不能少 我给你一个账户 给还是不给 你自己看着吧 我将自己的卡号 告诉给了王大柱 对于这种人 我没有容忍的必要 何况 我还需要一些钱 在那个老婆婆身上 一万块我都觉得多 可现在 十万块也就如此罢了 因为我清楚 老人一辈子赚的钱 无非是被这家伙 肆意挥霍罢了 叮的一声 剩余的尾款到账 电话那头的王大柱 疯狂地嘶吼 钱已经给你了 还不快过来 把电话开阔音 我随口说了一句 王大柱将信将疑 但看到自己家里的东西 不停掉落 他也只能选择相信 婆婆 你儿子已经给了钱了 我要了十万块 答应我的事情已经完成 你可以安心地离开了 这钱我不白拿 日后这小子 如果敢为非作歹 我一定帮你教训他 说完之后 吵闹的声响消失不见 我能听见隐约的叹气声 以及谢谢两个字 这就完了 我虽然没在现场 也能猜出来 王大柱此时的表情 是不是觉得 这些钱得不值 我冷笑着说道 的确不值 换做别人 我可能一块钱就解决了 既然你了这么多 我给你一句忠告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在做 天在看 以后 你好自为之 希望不要有和我见面的那一天 如果哪天我找上门来 相信我 我一定是送你见你母亲的 说完 我便挂断了电话 远在一头的王大壮 双腿发麻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惊恐连连 不错呀 小鱼子 估计这个混账 这次要长记性了 面对着乔姐的夸赞 我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 那人钱财 替人消灾 问心无愧就足够了 我去准备贡品 你 还没等把话说完 昏暗的房间中 猛然间变得寒意彻骨 要知道 这种地下室的旅馆 连窗子都没有 哪里来得阴风阵阵 有 有东西在靠近 乔姐谨慎地看着门口 胆小的她 立刻躲在了我的身后 刘玲玲回来了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喃喃自语道 其实我知道 她也是可怜人 一团黑气穿过房门 飘散在屋内 慢慢地幻化成了人影 此刻的刘玲玲凄惨异异常 这一次 她没有呈现出 被包皮拆骨的样子 但却更为恐怖 只见刘玲玲的身体残破不堪 身上处处彰显着 被屠刀砍伤的痕迹 要多狼狈 有多狼狈 我说过 你不该去找她的 刘玲玲的双目中 净显着不甘心 死死地凝视着我 于先生 我现在不是你的对手了 你可以将我飞灰烟灭了 我想 这是你期待已久的事情了吧 我微微摇头 将灵牌拿了出来 并且在上面贴了一张黄纸 这里面能让你消散得慢一点 我争取在你消失前 了结你的执念 人怕鬼 鬼也怕人 刘玲玲最不该的 就是寻找屠夫报仇 她的死是屠夫造成的 屠夫本身杀气就中 寻常鬼怪 本身就难以靠近 我承认 刘玲玲这个恶鬼实力强大 连我都不是对手 但面对屠夫的时候 她没有丝毫办法 刘玲玲死前 对屠夫充满了畏惧 死了之后 也会心存惧怕 通俗地来说 屠夫可以杀掉她一次 也可以做到第二次 看着刘玲玲此时的样子 我就知道 她再次被屠夫折磨得够呛 哪怕她是一个凶神恶煞的女鬼 听到我的话之后 刘玲玲很是意外地看着我 你不打算对付我吗 为什么要对付你 我将灵牌放在了桌子上 进去吧 我会尽快解决此事 如今已经有了她的消息 我想也到了 将她绳之以法地结局了 刘玲玲沉默许久 随之回到了灵牌当中 这一刻 她身上的怨气 已经所剩无几 小鱼子 灵姐是不是 我点了点头 没有否认 估计彻底消散 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情 别看刘玲玲凶神恶煞 让乔姐避之不及 但真的看到 相处一些日子的她 即将离开 乔姐的心里 也不是滋味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没有回答乔姐 而是拿出了 另外一块牌位 风哥 死了没有 没死的话出来 有事找你帮忙 喂 你小子说话这态度 能不能恭敬点 经过了几天的休养 本身没什么大爱的风哥 已经休整了过来 风哥吊锒铛地看着我 趾高气扬地说道 第一 我不是你们家堂口的 顶多算是我欠你个人情罢了 第二 我好歹是龙爷的小弟 你这么跟我讲话 是不是没大没小 我瞥了一眼风哥 肚子里一股火 你可别得死了 龙爷说了 等他调整过来 第一件事 就给你炖成汤 啊 为啥呀 风哥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可别拿我开玩笑啊 我做错了什么嘛 你那张嘴 差点给我俩都害死 还只要我给你好脸色不成 听到这话 风哥连忙对我哀求起来 别啊 于先生 龙爷可从来不开玩笑 我真闯祸了 我有必要骗你吗 听到这话 风哥彻底慌了神 这可不行啊 我还这么年轻 怎么能被一锅炖了呢 再说我也不好吃啊 行了 少废话 我连懵带吓唬地说道 等龙爷调整过来 我帮你说说好话 不过 现在得帮忙调查一些事情 我哪有这个心情啊 风哥左顾右盼 估计是寻找着跑路的方向 别看了 你还能跑了不成 我不耐烦地说道 眼下我要你帮忙的事情 是龙爷和我没解决的问题 你要是能帮忙处理好了 龙爷肯定会放你一马 到时候 龙爷要是不同意的话 我就让你来我家堂口 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拿你炖汤了 没错 说得对 见到事情有了转机 风哥连忙讨好的对我问道 于先生 说吧 什么事情要我效劳 我要证据 我目光坚定地说道 凶手屠夫已经找到了 你们有你们的规矩 我们也是如此 我需要能给他治罪的证据 他这些年来作案不少 你让柳家人继续寻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关键性的罪证 风哥不解地看着我 水渠那里不就是现场吗 那里不会有证据 我解释到 几年前那里排放废水 有证据也早就被冲刷得一干二净了 原来如此 风哥思索片刻 拍着胸脯说道 我这就去亲自寻找 保证完成任务 另外 于先生一定要在龙爷面前美言几句 要不然 我疲惫地说道 放心吧 前提是你这件事情 可以完成得不错 说完 我便躺在了床上 思绪万千 而风哥则是火速离开 帮我寻找证据去了 看着我眉宇凝重 乔姐好奇地问道 小鱼子在想什么 哦 对了 那个陈敏呢 怎么没回来 消失了 我开口说道 刘玲玲这么厉害 都遍体鳞伤 至于陈敏 肯定已经魂飞魄散了 不过 我有一些疑惑 我坐了起来 很是不解地对着乔姐问道 刘玲玲肯定无法对付屠夫 但我真的没想到 她竟然弄得奄奄一息 那屠夫猛然间见到鬼 即便是胆子太大 也不应该知道自己的屠刀 可以克制刘玲玲才对 这一点 我有点想不通 咦 是啊 乔姐思绪片刻将目光放在了我的身上 你的意思是 这事没看起来那么简单 可能有巧合 但我总觉得 好像忽略了某些细节 就在我埋头苦思的时候 一个身影瞬间来到了我的面前 你怎么又回来了 眼前的风哥 欣喜若狂地对我说道 你猜怎么着 我刚出去没一会儿 柳家人就传来了消息 那老小子又按捺不住了 抓住了一个小姑娘 就在水渠那里 什么 听到这话 我来不及多想 立刻拿起了外套 走出房门 我思绪冷静了些许 总觉得这种巧合 是不是有些太诡异了一些 消息确凿吗 确凿啊 千真万确 不就是叫李壮那个吗 做屠宰买卖的 其实我现在 心里也没底 屠夫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我能找到最好解决的办法 就是找到证据 把这家伙交到警方手里 可现在 这混蛋又选择了新目标 一想到刘玲玲的惨状 我岂能不闻不问 无奈之下 我鼓足勇气 再次折返 回了水渠附近 小心翼翼的 我生怕暴露太多 捏手捏脚的靠近 生怕那家伙给我也干掉 小鱼啊 至于吗 风哥看着我 如同小偷时的举动 忍不住地鄙视起来 跟着龙爷还能这么怂 真的是 闭嘴 我瞪了一眼风哥 冷声道 你要是哪天完蛋了 绝对死在你那张嘴上 别躲了 出来吧 完了完了 被发现了 我头皮发麻 隐藏得这么好 都能被察觉 这下子 不得给我也包皮拆骨 不对啊 传来的声音是个女人 难道屠夫变姓了 别躲了 喊的就是你 得罪了我们胡家的 出马先生于昊 没错 的确是个女人的声音 而且声音还很好听 我试探地抬头 看到了根本料想不到的一幕 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 靠在一旁 脚底下踩着的 是被五大绑的屠夫李壮 而她身旁 至少站着七八个 被包皮拆骨的女鬼 这 到底是什么情况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倒是有点意思 女孩打量我一番 自我介绍道 我叫路然 北马胡家弟子 这人 是我们胡家给你的礼物 说着 路然将一个包裹 扔在了我面前 继续说道 这是你苦心寻找的罪证 这人就交给你处理了 为什么要帮我 我很是不解地 看着眼前的美女 她很漂亮 带着一种自信 还有些古灵精怪的气质 帮你 路然冷嘲热讽道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们胡家人会帮助你吧 别忘了 你烧死胡大仙的事情 还没有结束呢 那你为什么 路然再次打断我的话 开口道 我们胡家虽然讨厌你 但不代表着 我们要看着此人滥杀无辜 你做不到的事情 是你实力不济 不代表 我们做不到 这些女鬼 把我找到了罪证 更是我的主顾 一码归一码 这一次的赌约 你已经输了 我已经输了 我一头雾水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路然指着我霸气地说道 当初你们家龙也可是说了 刘玲玲的事情你们解决 化解她的怨气 没错呀 事情到这里我更加猛逼 她把屠夫都带到了我面前 还不算是化解怨气吗 这胡家人 已经太好心了吧 以得抱怨啊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只见路然拿出了一面波浪鼓 微微地摇晃了几下 在鼓声作响之下 刘玲玲的魂魄 不自主地 从我背包里的灵牌中 飘荡出来 刘玲玲很忌惮地 看着眼前的屠夫 更让她畏惧的 则是眼前的美女路然 这个女人 到底要做什么 刘玲玲 对于我帮你抓到凶手的事情 你无需感谢 我只是了结你另外的执念 说着 路然拍了拍手 从她身后 站出来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 这是韩秋的儿子 已经四岁了 糟了 我按道不好 知道事情要换 这个路然 也太蛇蟹心肠了一些吧 我一直清楚 刘玲玲最大的心结 便是自己的丈夫韩秋 连凶手屠夫都是其次 现在好了 这个女人虽然带来了屠夫 但却给了刘玲玲沉重一击 她说的没错 我的任务是 化解掉刘玲玲的怨念 但这一次 我彻底失败了 刘玲玲疯狂咆哮 为数不多的怨气 全然地彰显出来 疯狂地冲向了小男孩的方向 当当 波浪鼓摇晃了几下 一只雪白的狐狸身影 出现在了路然的身后 你就快消散了 别给自己找麻烦 说完 路然牵着小男孩的手掌 缓缓离开 她背对着我的身影 对我挥了挥手 于好 胡家的事情还没结束 说了也是要承受代价的 我的心情沉重万分 屠夫就在我眼前 但这一切 却是以失败告终 就在我看不见的视野处 小男孩奶声奶气地问道 姐姐 你可从来不说谎的 谁说的 路然轻微地咬住了嘴唇 不服输地说道 我可是很擅长的呢 我抬头看着疯狂颤抖的刘玲玲 轻声问道 都过去了 怎么可能过去 刘玲玲双目血红 对我咆哮道 我跟着寒丘来到穷乡僻壤 从没后悔过 我被带走那天开始 村里人就指指点点 让我背负了骂名 而她呢 五年而已 已经娶妻生子 当我是什么 刘玲玲的手掌 抓在了我的脖梗处 但她目前的状态 已经对我造不成任何的威胁 把我找到她 我要杀她 对不起 我的话让刘玲玲大笑不已 她的执念很深 在这一刻 已然厌俊了一切 你不会帮我的 都结束吧 刘玲玲闭上双眼 身体慢慢消散 我立刻拿出铃牌 将她所剩无几的阴魂 装入其中 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这么做 也许我也是自私的 或许 我还没有接受 输给胡大仙的准备 看着挣扎不已的屠夫 我双目血红地冲了上去 拳脚相加地 打在了她肥瘦的身体上 你这个混蛋 都是因为你 屠夫发出凄厉的声音 不停地哀嚎 在凶恶的人 也有畏惧的一面 屠夫则是畏惧着自己的结局 拳脚酸痛的我坐在了一旁 默默地拨打了报警电话 随之 说明情况 转身离开 十几分钟后 我走到了南桥 如若行尸走肉一般 警笛声在我身后不远处响起 我吓了一跳 这荒山野岭的郊区 出警速度 竟然这么快 我立刻加快步伐 有很多事情是没办法解释的 还是别惹上麻烦事为好 刹车的声音有些刺耳 一辆警车出现在了我的身前 这下好了 估计又要去做笔录 这事也不好解释啊 是你 车门被推开 苗条亮丽的身影 惊讶地打量着我 何队长 你怎么在这 我们两个一起问出了相同的问题 清泉镇到这里距离不近 这也太巧了吧 我 我路过 我有些紧张地说道 何队长很是激动地对我说道 我工作调到了这里 上次的事情 因为有同事在 而且上次的事情 很是匪夷所思 所以何曼没有继续说下去 你叫于浩是吧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就场区有个案子 晚点我们详聊 说完 何曼便让警车 从我身旁擦边而过 急冲冲地朝着旧场区赶往 我松了口气 立刻拔掉了手机卡 扔到了一旁的草丛当中 快马加鞭地离开 不敢有丝毫地逗留 我很害怕麻烦 而且也不知道 这事该怎么解释 哪怕我想得比较简单 但这一刻 我只想自己安静一会儿 何曼等人来到山顶 自然遇到了屠夫 在检查包裹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证物 瞬间便锁定了李状的身份 这一次 他在我的帮助下 破获一桩连环凶杀案 就这样 犯下罪行累累的屠夫 彻底迎来了 他灭亡的道路 何对 刚才那个年轻人 恐怕就是报警之人 这荒山野岭的 正常人哪能来这儿 一个警员有些谨慎地问道 那人不会有问题吧 不会 何曼很信任地说道 他只是帮我们破获了一桩大案 这样 你调取一下他的电话 晚点我联系他 绝对不会有问题 警员听从了何曼的建议 而何曼的内心 则是翻江倒海 对我再次产生了 浓厚强烈的好奇心 许久之后 何曼无法拨通我的电话 而他则是 没有勉强 选择动用了自己的权利 将我从这次案件中摘除出去 仿佛就未曾参与过来一样 这对于我而言 也是一种难得的轻松了吧 回到旅馆 我收拾了一下行囊 退掉了房间 期间我尝试过 跟刘玲玲说过话 但他却没有丝毫的回应 我知道 心如死灰的他 带着怨念 不甘 等待着自己的消散 而我也有些迷茫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但我无能为力 无法改变一切 现在的我 不在乎和胡家约定的输赢 在乎的只是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失魂落魄的我走在大街上 突然间有点想家了 我想回到林庄 想要休息几天 也算是送刘玲玲一程